徐茂公足智多谋 在这些人当中 那是首屈一指 连魏征都服他 因此徐茂公 把世仙早就酝养了不止一次的计划 对秦琼说的 对魏征也讲了 这些人都表示同意 徐茂公说既然大家同意 我可当众公布了 可以 这会儿酒宴也重新摆下了 大家都恢复了正常 徐茂公告诉甲云服柳州辰 楼梯口派人监视 禁止通行 封锁消息 外人不得随便进入 另外呢 把楼门窗门还都关闭了 大伙一看这是干什么呢 就值得有大事 徐茂公站起来了 各位弟兄 朋友们 我有几句话 要跟各位讲 不知大家肯听口 众人都知道徐茂公的能耐 谁不尊重 他说话 那都是有正事 说出来每一句话都有翻量 所以大家鸭血无声 静静的听着 徐茂公说 各位弟兄们 隋文帝杨坚 平南臣灭北 其一统大随 实有天下 杨坚这人 虽然说不错 但是他不会用人 他手下 奸臣多于忠臣 像老贼宇文化姬 岳王杨肃等人 狼狈为奸 是搅乱朝纲 非亲不娶 非钱财而不重用 把大随的江山 搅了个乌七八糟 老百姓是怨声载道 咱们在座的弟兄 是有目共睹啊 杨坚已死 他二儿子杨广继位 就是当今的这个隋阳帝 可此人 残暴成性 他做的事情 是庆竹难输啊 谁都知道 他刚一阶位 嗜父 拓权 妻娘 妻妹 震凶 徒嫂 从他们家里 发生这些事来看 他就不是个人 他能管理好国家吗 他重用杨树 杨林 语文 画集 语文 成都等 比隋文帝 杨坚 有过而无不及啊 在短短的两年多来 他重用民俘 姚役 数万人 修造皇城 修造公事 悬拔天下的美女 搜罗普天下的珍珠奇宝 供他一人一乐 老百姓的民职民稿 不知被他刮去了 有多少啊 陕西大汉 饿死人 有数以万计 他管也不管 问也不问啊 像这样无道的昏君 要他何用 据我所知 各地 皆干而起者 多如牛毛啊 咱们在座的弟兄 全有武艺在身 而且都是狭肝义胆的英雄好汉 我们既然有这么大的本事 为什么不用到有用之戳呢 我打算 咱们众人也效仿古人之故事 揭肝齐 做一番轰轰烈烈的大事 我们在山东就烦了 大家认为如何啊 哎哟 楼上一阵大乱 众人焦头接耳 摞胳膊挽袖子 高兴得不得了啊 哦 真没想到 真要是做一番大事业 那可真不错啊 人生一世嘛 就得干点事业 不然的话 窝了巴当死了 那不成了行尸走肉了吗 因此众人一口同声 徐先生 您接着往下说 咱们什么时候动家伙 满满 各位不必忌妒 现在的实际尚未成熟 只要大家愿意 咱们就得等待机会 还有些事情 咱必须准备和筹办 不能鲁莽从事 这第一步 我想跟各位商议 咱们有姓张的 有姓刘的 有在北边住的 又在南边住的 形同一盘散沙 要想干一番事业 咱必须成为一家人 怎么办啊 我打算提议 咱们在座的各位 来个大结拜 结成生死的把兄弟 不知各位意下如何 同意 赞扬 应当败把子 太好了 一致通过 在古人呢 就利用这种办法 团结人 哎 还真是行之有效啊 徐茂公跟秦琼姬说 立刻让贾运妇 柳州臣准备 把桌一板凳 全都挪开 正中央放了八仙桌 用黄钱纸铺上 摆好了武功 供好了神使 前边准备了拜殿 另外还取了一只心盆 盆里的到底都是酒 又准备了一把牛儿尖刀 在座的人 全都敬面 敬手 更换衣服 在旁边站立功后 徐茂公 写上了盟单 每人发了一张 然后 开始举行 结拜仪式 你看 一个个面带严肃 非常虔诚 跟方才就不一样了 然后 然后 由秦雄 魏征 徐茂公 等人领着 大家跪倒在 拜殿之上 徐茂公望上叩头 按着蒙丹念道 黄天后土 过往神灵在上 信氏弟子 因义气相投 志同道合 故愿 桃源之蒙 以劫金兰之后 尚服民主 以保设计 下安万民 一顾江土 情愿同甘共苦 俘获相义 随肥同声 但愿同死 口不应心 人神共禄 大业三年秋 话可不多 但是很感人 说着带头 磕下头绪 众人全都 磕完了头 然后开始 煞血 魏征头一个 把忠旨刺破 往铜盆里 滴得几滴 第二个 秦雄 第三个 徐茂公 一次去 全都煞血 之后 跟酒混得一块 每人端起一杯 这叫饮血酒 表示不变心的意思 然后一续 年更 把这名次 排出来了 他们一共是 四十六个人 结拜 这叫甲柳楼 四十六友 煞血 结盟 大哥 一哥就是魏征 二哥 秦琼 老三 徐茂公 老四 程咬金 五爷 善雄信 六爷 王国党 七爷 游俊达 老八 王勇 老九 谢英登 老十 是杜毅杜文忠 再往下排 张弓景 白显道 驱途通 驱途盖 上青山 下御山 御痴南 御痴北 唐万人 唐万义 贾云福 柳州辰 盛艳师 丁偏庆 黄天虎 李成龙 任静思 铁子剑 张弓 李毅 金甲 铜环 金城 牛盖 张转 杨和 李济 何辉 使得奈 樊虎 连名 侯军姬 毛公随 吕弓弹 柴少 第四十六位 老嘎的 罗成 然后彼此见礼 给大哥磕头 给二哥磕头 给三哥 四哥磕头 光这顿头就磕起 没完来了 还非磕不磕 足能有一个多时辰 顶属罗成小 见人就败 罗成 磕头 磕的 都蒙灯 转向 您还别说 通过这个仪式 果然比方才 亲近的多了 就好像自己的弟兄一样 搂脖子抱腰 简直亲密的 不得了 魏大也高兴 吩咐一声 重新 白酒 这回大家坐的一块 议论开国家大事 民间那些小事 不值一提 广阳广的罪恶 就指出上千条来 大家越讲越忌妒 恨不能立刻 挑起大旗 就把这无道的昏君 打倒 重整乾坤 另立民军 徐茂公自然也是高兴的 那么秦琼呢 以主人的身份 频频给大家敬酒 程耀金 要帮着忙活 可秦琼有时候站起来 有时候就哈腰 他在后背腰带子上 别着个鹿皮口袋 这口袋里 传了一件东西啊 串来串去 就露出一个鸡脚来 程耀金顽皮 就盯着这个东西 不放了 他说什么玩意 金子金灵的 我二哥带这么干什么呢 他趁着秦琼梅珠一撑 把这东西给拽出来 上次有大印 写着密密麻麻的字 程耀金 他是个大老徒不认识 转过身就交给徐茂公了 哎三哥 您看看这是什么 众人全围拢过来了 徐茂公接过来 他大吃了一惊 哎呀 闹了半天 是一张龙批 龙批是什么 跟圣旨的意思 差不多 在前文书咱说了 秦琼那面突须 乍登州 始终得国 被靠山王收为十三太保 在秦琼提出来 要回家给母亲办寿的时候 靠山王杨林 给了他一张龙批 这是杨林给他 上面大致的意思是说 大随九省文武官员 见龙批 如见本王 要兵给兵 要想给想 赤龙批者 可以查办 五府六部九卿 及四道衙门的公式 任何人不准出来 反大随少的贪官无力 土豪猎森 不法标民 劫黄杠 响马战山 为王的择扣 赤龙批者 有权逮捕 或千斩 浩骚 靠山王杨林 大船 上面卡着呢 这跟圣旨有什么区别 石子先在秦琼手中 有无限的权力 他随便可以抓人 随便可以捕人 随便可以进哪个衙门 查办你的公事 作为朝廷的命官 你得巨师回禀 因为他代表 靠山王杨林 谁敢不听 徐茂公 心说呀 我二哥身上带着龙批 怎么事先 他没透露 另外徐茂公也想 我二哥可是个关键的人物 假如他跟我们这些弟兄 同心同德 举意就能成功 相反的 我们就得失败 罗承和柴少三不说 现在这些朋友当中 唯独跟官府最亲密的 就是秦琼 要这样藕断四连 绝无好处 必须想办法 让我秦二哥跟官府 彻底决裂 那才行 徐茂公想的这 阎珠一转 寄上心头 乐呵呵来在秦琼面前 二哥 这是什么 秦琼光忙着给大家敬酒 还真没注意这事 等转回身的遗憾 腾着脸红 三弟 哎呀 这些日子太忙了 御兄 把这件事给忘了 这乃是老匹夫 靠山王杨陵赐给我的 他告诉我 吃这份奴婢 有这种权利 有那种权利 说穿了 无非是利用我而已 是吗 我说二哥呀 人心隔度 疲 做事良不知 画龙画虎 男画虎 知人知面可不知心 尤其咱们在座的 都是陆林的弟兄 每个都是朝廷 严拿的要饭 而你身上带着龙披 似乎看着有点不得劲啊 二哥 您说这事应该怎么办呢 秦琼一听啊 堵了心了 心说可不是 这些人都是反对朝廷的 我带个龙披 如同代表朝廷 要抓这帮人 谁能痛快得了呢 为了表示自己的心意 秦琼一乐 三弟 各位弟兄 不必介意 我跟官府 根本没有感情 我拜杨陵为义父 那是世夫无代 希望大家谅解 他虽然赐给我龙披了 我不使用 我带这帮有什么用 我跟弟兄们是亲密无间 绝无二心 大家上仰 呲啦呲啦 秦琼把龙皮撕了 徐茂公一看不好 二哥 二哥 撕不得 撕龙皮是要掉头的 秦琼一笑 哎 我宁愿掉脑袋 我也不留这东西 然后扔到炭火盆里 复制一具 把龙皮给烧了 大伙一看 相信秦琼 是鼓掌喝台 全把秦琼给围上 更亲热了 但是徐茂公和魏正知道 早晚非犯病不可 倘若 靠山王杨陵 要要龙皮 怎么办 我二哥怎么回答 哎呦 可坏了 可正在说话的时候 有个家人跑来 登登登 上了甲柳楼 主人 你赶紧回家吧 靠山王杨陵 派了个营官 拿着大令 叫你马上到御营 接他 靠山王现在何处 听说领兵带队 已在西关外扎营 叫你到御营去 报号 秦琼的脑袋 嗡了一声 可就开了锅了 心说 老匹夫杨陵 什么时候到这济南呢 莫非从天上 掉下来的不成 哎呀 也背不住 还为截黄杠 事情而来啊 不然的话 就是有人 走热了风声 他领兵来捉拿 我们众为弟兄 这秦琼真是 百思不得欺击 但是 必须得马上去 想到这儿 秦琼冲大伙一抱拳 可爱 失陪 王爷召唤你 不得不去 我是去去就回 二哥 二哥 二弟 多加谨慎 有什么事 赶紧把信 给我们带回来 我明白 这回秦琼走 放心吧 肯定大伙 打不起来了 秦叔宝 登登登 下了家流楼 回到家里一看 来了一位 姓李的营官 怀中抱着 靠山王的 筋疲大力 带着八名军兵 全挂着 绿裤子弯刀 彼此见过之后 这位李营官就说 十三太宝 王爷在西关外 扎下御营 让我用大令 前来调你 你敢被 御营 达话 尽命 请少后片刻 如谋更衣 这秦琼到了 那带见着夫人 赶紧更换衣服 靠山王杨林 赠给自己的盔甲 不能不用 顶盔冠甲 照袍树 戴继甲蓝裙 周身上下 满身的乌装 把大枪 宝剑 全都带着 在府门外 飞身上马 跟着姓李的英官 出西关 赶在御营 当秦琼下了马 到了御营之后 一看靠山王杨林 是鞠躬而坐 十二太宝 分立两乡 丙盔冠甲的 组兵副将 也占了有两大六 秦琼的心 十分紧张 因为他摸不透 杨林来是什么目的 不知是急 还是凶 仗着他经验丰富 能沉得出气 秦琼分塌 为辽战军 跪脑在诸案前面 父王在上 儿臣秦琼 参见父王 千岁 千千岁 杨林点了点头 我儿 免离平身 谢父王 哎呀 秦琼听他的口气 不像生气的样子 这心呢 他放松了一些 低着头 往旁边一站 儿啊 为父在燕海登州 突然接到 皇王圣旨 命我即刻进京 见驾 我这是回京城 在济南路过 我忽然想起你来了 我打算把你也带入京城 面见天子 我保证你的官职 你可愿意吗 这 秦琼一听还真是个好事 足见杨林 看中了自己 这次进京要带着 还要见皇上 保证自己的官职 但是秦琼是 急不乐意这种事 也非常反对这种事 一肚子苦衷 没法说呀 就得假装欢喜 多谢父王提携 秦琼啊 我知道我来得太匆忙了 世间你也没有什么准备 你回家跟你娘打个招呼 告诉家里人放心 我们此行 多折三个月 少折两个月 就会回来的 让你娘不必着急 是 等等 秦琼啊 劫黄杠的事情 现在可有眉目了吗 回复啊 尚不清楚 我 莫非 这成达妖精 上天入地 八成 废物 一群废物啊 这样吧 既然还没有什么眉目 展示先搁到一边 等咱们从京城回来 继续再追查 你把龙匹 把龙匹交回来吧 喂 秦琼一听 多倒霉 刚把龙匹烧了 杨林就来了 别的事不问 先要龙匹 我说 我这哪找去 可事的如荫 秦琼也没有办法了 只好硬着头皮 攻身失礼 父王千岁息怒 那龙匹 他 被 被我烧了 啊 你带怎讲 被儿烧了 哎呀 靠山王是 勃然大怒 秦琼啊 我在给你龙匹的时候 交代了明白 龙匹就是圣旨啊 你就应当好好保管 用完了之后 交还给本王啊 哪知道你把他烧了 你可知道你犯下什么罪了 你已经犯下不赦之罪 这完了得呀 把罪犯秦琼推出去 砍 医生令下如山倒 当时气氛为之一变 刀扶手望上衣床 把秦琼麻尖头 辱二倍就推出欲行 要这样拿去 中军官上官 离在旁边一看 他嗨了怕了 他始终不忘秦琼 对他的救命恩情 上官离也硬着头皮 仗着胆子 跪在杨林的面前 王家前队 刀下留人 杀不得 上官离 莫非你给秦琼求情不成 卑职不敢 我想 这秦琼烧了龙匹 一定是得有原因 王爷尚未问清啊 应当把他推回来 问一个清楚之后 再杀他也不为吃晚 恩 说的有理 推回来 秦琼也没想到 死中得火 又回来了 跪在杨林的面前 杨林就问 龙匹怎么烧的 你要能说出道理来 本王就不杀你 要说不出来 就杀你个二罪 不一 家 那秦琼 够多聪明 平时不说瞎话 但是在关键时刻 不说不行的时候 也得编辑劲 就这么一走一过 秦琼脑瓜一转刻 早把瞎话编好了 听杨林一问 秦琼望上叩头 凑着无限的委屈 未曾说话 眼泪飘起来 杨林一看怎么个差 秦琼不必难过 巨石讲来 王爷圣明 荣耳申饼 秦琼火分龙匹 就激怒了靠山王杨林 非要把他杀了不可 上官敌求情 让秦琼说明理由 如果说的没理 再杀也不晚 秦琼就编了一套瞎话 他跟杨林说 自从王爷赐给我龙匹之后 我是奉若神明啊 请到家中 对我娘就说了 我娘 对龙匹的尊敬 自不必说 他把龙匹供在佛堂之上 昨天是九月初九 我娘六十大寿 从早晨起来 她老人家就分香磕头 见龙匹 如见父王 恳求神佛保佑 父王能瘦高百岁 哪知我娘上了年纪 老眼昏花 为家留神 蜡烛燃尽 结果腊花 把龙匹引招 我娘 你着急把龙匹拿起来 扔进火盆 结果化为灰烬 你说叫我怎么办 我只有替我娘领罪 王爷 你就把我杀了 就得了 明天 这秦琼这篇瞎话 说的是滴水不漏 尽情尽礼 杨琳不但不生气 还高兴 罢了 梁武孝子 难得难得呀 秦琼啊 赶紧起来吧 本王不怪 就是多谢千千岁 秦琼站到旁边啊 脑门子冒了一层冷汗 秦琼说这就是一句话的事 上嘴唇一碰 下嘴唇 杀 脑袋就搬家 饶 一切 恶运就算过去了 秦琼心里暗自高兴 自不必说 单说杨琳 问了秦琼几句闲话之后 对他说 儿啊 你赶紧收拾收拾东西 随为父 赶本京城 朝见片子 是 不过爹爹 我来的匆忙 事先毫无准备 我娘连信都不知道 我打算请个假 回家跟我娘辞别 不知父王意下如何 这是应该的 不过速去 速回 遵命 秦琼转身刚要走 报室里进来了 爸 报王爷 大事不好 什么事 慢慢报来 回王爷 园门外来了两匹战马 两个乡马 他们口口声声 叫王爷多把金银送到园门寨 如果送的晚了 他们要闯进玉营 杀咱们个金犬不留 他们自称是结黄杠银子的乡马头子 叫承达 幽金 拽咱们 何把杨银给弃坏了 心说这两个十恶不赦的家伙 接了我的言子不说 先搅闹灯州 现在要追我到济南 你们这个胆子有多大呀 我要不把你们抓住名正贬行 我对不起当今天子 可这一句话气坏了杨林 吓坏了秦淑宝 秦琼心说两个兄弟 你们太活了 我要忘说一句话 你们就同楼子 你看 这件事刚弄平稳了 你们又来了 这得惹多大的货呀 这这这这叫我如何是好 秦琼又埋怨魏征徐茂公等人 你们怎么不拦着不劝着 糟了 这回就糟糕了 但说杨冰 分负一声大马 太怕 本能亲自捉拿他们 秦琼一看杨冰真 秦琼了 劝也劝不住 只好任凭杨林出战 但说靠山王 点兵三千 大开园门 带着十三家太宝来在外边 立马横棒定睛敲开 面前正是俩人 一个蓝脸 一个黑脸 一个使大脯子 一个使三股脱天叉 来者正是程咬金 由俊达 那个时候他们俩怎么来的 自从秦琼走了以后 家柳楼上结拜的把兄弟全都担心了 总之的秦琼这一进玉营是凶多吉少 大刀王军河就说 你说二哥把龙皮钢烧了 杨林就来了 怎么那么巧 这个事怎么这么寸 该这我二哥倒霉呀 可再这一说了 谁接的黄杠啊 这四十八的银子谁抢 你事先跟谁打招呼了 他这么一吵吵 有很多人都说话了 可不是吗 谁干的 有种的你站出来 尤俊达吓得就拽了一下程咬金 那意思啊 你少说话 程咬金错疑了 认为尤俊达叫他快说呢 老成把草包肚子一点 各位 各位 别吵吵行不 好汉做事好汉当 我干的 我跟尤俊达我们哥俩干的 王军河一听 是啊 哦 你们干的 好 我善悟哥 你是陆林总条爸爸 我请问 他们干这笔大买卖 请示过你没有 哼 陈雄信一扑着脑袋 没有 事先一点我都不知道 这就怪了 王军河问尤俊达 其弟 要说程咬金心上跳板 不懂陆林的规矩 行有可原 你是老陆林的 什么事你不懂 第一 你已经金盆洗手 按规定 不准再做买卖 第二 你就是做的话 你应当事先请示 总条罢了 你哪能一人 自作主张 如今捅了这么大的楼子 把二哥推到掉头台 你对得起谁 有人就说 咱们办 二路林规矩办事 该怎么处置 就怎么处置 山雄信不能不说话 四哥 老七 这我可没办法 这个事 我得问清楚 你们为什么 事先不跟我打招 说吧 程雅金说不出来 由于哪解释 五哥 本来啊 我想向您请示 因为这个事情 来得突然 我来不及了 我只有先做下这包买卖的 然后再比零五个 您知道 六月二十三 接往黄岗之后 山东开了锅了 靠山盲阳邻 宅成七十二汤关 要必须在一月之内 破获此案 河路码头全都封锁了 我一看事情不妙 我也没感动 就这样 耽搁到今天 五哥 您看着办吧 您要说非得知情陆林 那我无条件服从 掉脑袋 按话不说 嗯 那我再问问你们二人 你们结这四十八万银子 打算干什么 没等尤俊达手话 程耀金说 老五 我跟尤俊达 咱可不是吝啬鬼 绝不是说得了这笔银子 想发笔横财 没有 我们哥俩早商量好了 接下来之后 救济山东的老百姓 杨林 从老百姓身上刮的油 我们哥俩还要还给山东的百姓 不信 你派人到地窖里去看看 这银子 你俩我们都没动 原方在那封着 游俊达也说 五哥 方才我四哥说的一点不假 我们就是这个意思 嗯 要这么说 情有可原 算了算了吧 今后做事 要事先商议 不可造次 是 山雄信说 当务之急 得救我秦二哥 万一他在狱营里头 要有三长两短 咱对不起 朋友 大伙说可不是吗 谁有主意 怎么办 程耀金把大肚子一舔 各位 都别着急 还是那句话 一人做事 一人承担 我秦二哥 为了我进的御营 我要不给他骨劲 他也不能把龙皮烧了 不烧龙皮 也不至于掉脑袋 看来 我是个罪魁祸首 我呀 一个人闯连营 救我二哥去 你们重备听起信 程耀金说完了 转身就走 谁也拉不住 姚俊达也得舍命 裴君子 再后他紧跟着 两个人气呼呼 下了甲柳楼 班安任凳 分身上马 就这样才来到西关大营 天言少许 等他们跟靠山王杨林 见着面之后 往杨林身后一瞅 秦琼也在 平安无事 哥儿俩才放心 但是也打得照面了 他们恨透了杨林 这个东西 不把这老匹夫杀了 迟早是一大祸害 因此 程耀金催马 荒谱子 先被靠山王 两个人二马盘缓 站在一处 程耀金呢 还是那几下 披脑袋 小魂踢牙 掏二刀 少带小 翻回来 还是这一套 开始 把靠山王给护住了 后来一看 就这么两下 杨林 抖操精神 这一使劲 老程受不了了 程耀金一看 这老家伙 这么大的能耐 三十六计时 早微上策 伯转大肚子 郭伯红 就想逃命 那只动作 稍微迟缓了一些 被杨林 催马给碾上 这老头 把双棒交于单手 腾出正手来 心疏 圆壁 砰 抓住老程的 站带 把他走马 活轻 摔于地上 把 大随的军兵望上一闯 全打九踢 把老程给捆上了 尤俊达一看 可急眼了 哗来来了 晃三五 拖天叉 找杨林玩命 六七个会合 也被杨林 走马活轻 靠山王就想抓活的 准备问考工 就这样战斗结束 把两个人 带上御营 好杨林的心 又痛 又生气 老头的居中耳朵 十三太宝 劣劣两相 在下边 密牌刀拂手 杨林把桌子一拍 来 把罪犯推上 走 这样 你想这顿奏 能清掉 仗着承耀金和尤俊达 皮操肉厚 把眼影一臂 头一臂 这一堆这一块 豁出去 等到了御营之上 两人是利而不贵 两旁还喊呢 跪下 跪下 承耀金把大懒脑地 往呸 放娘的紫娃屁 我告诉你们啊 我在家贵父母 出外贵贤良 上贵天 下贵地 我能给这老皮肤磕头吗 你们想瞎了心了 牛军打野 大骂不绝 杨林 你看 这两个人是滚刀肉啊 不怕横的 因此杨林一摆手 两旁的人全肃静下来 靠山王就问 想法 家住哪里 同伙都有何人 你们的匪草 你们的匪草 现在何处 还不从实的将来 免得皮肉 烧苦 哈哈哈哈 哎呀 杨林啊 杨林 你问这话呀 真可怜啊 你没想想 我能不能告诉你 可也罢 听说你这老头 比别的官员嘛 多少还强的 那么一点 那我就把笔交给你 其实我不叫程达 我叫程妙金 他叫尤俊达 在小孤山的时候 爷爷没眼会 我都说了实话了 怪你手下人饭桶 没听清楚 还弄了个程达尤俊 真叫人笑掉大牙呀 现在我刚正我的名字啊 你听明白了 我叫程尤俊 他叫尤俊达 往后再叠皮过去那个苗 方才你问我什么 哪是贼窝子 没有 身为陆林人 四海为家 哪都是我的家呀 要问我的同党都是谁 大随九省管辖下 数千万老百姓 都是我的同党 这回你清楚没有 胆大的想法 灵牙历齿 还敢狡辩 来啊 把他们推的外面 乱认 分尸 炸上 推出去了 秦雄在旁边一看 怎么办 怎么办 到了现在秦雄也无所顾忌了 赶紧迈步 出了攻身势力 父王息怒 倒下 流人 啊 杨林的脸蛋是沉下来的 他看着意思 有点怀疑 秦雄 你为何给降马求情 素王 儿臣又下情 回禀 憋憋情想 这两人胆大包天 三番五次指名点性 来闯御营 我看他们得有后台呀 没人支持他们 他敢吗 借他个胆子 他也不敢 另外 这四十八万银子 究竟现在藏在什么地方 父王不得而知 他的同党究竟还有谁 咱们也不清楚 如果父王 胜怒之下把他们杀了 咱可就甭想再要银子 和端贼窝子了 儿的意思是 把他们放回 好好的审问 问清楚之后 好把这些想马 以往打尽 罗芳学亮也过来了 爹爹 十三太宝所说不假 您把他们杀了 可是挺解恨 那些事 咱们再也找不着头绪了 说得有理 放回来 那个说秦雄 这是什么意思呢 拖延时间 秦雄准知道 这两个人一闯玉营 夹柳楼上的弟兄 绝不能袖手 攀棺 徐茂公 他们必须想办法 只要能通融个时间 就可能把这俩人给救走 不能瞪眼看着 他们掉脑袋 谢说程耀金 二次进了狱障 他把大蓝脑袋直哺了 我捞皮肤 要杀又不杀 要管又不管 你玩的什么轮子 你想干什么 秦雄插话 秦雄这戏啊 演的还真挺真实 故意把桌子一拍 当 想瞒你们听着 你们胆子有多大 我且问你们 同伙 还有几人 四十八万杠银 你们藏在何处 我们不从实的讲来 要说了实话 靠山王 开天恩 能减轻你们的罪名 还不说吗 你是什么东西 这块还有你插嘴的力量 方才我都说了 大随九省的老百姓 都是我的同伙 银子 放在一个最秘密的地方 就是不告诉你们 有发你们想去 心穷一乐 想马呀 看来你们是滚刀金 亡命图 可你们总不为你们本身着想 也得为你们家眷想一想 难道你们上没有父母 下没有妻儿老小吗 就即使没有的话 难道没有三亲六故吗 应当替他们想一想 还是说出实话才是 秦雄说的这儿 冲成要进游俊达 稍微一急眼睛 意思呢 是叫他们拖厌十眼 游俊达没太明白 程耀金又错理会了 程耀金新书 二哥什么意思 哦 叫我说瞎话 要不急呀 你干什么 老程脑瓜一拽摇 坏水就冒上来 嗯 好吧 听人劝 吃饱饭 那老头子要像你这么和气 我也就早说了 怎么办 我把我知道的一切 从头到尾 跟跟迪迪 我全招了 呀 靠山王一听 真是非常高兴 看来十三太保 真是有才啊 所以呢 杨林的态度 也变软了一些 轻轻把桌子一拍 讲 哎 你们听着吧 王爷清醒 就我们哥俩啊 浑身是铁 能年几颗丁 我们这命 也不是风刮来的 也是闲阳换的 也是一天天长起来 我们又不风又不傻 干这儿干什么 难道我们就不怕死吗 靠山王点点头 对呀 那么你们为什么要平身走险呢 是啊 您听我往下说呀 就因为我们这同党里头 有你们随朝做官的 有官就有权了 他逼着我们怎么干 我们不得不干 哦 谁逼着你们 哎 我都说了 一共杀人 有历城县的支县 徐有德 济南府的支府 孟洪公 还有山中节度使 大帅唐壁 我们五个人都败了靶子了 是他们三个人 主使我们干的 他们说 把这银子结了以后 咱们五个人平分 如果官府追究 你们放心 由我们给承担 只要我们再知 这案子就破不了 您听 他给保险了 我能不干吗 秦琼一听 暗自叫苦 心说四弟 你损透了 我可不是这个意思 哎呀 秦苏宝暗中召集 可也没有办法 邮俊达也不敢乐 这承耀金 你捅着脸说的跟真是 杨林一听 真是出乎意料之外 胡说 胡说 根本就不会有此事 你想啊 你想啊 哎 我杨林 那我不说了啊 你问嘛 叫我说实话 我不说嘛 你说我不老实 说了你又不信 咱耽误这功夫干什么 赶紧把我们杀了 杨林的心呢 也断了个了 低头沉思 程耀金在旁边溜缝 我说王爷 你想想 这个人呢 人心割肚皮 做事两不知啊 画卢画虎 难画虎 知人知面 不知心 你别看 唐帝 许有德 孟宏公 表面上对你如何尊重 其实仨人一肚子 花花肠子 没他们的知识 我们敢吗 我再跟你说 我们怎么就知道 六月二十三 这黄杠能到长野林小孤山呢 这个消息 我们怎么知道 得这么准确呢 那就是唐帝告诉我们的 这回杨林可行 呦 他想起往事来 这个唐帝 本来不是大随朝的人 是罗毅的徒弟 我把五魁五亮 介绍给罗毅 罗毅把夏阳春和唐帝 介绍给大随 实际上 是在我们大随朝 安了颗钉子 他怎么能跟我们一条心呢 唐帝呀 你主使香马 杰瓜家的黄杠 真是 死有余辜 来 呦 马上拿我的大力 把唐帝 许有德 孟宏公 给我叫来问话 准备 有人拿着大力走了 杨林利用这个机会 问程耀金 嘴巴 方才你说的都是属实吗 一点儿不带错的 上有天下有地 中间有良心 这能胡说吗 我可去找这仨人去了 他们要来了 你可敢当面对峙 太敢了 我们是磕头的把兄弟 有什么说什么 到了如今我们犯了罪了 他们在旁边看哈哈笑 哪有哪便宜的事 好嘞 哎呀 把他们暂时押了出去 这两个人被押走了 也就有一个时辰左右 唐帝 孟宏公 须有德都到了 因为他们都在济南 城里城外 那还不快吗 仨人一听杨林传唤 不知什么事 但是一看用大令调 这绝不是好事 三个人到了外面 战战兢兢站好 等候杨林问话 中军官来到里面 启禀 王爷 唐帝三人在帐外候命 杨林一咬牙呀 好 叫他们报门而入 靠山王杨林 让唐帝三个人 报门而入 那就是走一步 得报回名字 哎呀 唐帝一听 脑袋嗡嗡山响啊 心说凶多吉少啊 恐怕大货要临头 赶紧正观斗袍 带着孟洪公 许友德 三个人分前后 走进豫章 悲指唐帝告进 悲指 孟洪公 许友德 告进 走一步 报回名 走一步 报回名 一只来的豫章下 桌案前 三个人这才跪的 望上叩头 悲指参见王将 千岁 千千岁 杨林望下看了看 唐帝 悲指在 我且问你 关于黄杠 丢失这个事 我命已破案 可有眉目 唐帝赶紧回话 王爷 悲指正在全力访查 尚没有头绪 恐怕你这一辈子 你也破不了此案 我再问你 索节的黄杠银子 你一共分了多少 孟洪公 徐友德 你们两个人分了多少 说 两旁也海上 说 分了多少银子 三人分平 下的骨软金苏 面如土乎一样 唐帝往上叩头 好像几千岁雨一般 王家 下属 冤枉啊 冤枉啊 无有此事 这股风 是从何处刮来的 哼 本王没有证据 莫非还驱往你们不成吗 大概这么说 你们也不会招任 来人 把罪犯带上来 把程耀金 牛军打带上来 两个人跪倒 往上磕头 杨敏说 罪犯 你们赶紧过去 和他们对策 这罗方查了一句话 父王您先等等 诶 程耀金 你认识这仨人是谁吗 逐客你点点名 这是考验程耀金 其实老程啊 并不认识这仨人 但是程耀金并不傻 他一看这仨官 穿的服装不一样 那等级不同 那唐帝 那是武将 头顶率亏 身披金甲 外照战袍 那上的袖的花纹 也能代表出等级来 知府穿的什么 知剑穿的什么 这他明白 因此程耀金 连笔都没打 那能不认的吗 这位是大帅唐帝 这位是孟知府 这位是徐智贤 说吧 程耀金看看唐帝 我说 活家实在是对不起 有道是良心丧于困地 你看当初咱们启示 法院攻守同盟 谁也不准走漏消息 那是当初啊 现在情况变了 你看我们哥俩 豁出命去结果呢 结果把银子结在手吧 你们仨是对不起我们哥俩吗 就拿分银子那天来说 你们那心都变黑了 我们连个灵头都没分到手 你还咬了咬牙 给我们哥俩每人一万 剩下你们仨人都吞了 究竟你们怎么分的 我不清楚 我唐帝啊 如今官司犯了 干脆 咱们就如实的招供就得了 不说开了也不行了 你可能骂我一生是叛徒 但是我还讲得挺委屈 你想我们哥俩在这受刑掉脑袋 你们那有银子享受 这也不公平 我可都说了啊 干脆你们仨也说出来得了 免得皮肉受苦 旁边一天 啊 你 你你你你你 你损透了 我并不认识你是谁 你怎么学口喷人 冤枉啊 不认识啊 还能喊冤呢 孟洪宫和徐友德啊 都傻了 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光在那跪下打哆嗦了 哆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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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哆 唐毕 铁嘴钢牙你还不说实话 来啊 拉出去上 秦雄一看 差不多的 这弓啊 别拉得太满了 见好就收吧 另外呢 他跟唐毕还有特殊的感情 这主要通过北平王罗毅 罗毅给唐毕来的信 叫唐毕照顾秦雄 要没有唐毕秦雄能当棋牌长吗 真是瞅着杨林把他给杀了 于心不忍 常亚金这时候也太缺德点了 所以秦雄仗着胆子过来 趴在杨林的耳边劝了几句 父皇息怒 我看这两个响马所说 也未必是实 那唐毕乃是国家的命官 身为山都节度是封疆大利 王爷就是有权把他杀了 但是证据不确凿 这舆论也受不了啊 我看不要操之过急 我的意思来个以毒攻毒 把这两个响马交给唐毕这三个人审去 您不是着急进京吗 咱们先进京 等您回来有了时间了 再揭查详细审问 如果唐毕 真把这事审问得仔仔细细 没这么回事 那么把他也洗刷清了 罪犯也跑不了了 该怎么处置就怎么处置 如果到了那时候 还是一塌糊涂 王爷您再随便处置 也不为吃饭啊 这么大的事情 不能太操之过急了 嗯 我儿说的有理 那咱就来个以毒攻毒 这人要红了 怎么说怎么是 杨林还就听秦琼的话 因此他马上做出决定 唐毕宁听的 现在我把这两个响马 成鸟金邮军达 交给你们三个人 要仔细给我审问 如果神清问明 把银子如数给我找回来 一笔勾销没有话说 如果我在京城回来 还是现在这样 一点眉目也没有 你们五个 一个也休想活 听见没有 哎呀 唐毕啊 不住的叩头 谢王爷 谢王爷千岁千千岁 悲知 一定照拜 一定照拜 就这样 唐毕三个人 压着成鸟金邮军达 回了济南 秦琼这么做的目的 这有缓冲的时间 然后可以腾出手来 搭救这哥俩 看来这头一步 所实现了 秦琼的心 这才发起 这场风波过去之后 秦琼向杨林请假 回家向母亲 辞行 杨林点头 让秦琼速去速回 秦琼宝等到了外边上了马 长长的吐了一口气 哎呀 真鲜呐 吐 随马进城 先到家 见到母亲 和老哥哥秦安 兄弟罗氏信 妻子假事 把自己要跟着杨林进京的事 讲述一遍 家里人为之恶然 怎么这么大的变化 说走就走 秦琼说时间紧迫 不便解释 娘啊 您千万要保住 老哥哥 家里的事情多有拜托了 秦琼叮嘱完了 手势衣服 起码又赶奔甲柳楼 一上楼 徐茂公 魏征 善雄信 王八党 谢英灯 罗成 柴少等人 全都围拢过来 有叫二弟的 有叫二哥的 究竟怎么回事 秦琼恶要的 把经过讲述了一遍 着重的提到 现在程晓金 游君达 已经被唐币带回城了 究竟压到哪个衙门 我还不清楚 你们素相法 罚奸反育 把这哥俩救出来 我现在随杨林要走 我不能参加了 万万各位 弟兄谅解 善雄信说 二哥 您尽管放行的去 您这样靠近 杨林 对咱们还有好处 在过面 不能没有咱们的人 家中的事 和所有的一切 抱在我们身上 多有拜托 秦琼拉着 罗成的手 点了点头 眼泪好像没掉下来 表弟啊 原来我以为 把你留到济南 咱们弟兄 好好盘踞盘踞 没想到 事情变化得 如此之快 完全出乎意料 这次我进京走了 那么今后有了时间 有了机会 咱们弟兄再盘踞吧 你一旦要回到北平 向我姑父姑母 给我带好 表哥 您放心吧 家里的事 交给我们了 请您一路保住 各位弟兄 以后再见 秦琼急冲冲 下了家里楼 上马赶奔大营 杨林 扎着军队就等他们 他能不着急吗 回去晚了 怕延期老匹夫在怀疑 他走了以后 家里有楼上的弟兄 谁也没说话 大家这个心里头 都不是滋味 能进了好长一段时间 后来还是善雄信 打破了寂寞 各位 怎么都不说话了 方才往二哥林走 前说那话 各位都听见没 听见了 既然是这样 那么大家就说说吧 在下一步 应该怎么办呢 有人提 哎呀 咱们好几十人 没个头领也不行 有道是人无头不走 鸟无头不飞呀 最好咱们工举出个头领 领着咱们大伙干 对 这个主意对 经过几个主要的人商议之后 就推选 徐茂公 率领众人干 除了秦琼之外 徐茂公的威望是最高啊 徐三爷呢 还再三推辞 魏大爷说话 老三啊 你怎么倒客气起来 如今群儒无首 没个当家人怎么能行呢 徐三爷后来没办法了 好吧 既然如此 我租命就是 徐茂公 服有良谋啊 这人可不简单 廖家思索之后 他把山雄信 罗城几个人 全都找在一起 秘密的进行商讨 等商量完了 徐茂公把金甲通环叫上来了 你们两个人 赶紧出西关去探皮 老匹夫杨林 走了没有 是真走了 还是假走了 什么时候走的 速报我知 遵命遵命 金甲通环下了楼 徐茂公 又把反虎联名叫上来了 二北先定 你们马上起身回衙门 打探一下 程咬金 尤俊达 精进压的什么地方 然后速报我知 遵命遵命 这哥俩也早了 两个时辰之后 四个人都回来了 金甲通环说 杨林的军队 早都开拔了 时辰是正当武士 早早多时了 一点假的都没有 反虎联名说 现已查明 程咬金由运达 压在支县的大牢之中 就县补乃们 徐茂公 点了点头 告诉甲运辅柳 柳州辰 派人 杖岗 放哨 封锁 甲柳楼 外人 不准登楼 然后把弟兄们 召集到楼上 开始分兵派将 在没派将以前 徐茂公 对大家说 各位啊 咱们现在一个头磕到地下了 是一性的手足 我们已经对天蒙过事 有福通乡 有难通当 大家也表了态 也杀了血 相信不会反悔的吧 哎呀 三哥您放心吧 派到我们谁头上 二话没有 叫我们干什么都行 好 各位弟兄 我记得我跟大家说过 我们为什么要磕头 为什么要杀血 当然意气是一方面 主要的是我们大家团结一心 要做一番惊天动地的事业 别看话我是说出去了 但是时间和这机会需要等待 如今事情发生了变化 我认为时机成熟了 现在就可以结干起 我们要砸肩反育 救我们这两个弟兄 肯定得跟官府开仗 就利用这个机会 我们挑起一期 现在我们要钱有钱 有四十八万国币躺银 足可以招兵买马 集草屯粮 我们有几十位弟兄 每个人身上都有决意 然后我们再开始招募天下的英雄 我觉着差不多少 再选一好地点 咱们大家就干起来呀 不知道在座的各位 愿意不愿意 同意我双手三成 太好了 大伙一听现在就起 一个个是摩拳擦掌 嫉妒得不得了啊 徐茂公笑着点点头 好 听我往下说 无规矩 不成方圆 每五阴 难正六律 将不斩 兵不齐啊 虽然咱们一个头刻到地下 但是 我们现在要骑 我们就是义军 弟兄们就是义军的将领 起码来说 你要服从十七条禁律 五十四斩 简单的说 必须执行命令 派到哪位头上 叫你干什么 你干什么 绝不准打折扣 咬公 赏 有罪 罚 该杀 砍头 绝不孤心 我希望大家 郑重其事 千万不要掉以轻心 大家温平 点了点头 三哥 你说的太对了 没有个黑脸的 也不行啊 你干脆就分派了 好 贾云佛柳州城 再 再 把帅台给我搭起来 和贾柳楼 还得搭个帅台 用八张高桌 冰在一块 上面铺成毯子 桌子上 又落了一张帅案 桌围的桌垫全有 后边搁了把椅子 众人排着 徐茂公 登上临时的帅台 没有令件 怎么办呢 让贾云府到厨房 求了一把新筷子 拿筷子代替军令 除了徐茂公之外 余者众人 分东西占了两大六 是整齐严肃 你看人都怕冰 到了这个时候 一个个心头脚 非常沉重 脸上非常严肃 楼上连一点 生烟圈都没有 大家偷眼看 徐茂公 身上都带着 瘆人毛 你看平时 说说笑笑 如今登上高台 望的一座 身前身后 真有百步的威风 徐茂爷把这把筷子打开 往左右看了看 罗承听令 咱 罗承心里特别高兴 心说看见没 这么多的弟兄 头一个派到我头上了 可见我 从声望上 能力上 比他们都强得多 罗承高高兴兴 出来 恭神失礼 听后三哥分派 老兄长 你马上 率领你北平府的众人 打点行囊 起身回北平府 不得有 他们 罗承一平 真好像冷水 泼头一般 有点发傻呀 扬起头来 问徐茂公 三哥 我不明白 您不是说 我们现在揭竿起义了 您不是说 要砸奸散玉 就我四哥和七哥吗 我正等着冲锋陷阵呢 您怎么把我打破爪了呢 哦我明白了 大概你以为 我是少保 我爹是北平王 吃的是大隋朝的奉路 坐的是大隋朝的官 您对我有点不相信吧 三哥 要这样 您可以驱往我了 别看我爹 坐的大隋朝的官 他恨透了大隋 我爹爹 那是独立的衙门 根本不听大隋的摆弄 我对陆林人 有深厚的感情 不然我不能跟大家磕头 拜靶子 三哥 请您相信我 老兄的 我们要不相信你 就不能跟你磕头 不相信你这么大的事情 不会叫你知道 我为什么打算你走呢 我认为对付一个小小的济南府 用不着你身手 包括你带来那些弟兄 你呢 最好回北平府 先不要暴露身份 保存一定的实力 等我们将来有一定落脚之处 跟大隋朝正式拉开战 那时候能管得了你吗 老兄的 你还是主角呢 希望你到那时候 当兵驻镇 我们就高兴得了不得了 如今最好是掩蔽 好兄的 听我的话 这 罗承一听 徐茂公说的是实话 本来嘛 小小的济南 有这么多人呢 用不着自己参加 保存一定的实力 也是必要的 罗承就不忘瞎说了 好吧 三哥 我什么时候走 现在就启程 马上下楼 收拾东西 罗承没办法了 带着杜翼 杜翁 忠室 使得奈 张公锦 白显道 唐万人 唐万一 党事人 党事劫 十二位棋牌官 洒泪 跟各位告辞 众人送到楼下 罗承收拾东西 回转北平府 展示不停 徐茂公 把第二支令拿起来 柴绍 听令 在 柴绍 公身实力 徐茂公 看了看他 柴贤币 你和罗绍宝一样 马上把你带来的人 全都集合好 打点新装 赶本 山西 太远 快走吧 这 三哥 你怎么把我也撵走了 莫非 也是保存实力吗 如果你拿我当窝囊费 要不相信我 跟我老岳父 真是天大的冤枉 别看我老岳父李冤 是太原留守 贵为皇亲 可是他恨透了 虽扬帝啊 有解不开的 臭咖子 等等 兄弟 别说了 没有不相信 我打算你走 你跟罗承是一样的 将来自然有用你的时候 期望用到你头上 你再尽心竭力 我们就高兴了 赶紧快走 这 好吧 既然这样 三哥您记住 如有用小弟之处 二指宽个小纸条 我是随叫随到 财少说完了 下了甲柳楼 啥类和大家分别 徐茂公把第三支令 抄起来了 王不当谢英灯 听命 炸炸 你们哥俩 马上下楼 化妆改办 要如此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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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走后 徐茂公 抄起第四支令 反护 联名 平令 赞 赞 二位贤弟 今天晚上千金中担 落到你们身上了 你们现在 是历城县的麻块班头 因此 杂劳反育的事 就交给你们了 达旧 程耀金 牛俊达的事情 你们俩要全包起 切记 如此赞 赞 赞 如此 这么赞 赞 不得有 赞 赞 赞 反护 联名 下去了 第五支令 徐茂公 把金家铜桓叫上来了 二位贤弟 今天晚上 你们担有很重要的责任 要往监狱之中 送马匹和兵人 切记 如此赞 赞 赞 如此 明白 明白 金家铜桓下去了 徐茂公 抄起第六支令 王军可听命 赞 贤弟 你一共带来 多少人 二十五个 还能多凑几个人 本地我还有不少朋友 能凑一百人 好 就要一百 你骑上马 带上兵人 带着一百名弟兄 埋伏到 历城县的县脉 三更天 听见信泡声 就冲进县压 踏平县压们 不准县压的帮凶 跑到街上胡围 接应 程咬进 游军打众人 记住了吗 记住了 等等 救出他们之后 马上引军出北门 赶奔长野林小孤山 与我会合 记住了 王军可心中暗想 让我包打县压呀 免不了今天晚上 就是一场血战 徐茂姑 在甲柳楼上 分兵派将 他抄起 他抄起第七之令 往两旁看了看 金城 牛盖 听令 赞 赞 二位先帝 你们率领 手下的弟兄 今夜晚间三更天 听见信泡响 要攻打济南府衙 不准支府衙门的人 到外边接药 荡平府衙之后 马上撤离 出北门 赶奔长野林小孤山 与我会合 否则有 诸令明白 徐茂姑 又拿起第八之令 胡帝 善雄进 听令 赞 贤弟 你率领 手下的人 埋伏在 节度使 衙门的外面 三更天 听见信泡响 那唐帝 必然领兵带队 出来接应 你把唐帝杀退 掩护弟兄们 安全退出北门 之后 你也要走北门 到长野林小孤山 你与我会合 明白吗 小弟 明白 徐茂公 抄起第九之令 齐会员 李如辉 张转 杨和 李济 何辉 听令 叉叉 六位贤弟 你们几个人 率着手下的弟兄 今夜晚间 要攻占北门 控制千金 闸板和吊桥 各路弟兄 都要走北门 赶奔 长野林小孤山 你们是主要的通道 千万要确保安全 等弟兄们 全都撤离之后 你们也赶奔 长野林 与我会合 三哥 您放心吧 包在我们身上 徐茂公 抄起第十之令 甲云福 柳州 臣庭令 再再 二位贤弟啊 要比较起来 你们的事 比较沉重啊 你二人负责 接送家眷 梁台寄养 都包在你们身上 扶晓以前 一定要赶奔 长野林 小孤山 与弟兄们会齐 明白明白 等等 扶而过来 是 需要如此赞办 赞办如此 这 三哥 不要说了 执行军令 是 他们俩人为什么为难 等会咱们再说 徐茂公又抄起 第十一之令 侯军机听令 在 侯军机 小个不高 在人群之中 出来 攻身势力 三哥 我在这等着呢 贤弟啊 因为你的 轻功太好 能者多劳 今夜晚间 举一旗 发信号的事 就交到你身上 你带好了应用之物 今夜晚间 登上济南府最高的钟楼 三更天 准时放信号 大伙 听见你的信号 一起动手 那时 你身为十路 接应时 哪路不到 你接应 哪路 然后平安撤到小孤山 与我会合 听明白了 三哥 您放心 交给我了 等徐茂公分兵派将之后 大家一看 三哥够个帅才 安排的条条市道 是滴水不漏 大家心中非常高兴 那么徐茂公派完兵了 大家分头行动 今天晚上局势 这可不是简单的事情 甲柳楼也不要了 这么些头 咱难以一一细表 翻回来 咱们在说历程县的支县 徐有德 把他愁的 简直这无关 都作成了包子 从阳陵的御营回来之后 唐帝呢 一赌气 把程晓金尤军达 交给知府 叫知府看着处 这位知府大人就琢磨 干脆我睡个安定觉 命令下属徐有德 把程晓金尤军达 压到县里边的大牢 这不是上边压下边 徐有德没法往下推了 只好硬着头皮接受 心说 当官就当大官 别当我这欺贫 献利 谁说话我都得听着 有什么办法呢 这么重要的差事 叫我看管 一旦有失 我负得了这个责任 这是头一件发愁的事 第二件事 靠山王临走之时 交代得清楚 他在回京以前 必须把此案审明 根据经验判断 上面还得往下压 压来压去 还得压到我头上 那么要问不清楚 靠山王回来 一瞪眼 我这脑袋就搬家了 现在跑跑不了 藏藏不了 就得伸脖子在这瘦着 可这两个响马 那是滚刀筋 怎么能撬开他的嘴巴呢 难哪 难哪 因此这位徐献太 愁得连晚饭都没吃 背着手在书房里 来回乱转 谁过来他骂谁 吓得人们也不敢靠近 日子仰看望西转了 他正在这时候 有内当差的进来 回太爷 外面有人惊动 唐武 要打官司告状 请老爷升唐 嘿 把徐有德气的 这不添秘为了 我哪有心升唐 你事 可是他本来不想去 忽然听见这鼓声 是越响越大 呼呼呼 一晚晚饭 徐有德一想 我吃的是这碗饭 再厉害 也得问问怎么回事 没办法 这才吩咐 传点生堂 他传带好了 升座工位 把喊冤之人 带到堂上 他一看呢 是俩年轻的 他这年轻的 还不老实 这个抓着那个 那个抓着这个 一边骂着 一边打着 一边走上工堂 看两个人的衣着打扮 乃是行商小贩 挽着裤腿 光着脚印 补定 罗志补定 满脸 自逼 徐有德这气儿 就不打一出来 啪一拍桌子 跪下 两个人跪倒 给县太爷扣头 徐有德就问 你叫什么名字 小人叫张三 你呢 我叫李四 嘿 这俩名多巧啊 张三李四 你们为什么惊动我的堂股 有什么冤屈 从速将来 张三望上叩头 大老爷明见 小人张三 在去年的时候 我积攒了十五两文银 李四是做买卖的 他是卖瓜的 因为转运户 货物 一时潜入了 管我借钱 我本想不借给他 他非借不可 期限一年 借了我文银十五两 九月初八 就应该本力还清 结果小人管他讨账 他把眼睛一瞪 愣说 没借这笔银子 还说嘛 即使借了 也还给我了 这不是无赖吗 小人不服 顿时跟他辩礼 结果他出手伤人 把我鼻子都打破了 求太爷公断 李四 他说的是真的吗 太爷 您别听他胡说八道 不错 我试借过他钱 期限是一年 但是没到一个月 我把本力就给了他了 难道说还要双份吗 他管我要钱 我当时跟他论理 他出手就伤人 您看 把我膀子都打轻了 就这样 我两人来到堂上 求太爷公断 您看 这事怎么办 徐友德一听啊 鼻子都气歪了 鸡毛蒜皮的小事啊 这还用销汤骨 让我升回汤吗 不由得火往上告 两个刁民啊 这点小事 你们应当自行解决 还跑到公堂上来论理 实属可恶 来啊 压下来 当差子过来 把脖子给套上 把两人压进大牢 徐友德甩袖的退了他们 越想越生气 实质上啊 没有这么断案的 徐友德也不是那个人 咱没说吗 他心里面外 没心问这些事 所以一句话 把两人压起来了 这两个人正是求之不得 就希望压起来 那位说 还有这种贱人吗 不是 原来这张三李四 并非旁人 正是王伯党和谢英灯 他俩装的 奉了徐茂公之命 说的那个如此如此 就这么回事 有意把他俩打进大牢 在里头去救程晓金和尤俊达 因为两个人的力量 必定孤单 再加上两人 就有可能脱险 就是徐友德 没心压他们 他们也得想办法激怒 直线 进大牢 现在目的达到了 当然案情不一样 他们俩顶多带波索到头了 就打仗斗 言语不合 能犯什么大罪 顶多压那么两天 也就放了 压得散了 这样对他俩的行动 更于方便 天已经黑下来了 监狱里的贬寓司 陪着两个班头 反虎联名 前来查奸 这反虎联名 监担之重任 两个人的心就锁紧了 今天晚上有意来查奸 这点御司得陪着 牢房全都打开 拿着名册 开始点名对号 走走这形势 查来查去 查到死丘楼 这死丘里边 第一号观的就是 尤俊达和常耀金 反虎联名 假装看了看人名 往里头又看看 打开 哎 接着话了 三虎联名 读文进去了 有人高高给举着登陆 他看了看 常耀金和尤俊达 这俩人在这全捆着 三担劲行去 程晓津那张骂的 抬头一看 反虎联名 就知道有事 反虎冲着他挤了几眼睛 故意提高了声音 你是程晓津 你是尤俊达吗 是怎么样 是怎么样 臭响马 你们已经犯下 抄家灭门的大罪了 我奉劝你们老师俩 免得找亏吃 这些日子好好想一想 说实话 还是说瞎话 过几天王爷就回来 到那时候 恐怕你们就南逃王法 懂得到的 边御司在 严家看管明白 今天晚上 翻更天过后 我们哥俩要高兴的话 就先给你们过一趟 记住啊 三更天 尤俊达也不少 一看反虎联名 反复重复这个三更天 就明白 大概要救我们哥俩 他们坐在心里可以有数了 反虎联名走完了行事 让边御司老头 把牢门重新锁上 然后又到散间 见着王八党谢英灯 也假装申辞了一顿 顺便呢 又申辞了别的犯人 然后这才回到前屋 前屋 就是监狱的办公室 点御司就在这住 职业班的也在这 反虎联名进屋之后 有人把茶水给端上来 反虎从兜里一伸手 拿出块银子来 我各位都过辛苦的了 尤其咱们这个监狱里头 压着个程咬级牛俊达 这么两个江扬大道 责任可不清啊 咱们大家都精神了点 谁也别睡觉 我这块银子 大概有四五两吧 哪位辛苦到街上 买点酒肉 咱们边喝边抬 我们哥俩也不回家了 帮着在这守宴 哎呦那可太好了 我们求之不得呀 有人高高兴兴 从街上买的韭菜 打了点好酒 大家团团为座 推一杯换盏就喝上了 反虎联名 有意地运酒把他们灌醉 因此频频上酒 包括点御司和牢头在内 喝的嘴就有点没有把门的了 哎 正这么个师傅 有人进来送信 山西路州天堂县子 两个马快搬头 金甲同环求见 反虎联名一听 呀 是哪阵相逢把这二位挂车来了 好请吧 他们亲自出去迎接 时间不大把金甲同环接起来 你看他们带着十几个人 牵着十多匹战马 马上都挂着家伙 都是关面的人 因此无需查问 反虎联名就知道 他们俩来送马匹和兵人 把这战马都拴到院里头 把金甲同环让进屋去 金甲同环一看 哗 正吃夜宵呢 当然了 来来来 你们二位也请坐 来来来 再打酒去 又有人跑道 打了几斤好酒 买了不少酒菜 大家围坐 在一起闲谈 这典玉丝一看 要这么说呀 可于规矩不合呀 不算你们是官员 有事上县衙吗 你到县衙房去办去 这是监狱种地 怎么能招待外人呢 但要一想反虎联名 那是马快扳头 惹不起 那这两位也是官人 喝点酒算的什么呢 所以典玉丝名不乐意 不敢说别的 反虎联名就问 二位陶 你们这从哪来 从天堂县 到这有事吗 有事啊 我们正缉拿几名罪犯 听说嘛 落在你们山东 历城县一带 这不我们带着公事呢 可是半夜前才到 大老爷早就退堂休息了 只好等着明天 前来挂号了 二位陶 到了你们这一亩三分地 你们得帮帮忙 那自然啊 彼此彼此 来来 先喝酒 不谈公事 其实他们都在演戏 说的这句话 根本没那么回事 则是瞒着其他人 大家还在这喝酒 估计着 现在离奇异的时间 恐怕不远了 他们才猜到了 就在这时 有一人快死 员喉 一闪电般的速度 上了中楼 这个快劲就甭提了 谁呀 正是小白猿猴军机 奉徐茂公所拆 三更天准时点信泡 应用之物 全在身上带着 他以最快的速度 爬到中楼的最高的上面 用两条腿 把饼子盘住 然后把信泡拽出来 又取出炎火之物 等到了三更天准时 他把信泡就点着了 什么叫信泡 那就跟如今 那良想差不多少 也跟如今的 钻田猴相似 凉光在声音 那一下能拼出多用 等被点到之后 就见着一六火线 吱咨 东达 信泡一响 静悄悄的济南府 立城县 顿时就开了过 人喊马斯 沙虫啊 洞 金甲同环 反骨联名 听见信套一响 全把短刀拽出来了 他们手里又把人 也把家伙拽出来了 立刻封锁了门窗 反骨跳到桌子上 高声断嗑 都不许动 你们听着 我们是山东起义的义军 今天晚上我们要率重起义 占领吉南府 立成县 顺我者生 逆我者亡 哪个不听 把他剁成肉泥 贬义司和牢头众人 你看 全跪下了 哎呦 反的爷 反的爷 可别杀我们了 你们想干什么就干什么 我们绝不敢违背 好 拿钥匙 把牢门开开 所有的败人 都放出来 哎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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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牢门这一开 离他压得数百人 哪位上 全冲出监狱 藩虎联名 亲自 到了死号里边 把程咬金和油军拿救出来 拿钥匙 把三大件刑具卸掉 把程咬金乐的奔奔之梦 哎呦 还真没想到 真没想到 谢谢 谢谢 尤军拿也激动的热泪盈炮 金家同伙 赶紧把他们的马匹兵刃送过来 连王部党 谢英灯都 飞身上马 冲出大牢 配合王冲可 进攻谢阳 单说这支县许有得 仇上加仇 今天晚上跟夫人躺下之后 瞪眼睛都睡不着啊 哎呀 心想怎么办呢 要不明天我请示请示支付大人 我们俩通力合作来个二堂会审 或者是用什么样的酷刑 能撬开想把的嘴巴呢 后来啊 他太累了 迷迷糊糊的睡着呢 刚一闭眼就做噩梦 正在这时候 宝石就跑起来了 郭敏小把门就登开了 大人 大事不好 啊 许有得从梦中惊醒 呸衣服下的病 怎么了 哎呀 今天晚上想马造反了 听说杂老反育 把所有的犯人都放出来 而且领着这些人 来进攻县衙来了 哎呀 天哪 要了命了 要了命了 快点派人 到支付衙门去报信 回太爷出不去了 前门后门 全都叫人家堵上了 哎呦 正在这时 义军 贺门而入 王军可 手提的宝宴就进来 支线在哪 你们支线在哪 哎 就在这 呱 窗户也碎了 王军可 领人进了寝室 有人用手一指 这就是我们县的 王军可过了一把 毫度的玻璃 你就是支线 好你胆大的狗棍 你平日作恶多端 今天抱用临头 一剑把人头砍下来 支线的夫人 吓得嗷了一声 钻被窝里去了 反骨联名 往上一床 咔咔两刀 剁为三爷 就这样 把支线衙们 上上下下的人 都斩尽 咕掘 最后放了把火 把线衙给点着了 按照徐茂公的计划 他们的任务 就是火烧线衙 就程耀金 邮静达 如今 这一切都完成了 因此 拉队伍充奔北门 然后 赶奔长叶林 小孤山 和徐茂公集合 按下他们这路 咱不说 单说济南府的支府啊 要这位大老爷 跟支线 徐有德 差不多少 愁的就 帮批了 晚饭勉勉强强 吃了一口 孟知福倒到床上 反来伏去 思念此事 用什么办法 能撬开 响马的口供 后来 合一而握 他睡着了 他的服务人 也没敢惊动他 正在熟睡之际 听见外面 寒沙连天 有人进来送信 他这才知道不好 他刚到了院里头 金城牛盖 领着义军就冲进来了 结果他死在乱刀之下 府衙被荡平 仿衣把火给点着了 金城牛盖完成任务 率领本部 直奔北门 然后出门 赶奔小孤山 再说济南节度史 大帅唐帝 这唐帝和也发愁 同时呢 他还生气 心说杨敏啊 捞皮肤 你太专横了 就拿你官大的 你没这么欺负人的 想马说什么 你凭什么 这叫欲加之罪 何患无辞啊 你想把我姓唐的 置于此地啊 没那么便宜 实在不行啊 我不伺候了 拉着队伍到北平府 找我师父去 嗯 可又一想 那得实在没办法的时候 才走内部 现在还为时过早 我就不相信 这俩想马的嘴巴撬不开 他正琢磨着呢 就听见寺外开了锅子 有人跑进来给他送信 大帅可了不得 想马造反 要占领济南 哎哟 有多少人 也不知道 有多少人铺天盖地 哎哟 完了完了 快点给本帅带马 抬刀 山东节度使唐壁 听说是想马造反了 把他吓得真红出窍 在自己的志向 出了这种事情 没法向朝廷交代 急忙吩咐一声 背马 抬刀 这位唐帝 乃是武官 满身的武艺 久经大逼 跟知县 许有德 知府 孟宏公 截然不同啊 另外 他这衙门也大 光节度使衙门里 就住着五百清兵 因此他 披挂整齐是 抄刀上马 领着人 冲出衙门 他在衙门前面呢 是一片大控场 平时呢 越军用的 地势十分宽阔 就在这个控场上 与赤法 灵官 武爷 善凶信 相遇 善武爷 奉了徐茂公之命 领着弟兄 攻打杰度使压 梁军相遇 拉开了阵势 唐帝是立马哼道 借火光光盖 这时 济南府到处是 寒煞声 到处是火光 已经乱成了一锅粥了 他一手面前有一员 电连大汉 人高 马大 手中请着一条 特殊的兵人 叫金丁早阳朔 后边跟着一伙人 唐帝看法 用刀编织 当 胆大的想法 而吃了胸心 咽了豹子胆了 竟敢造反闹事 这还了得 本帅 本帅 唐帝 在 此 善武爷冷笑一声 姓唐的 谋家找的就是你 抓的也是你 而西游子 我招说 催马轮说 皮头盖顶就打下来了 唐帝横刀招架 两件兵器碰着一块 把唐帝阵里再马上一摘来 好像没摔下去 觉得虎口发马是两臂酸痛 就知道这个响马的力气可够大的 阎词加着小心 二马盘缓就杀在一处 唐帝呀 可比不了善雄心 这能呢 差着一大截 没有十五六个回合 就招架不住了 是且债且退 正在危机的时候 从西的界 像旋风一样 冲了一支骑兵 为首的一员大将 乌金甲 造罗袍 大骑马掌公 擒这一条大撇枪 三十多岁吧 来者是谁 正是山东的监军 中军主将莱霍尔 因为莱霍尔 也得着禀报 马上率一支骑兵 赶问节度使 衙门增渊 正敢遇上堂帝 在这大战善雄心 虽然说他跟堂帝不合 但总的来说 对响马他们目标 还是一致的 莱霍尔一看 堂帝招架不住了 这才大喊一声 大帅 休有战京 末将大无聊 我这家叫火 这就冲上来 堂帝 搏马退的一旁 莱霍尔 晃大铁箱 来战 善雄心 善雄心 能耐是不错 但是打莱霍尔 打不过 也就是十几个回合 把善雄心 累得 汗珠子往下支堂 这时候善雄也 偷呀 阴往左右一看 天呐 四亮四不亮 估摸着 各位弟兄 已经安全撤出北门 按三哥交代的 天亮以前 全到小姑山 长夜林会去 因此这个地方 不能恋战 想着这 善雄也 虚晃晶晶 早阳朔 拨马 跳出全脉 嘴里 他一打呼哨 带领 弟兄是奔北 逃走 来会儿 一看要跑 那能行 从一马 腰枪 财后的就注意 善雄心 是边战边吐 但是 被来会儿 紧紧的 咬度不放 想要把他 摆脱了 实在是太难了 正在这时 来会儿的 队伍后边 开了锅了 哇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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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咳咳咳 其逼 纷纷落马 发出惨叫的声音 来会儿 不知道怎么回事 西说 坏了 大概我上了当 伏被受敌 中了响马的圈套 他急忙把战马 拨回来 到后队查看 闹了半天 在后队 蹦出了个措子 小客不高 手里 琴着一把 明晃晃的鬼头刀 对作之快 是难以想象 本本乱动 难抓难拿 他就知道 这也是想马 见此人 望上一踪 一掌桌高 望下一落 生息皆无 如意给这把鬼头刀 把骑兵 纷纷 卡落马下 来会儿 催马 摇枪 奔这小客 这小客 跟他比回了四五趟 变不宁身 上了大墙 再一闭了腰 上了高房 三晃两晃 足迹不见 那不说是谁 正是小白元 豪军机 奉徐三哥所差 在中楼 放了信套 之后 当十路接应时 哪路不到 他给帮忙 他发现 善五哥被人家 咬住不放 这才从后边 下了家 隆等来会儿 回来 他又巧妙地 躲开了 侯军机 那身法够 躲快 激动灵魂 身龙 见首不见尾 隆等来会儿 整队 再尊善行信 已经踪迹不见 叫骑兵机探平 有人向他禀报 这些响马 全出百门 投奔长叶林 小谷山 各位 带着骑兵 他在后就追 天已经亮了 他也追到小谷山了 但是他发现 这个地方 太凶险了 密麻麻的树林 立时入道 卧时入虎 晚宴的山区小路 这地方藏几万人马 根本你就看不见 前者 大太保 罗芳 二太保 薛亮 就是在这块 倒的没 四十八万银子 就在这丢的 来过 回头看了看 身边只带的 二三百人 他没敢贸然进山 因此 在山外上放炮 铺碑 命人 去给唐帝送信 正当武师 唐帝率领 大队人马来到了 梁军会合 这才敢搜山 可是一只搜到日色偏西 连个人影也没看着 那么多的乡马 不翼而飞 哪儿去了 不清楚 唐帝和莱霍尔一商量 只有展示收兵撤退 派人详细防插 就这样他们收了兵 唐帝回到济南 一面出榜安民 一面命人救火 另外派出不少戏作 访查响马的踪迹 另外传令 四门紧闭 清查户口 要捉拿行径可疑之人 不然没法向朝廷交代 这一晚上 就是这样渡过去了 来火很没闲 这家回来吃完饭之后 亲自领人 搜查东关西关 城里搜查完 开始搜查官乡 意外的来到甲柳楼 听戏作向他禀报 监军大人 恐怕出事 就在这座酒楼出的事 有人发现 前些时 有不少外地人 在此聚会 逛少说 有得一百多人 他们精进干什么 还不得而知 是不是搜查搜查 甲柳楼 眼之有灵 到家里有楼一看 人去楼空 什么也找不着 他们到楼上 发现这屋里摆着桌子 下巴是八张桌 桌上的还摆着的桌 桌后边还有把椅子 还有半把筷子 在桌上放着 来火一看 这好像是个帅台 这开什么机会 有人在这坐着 甭问这是个头子 哎呀 根据细作探厅来的消息 很可能事情就发生在家六楼 可找东家找不着 找掌柜的 没有 他们前院后院 楼上楼下就搜开了 突然有个军兵说 监军大人 您看这是什么 这当兵的帝国一张纸 来回接到掌柜一看 呦 闹了半天是一张 蒙丹蓝捧 四十六有大洁败 开列了个人名单 前头有誓言 后边有人们的欠误 不知是哪位粗心大意 人家早就说把蒙丹忘了桌上去了 来回复试一看 一个两个三个 上的还有秦琼的名字 他眼睛就一亮 怪不得这些人都到山东济南 闹了半天是头笨 秦琼 对 心说秦叔宝啊 嘿嘿 这回你的小尾巴可叫我给抓住了 你外表真是君子 魅力你是个贼业 你跟朝廷有不共戴天的仇恨 你竟敢俊重闹事 樊山东炸几栏 你有多大的胆子 来回儿本来跟秦琼就不默 因此得着蒙丹如获至宝啊 留下人在这监视着 然后骑马赶奔大帅府来见唐帝 说完之后蒙丹忘了一地 你看吧 唐帝一看也傻了 心说书宝啊 贤帝 你疯了 你怎么跟响马裹在一块呢 铁正如山啊 你再能说 你也解释不清楚了 死前想后他一琢磨呀 恐怕秦琼也是乡马呀 如今跟杨云进京见黄上去了 怎么办呢 唐帝一想 啊兄弟 我想披护你 也不行了 要没有莱护尔在眼前还好办呢 本来他就跟我不和 倘若他发现我跟你比较亲近 我非吃挂闹不可呀 事到如今 我要保护不了你了 因此唐帝 跟莱护尔杀量之后 马上伸奏朝廷 禀报靠山王杨林 剑字之后 速把秦琼抓住 他是响马 是打的我们内部的敌人 另外 派莱护尔点兵五百 去查抄秦琼 因为这种罪 就护灭九族 太大了 莱护尔欣然领命 领兵赶奔秦琼 前面说咱说了 徐茂公筷子令返山东 一共传了十一支令箭 其中第十支 命贾音夫柳州臣 福泽 把家眷全接着 赞奔小谷山 两个人领命之后 确实是这么办的 唯独老秦家的人 他没接 这是徐茂公告诉他的 别人的家眷 全接着 老秦家的人 不要惊动 为什么贾音夫柳州臣 你皱眉呢 原因就在于此 原来徐茂公这么决定 不算不对 徐三也想 我二哥秦琼 眼下的身份是十三太保 靠山王的干儿子 如今进京朝见天子 说不定将来还得升官 无缘无故把他的家眷 接走 那不是不打自招 漏了麻雀了吗 你讨什么呢 恐怕对秦琼不利 另外他也没想到 老秦家会出事 因此徐茂公才这样吩咐的贾音夫柳州臣 人别人的家就全走了 就老秦家的人还留到纪念谱 哪知道 这下可惹出杀神大祸 咱们单说秦母 九月初九六十整寿 老太太从来没这么高兴过 一看心情朋友来了这么多人 给自己祝寿 老人的心就甭提多痛快了 和府上下的人也都欢天喜利 可是到了初十这天的晚上 吉南府乱了套了 义军齐 结老烦 到处是火光 到处是杀神 老秦家的人 一宿都没睡觉 老太太吓得是心惊肉跳 儿媳 孙子都守在身边 罗世信 老总管秦安 在院里头巡逻 一只天快亮了 老夫人听见喊杀声 这才消失 他让秦安到街上打听打听 究竟发生什么事 秦安答应 老头走了 可时间不大呀 这秦安 这秦安揉一声就跑回来 进屋就喊 娘啊 大事不好 这一嗓子跟炸雷色的 全家人吃惊 飞小啊 老夫人就问 孩子 究竟出什么事了 哎呀 母亲啊 是在儿上街扫问 昨天晚上 有响马造反 砸奸反育 救出成鸟筋 游军打 这还不说 他们到处放火 攻打衙门 听说知县大佬爷许有德 知府大人孟宏公 全都死在战乱之中啊 还听有人说 甲柳楼被查抄了 翻出一份蒙丹蓝谱 官府知道 上头有我兄弟的名字 这样呢 怎么我兄弟跟响马 搅到一起了 这要追究起来 就会引出掉头 灭门之祸呀 娘啊 你看怎么办 老夫人一听 好学没背过气去 转而放声大哭 一边哭 一边埋怨儿子秦琼 你一不疯 二不傻 你怎么做出这种 越轨的行为 你交的都是什么朋友 闹了半天都是不法之徒啊 儿啊 莫非 我们老秦姐祖上 缺了得了 使你误入 歧途 不给咱们家带来无边的祸患啊 一家人全哭开了 秦安也着急 他就说 娘啊 哭不是办法 一而想 官府非得派人抓咱们不可 娘啊 事到如今三十六计走为上策 赶紧准备车辆 趁着混乱之中 咱逃命要紧 哎 秦安啊 真糊涂啊 跑到哪 不是朝廷的天下呀 再者一说 老的老 小的小 咱们能跑到哪儿去呢 我现在是平田游命了 是死是活 我也不离开这个家了 但是 我不忍心 叫你们陪着我 哀悼我 一句话 大家哭开了 哭发多事 秦母指路悲声 头一个把秦安叫过来 儿啊 你随着为娘 跟我们老亲家 年头可不少了 对我们老亲家是 恩忠如山 我只说你兄弟长大成人 顶门礼物 咱们家过上好日子 你跟着也想几天福 哪知道闭门家中坐 或从天上来 你那糊涂的兄弟 做出这种违法越轨之事 给咱们家带来灾难 我不忍的 你陪着我们全家哀悲 你赶紧收拾金言气软 逃命去吧 秦安一听 眼泪耍耍耍掉下来 跪在老夫人近前 娘啊 您怎么说这种话呀 虽然我不是你们老亲戚的人 老主在日 安前马后 我们是行营不利 这些年 咱们始终没离开过呀 娘对我非常疼爱 我就是老亲戚的人了 有福咱们同乡 有罪咱们同受 掉脑袋我也得陪着 娘啊 我已经抱定毕举之心 我哪儿也不去 远陪着老娘 老夫人点了点头 好吧 秦安哪 我谢谢你了 第二个 她把儿媳妇贾氏叫过来 叫贾氏 赶紧收拾东西 抱着小孙孙情怀欲气逃命 贾氏能走吗 哭的都说不出话来了 娘啊 我早已想好了 我把这孩子 托付给乳娘张嫂 让张嫂保护她逃奔他乡 我始终要陪着娘 我是寸步不离 你傻孩子 我的好媳妇 自从你过的门来 咱娘俩始终可没红过脸 你贤惠 善良 在我面前 尽其笑道 把孩子也拉扯大了 你对我们老秦姐 可谓立下了大功 娘怎么忍心 叫你陪着掉脑袋呢 再者一说 母子连心你 怀孕 我那孙孙能离开娘吗 你逃走可不是为别的 为的是给咱们老秦姐 保留后代根苗啊 媳妇 听我的话 你就走吧 娘 说什么我也不走 张嫂啊 方才我跟你交代的 你都记住了 快收拾东西 把怀孕抱走 张嫂本来不走 贾氏夫人 激了 分家都走不可 张嫂没办法 磕了个头 腰里寄了 之前的一个小包 背起小少爷 往外就走 清安哭着送 别走前门 走后街 快走吧 远远地走啊 找个地方 眼镜埋名 等孩子长大了 告诉他姓秦 给他娶个媳妇 传宗接代 孩子也哭 大人也哭 真人这个心 就像刀隔壁一样 那么难受 人这一生 就怕生离死灭 像那老秦姐 什么事都摊上 孩子的哭声 渐渐听不着了 老夫人一痕心 回头看见了 傻英雄罗世信 世信啊 你过来 二秒 我那苦命的孩子 你自要无父无母 漂流一乡 你哥哥把你领的咱们家 虽然说你来的日期不长 我觉着比亲儿子还要亲 娘 拿你当心头的一块肉 本打算将来给你娶妻 生主 那料想如今出现的事情 把这一切全打乱套了 世信啊 娘怎么忍心 叫你不要脑袋呢 孩儿啊 逃命 去吧 娘啊 我哪也不去 这就是我家 您就是我亲娘 谁敢碰娘 我您的脑袋 孩子 别说胡话了 快走 我就不走 把亲母鸡的拿拐杖 打他 打他 他也不走 老太太没办法了 告诉秦安 赶紧把和府的人 全都遣散 之前的东西 他们随便拿 另外 你赶紧去年 辱妈 仗事 让他赶紧回来 我有急事 哎哎 秦安一一照办 其实他不清楚 老太太本来没事 年年不走 利用这个理由 把老家人秦安给支走了 秦安刚走门口就乱套了 把府门包围 别让老秦界的人给我跑了 来啊 忘你给我撑 撇枪大将来 霍尔 领兵 来到秦府 把大街小巷 全都封锁 然后 扒门 其实 那门呢 没插着 一推就开了 来会儿 挂着宝剑 带着无狼四虎的军兵 冲进院里头 他双手 拄着宝剑 扬着脖就喊 我说 谁在屋里呢 都出来吧 来啊 给我搜 当兵的前院后院里一搜不要紧 发现这么大的府 就杀人 秦琼的老娘 秦琼的媳妇 假事 还有傻英雄 罗世信 别人全跑了 真是脚前脚后 晚走一步 都给堵上了 这些老夫人 在媳妇 摄扶下 来到院里 罗世信 也跟出来 来会儿 冷笑了一声 老太太 哼哼哼哼哼 你们消息挺灵土 我都跑了 不过你放心 一个也跑不了 刺门紧闭 清查户口 说句难听的话 他就是钻到耗子洞里 也得把它扣出来 老太太 你知道你儿子犯下什么罪了吗 嗯 他有多大的胆子 勾串响马 火烧济南府 要反叛朝廷 杀官夺成了 简直是罪大恶极 所有运辜 你儿子要露了脸 你跟着享福 你儿子要犯了法 你可得跟着掉脑袋 虽然说 速日咱们有来往 但是王法无亲 本监军可就不客气了 来人 巴 当兵的拿着绳索 望上一床 要捆其怒 罗氏信眼睛都红了 把大手一伸过来 叮叭 删倒两位 再看这两位 前脸变成后脸了 把波金打转个了 来会儿一看 啥家伙 你还敢拒谱不成 他把宝剑拽出来 直奔罗氏信 罗氏信天不怕地不怕 能怕他吗 两个人也交过手 来会儿根本就不是罗氏信的对手 啥英雄一挥手 捡起一把铁锹了 轮锹便拍 跟来会儿站在一处 也就是十几个会儿 一铁锹把宝剑崩飞了 再一铁锹正拍到来会儿腰上 把来会儿打得 骂一声 爬到地上 啥英雄过来把他给摁住了 好小子 我叫你捆我娘 我把你脑袋淋里来 说明真明 搬着来会儿的脑袋就要下手 把两旁的军兵吓得全傻了 一个个刺着牙咧着嘴 都动不了地方了 这来会儿还行 粗中有戏啊 见识不妙他一琢磨 这罗氏信听说 最凭老太太的话 你没看到混 他可是个孝子啊 事到如今 我就得求老太太帮忙了 来会儿在地上求饶啊 老伯母 老夫人救命啊 老夫人救命 秦母 又气又怕都贪乱在地上了 使心住手 儿啊 你还不住手 你要气死为娘不成吧 娘啊 他这个毁蛋 你怎么还给他求情 废话少说 住手 儿 好吗 罗氏信真听话 这才气呼呼站起来 来会儿被半天劲 从地上站起来 活动活动筋骨 心说妈呀 好学没脑袋 给我拧下去 他狠狠瞪了一眼罗氏信 不敢动横的 来软的 来在秦母近前 移工到地 伯母 您可不能让我为难啊 咱们两家无仇无怨 这叫上之下派 迫不得已 您说我吃这碗饭 我能不给朝廷办事吗 我来不是为了私人的恩怨 是奉着大帅的令箭 公务在身 我要不把你们抓了去 我怎么交代啊 老伯母 您可不能让我为难啊 将军大臣 我们家的人犯了法 我们应当受国法惩处 跟将军毫无感情 好 既然如此 你就牢牢实实 扶绑吧 那绑上那姿们 不好受 都愿你哥哥 给咱家惹来的货呀 不好受 也得绑啊 老太太说得着眼泪掉下来 来一会儿 一看机会有了 分不清 啪 就在罗氏信犯犹豫的时候 军兵望上一床 左三扣右三扣 把罗氏信捆了个极其结实 一条绳子不行 加一条 还不行 再加几条 把罗氏信捆的就像个麻花木杆一样 站不住了 在地上躺着 两只手都发青 血脉都不流通了 来活一看行了 还真不错 他赏个面子 没绑其母和假式 伯母 哎呀 这位大妹子 受点稳许 跟我走一趟吧 门前有车 就这样 把他们娘俩请上了车 把秦府插封 上上大锁了 接着天已经大亮了 街面上已经稳定了 胆小子不敢出来 胆大的出来看热 一场老秦界被人家抄了 人们是议论纷纷的 有的同情的偷着掉眼泪 有的看哈哈笑 说什么就都有 书说简短 到了帅服了 来活下马 到里边见唐碧交流 跟唐碧一说 始末缘由地经过 唐碧点了点头 吩咐 把罗世信 抬到控房 严加看守 另外把秦武和假式 请进书房 让来活下去休息 等秦武 跟儿媳妇 来到书房之后 唐碧还真不错 站起来迎接 伯母 弟妹 你们受委屈了 赶紧请坐吧 这娘俩坐下之后 唐碧嗨声叹气 伯母啊 怎么说呢 我真不明白 我兄弟秦雄 他是怎么了 为什么干这种 大逆不道的事 如今 人正物正俱全 铁正如山 恐怕发不了案了 伯母 您跟我弟妹 就得受点委屈啊 虽然我是节度使 虽然我跟秦雄 有交情 但是我也无能为力 请伯母原谅 秦武苦笑了一下 大帅呀 你说的哪里话来 你这样对待我们娘俩 我们就感恩不尽了 天作孽 天作孽 有可为 人作孽 不可活呀 我们是咎由自取 于大帅喝干 大帅呀 您就不必客气了 该怎么处置 就怎么处置 该杀就杀 该寡就寡 老沈绝无怨言 伯母啊 您还说错了 因为你们官司啊 案情太重大 我这小小的节度使 也无权处置 必须把你们打秋车 装木龙送往京城 恐怕还得炉楼欲审嘛 最小也得靠山王杨林来决定 您先歇下 要饿呢吃点东西 渴就喝点水 一半天就起身上路 在路上自然有人照顾 望你们娘俩前途保重吧 万一神佛保佑 靠山王杨林 能发发善心 背不住一句话 就把你们的死罪免了 我觉得我兄弟有人缘 又是杨林的干儿子 真要是运动上人情节 大概也差不了 不一定非死不可 伯母就这样吧 恕不奉陪了 旁边说的这一摆手 把娘俩压下去 软禁在空房 在这段时间干什么呢 搜查秦府 那几十件狼子 搜的这个细劲就崩提了 后来搜出三星白玉人 白不连花万寿珍珠灯 来货跟唐碧一看 多好 这是丞相余文化机丢的东西 在秦府全抄出来 秦琼肯定是想马无疑了 起码你也是个窝主啊 把这两件宝物 也包好了 随着车辆 一同送满京城 咱们闲言少许 顶多呀 秦琼在大帅府 软禁了两天 外的一切就绪 准备了三辆秋车 来货儿 办好了公文 带好路费 盈兵五百福德押送 来货儿还乐意干这个事 此番金经 一则押犯人 二则 他办他点私人的事 一举两得 唐碧还在济南府守滩 带出来货儿 吃饱了喝足了 带着五百军兵 吩咐一声 把犯人装到车上 就这样勤奴 假释 罗世信 全被呆出来了 秦琼在头辆车 贾氏在二辆车 罗世信在最后那辆车 这球车呀 就是古时候 运送犯人 一种特质的车辆 样式大同小异 有的呢 在里边坐着 脑袋卡到外边 一般都是木质的 这罪犯带着三大件刑具 把拨锁在锁的车上 没个跑 有的干脆就是个大笼子 把盖一扣 把人装在里边 就好像动物色的 特殊的情况下呢 把这车车还都蒙上 让犯人往外看 什么也看不见 那老太太他们这三辆车 就不一样 秦母和儿父假释 就是普通的车 来会儿也清楚 你就不捆着他们 他们也出不来 没有伏羁之力呀 何况还有人看着 唯独罗石信这辆球车 脑袋可以在外头 上面是盖 盖一顿岩 有个月亮圈 正好卡在脖子这 身子在车里边 车里边还有特制的小板凳 可以在里坐着 他们知道罗石信劲儿太大 恐怕他跑了 这辆球车不是木质的 而是用铁瓢制作的 每根铁瓢也有鸭鸾粗细 罗石信一看了 他不进车 那滋味不好受 来会儿冷笑一声 好受的滋味恐怕没了 你就委屈点吧 飞进去 到了这阵 罗石信有天高的本领 也施展不出来了 军兵们七手八脚 把他抬起来 飞进球车 喀啪一声 把上盖扣延 罗石信大脑袋在 球车外边 身子在里边 然后人家把锁链 锁在车轴上 每辆球车 都是四个骨骼 前面有罗子拉着 有专门人 负责押送 来会儿一看一切就绪了 领好了公文路隐 跟唐碧告辞 这才起身奔京城 这一路上 坑坑瓦瓦 这车子 鸡灯杠荡 鸡灯杠荡 摇摇晃晃 这年仨可受老了罪了 老太太和假事 还不同 唯独傻小的罗石信 这脖子 就在这盖上卡着 一逛的碰一下 一逛的蹭一下 把肉皮都给蹭掉 仗着罗石信 皮糙肉厚 一般的人 把脑袋就摸下来了 谁管你死活呀 来会儿在头衔 骑着马引路 这一天走出 有八十里地嘛 鱼头转了个了 眼看要落山 来会儿也脚里 点乏累了 约 这是什么地方 回将军 仍然属立城县 带馆叫兴隆镇 怎么办吧 咱们就许在兴隆镇 四妹扎好帐篷 是 其实他们离兴隆镇 还有十八里 这是旷野荒郊 走到哪就住到哪 扎好了帐篷 然后埋锅造汉 来会儿 那是山东的监军 自己有个帐篷 有亲兵伺候着 摘盔卸甲 哎呀 他松松快快 穿着一身便装的衣服 踏了烫脚 洗了洗脸 躺在床上休息 有人给他泡了碗 浓茶 这时候火头兵 把晚饭做好了 给他端上来 他是没有什么顾忌啊 足吃足喝一顿 军兵开饭 军兵吃完了 开始给饭人 火头兵 拿出三份 他们娘咋 每人一份 一碗菜汤 两个馒头 里边还有块咸菜 等这时候 正敢来会儿 也吃完了 出来消化石 手里拎着马鞭子 一看送了三份 嗯嗯嗯 大人有何吩咐 留下两份 那份端回去 仨人 是仨人 那个傻子不给 饿着他 大人饿着他 这饿着 你没看到那块头吗 饿几顿没关系 我叫你端回去 端回去 哎哎 火头兵连个扁 屁没敢放 端回去 这娘俩 每人一份 来会儿 利用这个机会告诉 你们派五十个人 如日留守候最大 你们分五拨 一拨十个人 一直顶着第二天天亮 如果出了岔阻 你们提头来见 这小子交代完了 回帐篷休息去了 可是手下有人 拿这两份饭 递给亲母和家事 这娘俩吃得下去 根本吃不下去 走着这一天路 他们哭了一道 想的事太多太多了 从过去 想到现在 从现在想到未来 想起秦琼在哪 不知道 想起孩子 秦怀孕在哪 不知道 秦安跑到哪去了 还是不知道 几天前 全家人 欢声笑语 突然变化了 如今落得是七零八三 简直是没法想象啊 老太太心思油烹 眼泪都哭干了 假使 哭得嗓子都哑了 看见饭 晃了晃好地不吃 其中有个当兵的 还真不错 蹲下就劝 老人家 吃点吧 人是铁 饭是钢 一顿不吃饿的话 另外你还不知道吗 咱们今天刚走出一站来 到京城早呢 快说也得一个多月 您总不吃饭能行吗 在这说是官司 官司 爱轮到头上了 想说不起 您别忘坏处想 或许遇上好人 吉人天相 转危危安啊 您那时把身子骨糟蹋了 就喝不来了 吃点吧 你看画室开心所 秦武点了点头 谢过这个军兵 把汤和馒头接过来 就在这秋车里边 勉强地咬了一口 喝了一口汤 回过头来 告诉儿媳妇 你也勉强吃点吧 是 假使只入杯上 把汤和馒头接到掌中 刚咬了半口 罗氏信那儿就受不了了 你看他那皮盒多健壮 他一看都给吃 就不给他 傻英雄可招了急了 在里边晃着大脑袋就喊 娘呢 嫂子 我饿呀 我也要吃啊 老太太和假使问听 心里就一翻个 饭也吃不下去了 本来秦武就是非常善良的 对罗氏信格外的疼爱 一看把孩子饿成那样 他能不心疼吗 他就跟好说话 一个当兵的商议 问你能不能高个手 把我们娘俩这汤 和馒头给他吃 怎么样 哎呃 这 这 法财将军吩咐可不行啊 还不管什么罪 我们都领了 也不能把人活活 饿死了 可也是 据说这犯人临处展以前 还得吃顿掉头饭 每条刑法上也没有饿死的罪 好吧 这当兵的结果呢 就递给罗氏信 啥英雄可搞得性 身大手刚要接 哪知这十个人当中有个少长 这家人听不懂 他刚上厕所回来 一眼看起来 哎 我问你怎么回事 吓得那个当兵的一哆嗦 汤也撒了 没敢忘理送 少长 他 他没有吃的 那娘俩不吃啊 我咋算给他 吹你妈的 一巴掌 把碗给打到地上 摔个粉碎 他们也撒了 他把馒头夺过来 全都撇了 少长狠狠踢了这个当兵的两脚 他把招死了 方才监军大人说话 你听见没 哎 你敢维抗将军的命令吗 你回那边 他下来说不出话来了 别的当兵的给求情 少长大人 他可能那时闹肚子 他没听见 这事难怪 您就高过手 饶了他就得了 下不为力 听不听 再有这么一回 把你的屁 结果罗世晋 什么也没得着 这罗世晋可不干了 在球车里就喊上了 我饿啊 我要吃饭啊 我饿啊 他用两只大手 抓住铁条 一个地儿的摇晃 跟一头狂尸一般 当兵的怎么摇晃他也不听 这一乱不要紧 惊动了来火 这家从床上坐下 拎着鞭子出来 怎么回事 回监军大人 这傻子 他说他饿了 要吃饭 他说他受不了 是吗 我看看 来火 来到球车附近 看了看罗世晋 哼 你他妈真是 不知道发愁的鬼呀 眼看要刮你了 你还没忘了 吃 我告诉你 你老实点 本兼军已经吩咐过 给谁吃的 也不给你吃 但是我还不叫你数 剩下的菜汤啊 你可以喝点 一路之上 你也就对付活着 我告诉你老实点 你要不听话 本兼军对 你可不客气 来火 那个大坏蛋 你小子他妈 不是人 你敢骂我 来火 急了眼了 把鞭子轮起来 照着罗世晋的脑袋 啪啪啪啪啪啪 这顿臭 结果把罗世晋打的 满脑袋上都是口子 鲜血淋漓 来火打了一会儿 也累了 拎着鞭子他走了 当天晚上 下个大雨了 罗世晋的伤口 被雨水一淋 简直是痛物骨髓啊 你别看他傻 他也有傻心眼 他心里一琢磨 要这样下降 我可活不久了 这个来火 如此残忍 我落到他手里头 就死无丧生 之地 傻英雄 罗世晋 一看天降大雨 挨娇这滋味太难受了 府内无尸 满脑袋都是伤 被雨水一浇 就好像隔肉似的 那么疼痛难当啊 别看罗世晋傻 并没傻实心啊 他心里盘算着 来火儿没安好心 要活活把我折磨死 与其那样死 就不如来个痛快 他往事外一学嘛 周围一片 雷声 鱼声 把其他的声音 全都淹没住了 傻小子一想 我要跑了是最好不过 把我娘和我嫂子 全都救走了 试试看 想到这儿 他就做开花了 首先 他别把脖锁拽断了 因为脖子 咱们这根锁链 挺粗 一直从到球车 下面的车柔上 要换旁人啊 这门都没有 根本没有这种设想 罗世晋 则不然啊 他乃是本套书上的 头一猛 要多大劲 有多大劲 傻英雄 也是鸡子 两只手 把铁链子 扣住 两只脚 踩住 秋车的笔板 浑身 咋力 没拽动 他又缓了口气 这劲儿养足了 开始第二次拽 真把铁链给拽折了 幸好 余声挺大 拽折铁链的声音 根本听不出来 傻英雄心里的高兴 又看看手上 戴着手肘 这手肘是木头的 形状像手扣子 两旁边包着铁皮 把手腕子给卡住 又锁 要一般人 我如何整不开啊 傻英雄 你想去他妈的 我手腕也不要了 他垫在科学盖上 脸皮砸力 开始掰着手肘 费了几次劲 终于把手肘掰折 但是再看着这两只手 连皮带肉 撕下几几大层 简直是血肉模糊 到现在傻英雄 也顾不得疼痛 开始 手肘脚上的脚料 鲜言少许 仗平的力气大 把脚料也整端了 剩下来 就是如何把这鞦车 能给张开 这是个铁质的鞦车 每根铁条 都有鸭轮粗细啊 傻英雄 两只手腾出来 他抱着一根铁条 用大脚 蹬着另外两根铁条 翻晃两晃 把铁条变弯 这空还小点 他又使劲 变得能出去了 这才算拉倒 就这样 他把脖子上面的叉销 弄开 把杆掀开 从这空头出来了 罗世新也没想到 这一出了鞦车 真好像小鸟出了笼里 傻英雄 活动活动 惊苦 高抬腿轻落足 走了两步一琢磨 我得吃饭 这心里太难受了 白天他注意了 前边不远 那帐篷 是做饭的地方 大概里面有盛吃的 我去悬门一口 他仗着胆子 摸进去了 可晚上做饭的地方 哪有人看着 下这么大雨 军兵全累了 都沉沉睡去 到里面如露 无人之境 看是看不见 拿手摸吧 后来他把龙屁摸着了 盖尔仙 给一伸手扭 馒头还热乎着呢 傻英雄可高得性了 蹲到地上 这一把就是五个 两只手就抓了十个 左右开弓 往嘴里塞 一扒的嘴就是一个呀 甚至连嚼都不嚼 虎咽狼吞 吃了十六个馒头 嗯 嚼着这阵 可能是差不多呀 有一磨有桶 里头有瓢 它崴出一点的茬子茬是菜汤 干脆也不使瓢了 把大桶召起来嘴对嘴 长流水的咚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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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咚 喝了那有半桶呢 这回喝饱了 这啥子本来就有劲 再一吃饱了如同哺忽声 若实心一想 我娘和我嫂子都没吃 把东西要给我 被那个坏蛋撇了 我得拿点 让我嫂子跟我娘吃 他把龙体盖掀开 又揣了十多个馒头 拎着那只桶 晃晃悠悠 来到球车附近 秦母和贾氏 那身体哪架得住这么折磨呀 早都睡了 罗世信晃着球车 压低声音才是叫 娘啊 娘妹 早早 吃点饭吧 一开始 这娘俩没听见 后来终于听见了 老太太睁开眼 一看 孩子 你怎么出来了 在那里男生 我出了 溜达溜达 我弟儿 这可是犯些掉头之罪 孩子快回去吧 我说什么也不回去了 娘啊 我请您跟我嫂子找我哥去 来 这有馒头 你们吃吧 孩子不行啊 那可是找死 罗世信这回不听话 把馒头塞到秦母怀里 又给甲氏塞了 回头看看没人 他把两辆修车的套背着自个人尖把 本来这是伤口拉的 可这位也豁出去了 单背叶双举呀 杀英雅 杀英雄就玩了 拉着这两辆车 在风雨的掩护之下 笨正心就下去 老太太不敢喊 假式也不敢喊 跑出害怕去 没词了 罗世信 一步一步往前拉着 一开始走的挺冲 他毕竟是个人哪 走出十五里地来 走不动了 杀英雄两条腿 只多算累的是 通神是汗 他站住传承气 抬头一看 什么时候这雨晴了 他不知道 又一再从头顶飘过 看来这天是打开了 正在这时 杀英雄就听见 身后是人寒麻酥 在前面上追呀追呀 他知道追临上来 你想 那值班的人能都睡觉吗 其中有个打的嘴 上厕所去尿泡庙 尿完了回来查看一下 你少见 三辆秋车剩下一辆 而且这一辆秋车 盖先给铁条也弯了 里头空无一人 急忙禀报 大将来会儿 来会儿又要梦中惊醒啊 到外面一看可不是 哎呦 要了我的命了 这么重要的策略 这么重要的差事从我手上溜走了 那天啊 两辆球车 靠在一棵树下 把这套盘子树上头 然后开始找兵人 哪有兵人 可是追兵 已经近在眼前了 罗斯基也是一股鸡劲 往旁边一看 有棵树 族能有对掐粗 哎 这棵树长得挺直的 就是它吧 罗斯基哈的腰 以倒拔垂扬柳的功夫 哎 哎 哎 把这棵树是连根拔起 罗斯基鸡叮叮叮叮 这兵人可真好啊 抱着个大树 奔军兵就来了 但说来会儿 已经看见秋车就在眼前了 面前一条黑乎乎的大汗 正是罗斯基 心说这小子 跟一头雄尸差不多少 这样叫他跑了 官兵不得得死多少啊 无论如何 我得把他抓住 这回要抓住你 干脆我把你的蓝筋 先给你挑了 省得你跑 说着话 吹马摇枪直奔罗斯基 他们俩朝人见面 有什么好说的 祖宗奶奶 臭骂了一顿 然后就交了手上 罗斯基鸡这棵大树 这帮平安对付 往这树帽子 树枝树叶树叉 这一大片方圆 都有两三大 莱霍尔是一条枪 这玩意很难忘拜布了呀 把莱霍尔的眼睛也给戳了 脸蛋子也滑破了 呜呜呜呜呜 难堂难架呀 来会儿一探呢 把倒了血没了 这小子是人吗 有用这种东西打架的呢 来会儿没办法撤在一旁 命令军兵往上冲 军兵往上一床 把罗斯基鸡包围了 罗斯基鸡还高兴了 哎呀这才过瘾呜呜 来来来 咱们比划比划 哎 他拿这树当大条说的 横扫军兵一扫就一大片 哭爹叫妈是刀枪乱飞 打着打着脚着不过瘾 把大树一吊个 用树根这头伐人 把树帽子甩到后边 经过一阵紧张的搏斗 树枝也砍掉了 树叶也没了 光剩个光秃秃的树干 和一些树根 哎 罗斯基鸡觉得这回啊 比方才使得还零遍 他是直奔来会儿 轮速就砸 来会儿横枪望是一架 倒了没了 正架到树上 这树根 它里边有土啊 要不震它不出来 这一震不要紧 这土全下来了 哗一声 撒得来会儿满脸全是 把俩眼还给迷了 来会儿一看不好 是搏马便跑 他一跑当兵的都跟着跑 罗斯基鸡 叫这眼前发话 一看官兵退了 他把大树扔到地上 呼呼之船出气 吐 吐 宰子 再来我 我还拿大树 少你们 后来他一想 干脆快走 要我一个人 怎么都好办 我还有老娘 还有嫂子呢 转回身来 他把车盼 接下来 往肩头上一扛 拉着两辆车 是急性奔心 这阵老夫人 假事都吓死过去 是人事不行 这回可他省话了 罗斯基鸡也不言喻 那位说 他怎么不知道 把娘俩放出来呢 其实罗斯基鸡真想放来 他一想 你说我娘又走 走不了 又没有车 又没有马 不是背着 就得抱着 我嫂子吧 我还得架着 要那样的话 这账怎么打法 反不如他们俩 就在车里待着保险 我拿车拉着他们 等前边 一旦遇上有车了 或者能顾着牲口 我再把他们娘俩 放出来也不晚 这个傻家伙 还真有傻心 就这样往前拉了 能有十二里 追兵 又傻 别让我侯 再跑 别让他跑 原来来回 拜上去了 找地方 就收拾眼睛去了 当兵得把他眼皮翻过去 给沙土 全都给充敬了 他缓了半天 才整个眼睛 这眼泪哗哗哗下之烫了 竖了口把鼻子眼耳朵眼的沙土面的冲净 来会儿一想绝不能叫他跑了 不然的话我这条命可就保不住了 那皇上是龙眼无恩怪罪下来 背不住 我的家就得遭到灭门之祸 上天入地我也得把他们碾上 因此来会儿从长队伍 再后就追赶 杀英雄一看不好是绕走杀路 就这样又把来火他们远远甩到后边 因为说可能嘛 人家的速度快怎么能甩得下 就得说罗世信初中游戏 原来他是空行人 他比较方便 到石拉的前边 他先上去 把两辆车车挨车给滴了上去 他走超道 来会儿带着军兵 比走大道 不好走地又上过去 就这样他站了翘了 一直到那半夜 罗世信一看后他没有追兵了 他长出了一口气 再往车里一看 这娘俩跟死人差不多 罗世信可急坏了 娘啊 嫂子 你们醒醒 怎么都不说话了 急喝完了 他把两辆车 拽到山崖后面 一片树林 在这傻英雄 就觉得这个脑袋 嗡 头重脚轻 眼皮打架 已经有点支持不住了 罗世信一想啊 还得吃点饭 吃饱了 精神就上去了 来会儿追上来 我接啥跟他打卡 可让我头一摸 也不知什么时候 把这十两个蛮子还跑丢了 那就歇一会儿吧 两辆车车在树林 他靠着树林的边上 往那一坐 背靠了一棵树 脑袋一摘得睡着了 正在这时 来火而第六次 冲到罗世信面前 这小子改变了战术了 飙着他们进了树林 他指挥军兵 全都下了马了 趴到十拉子后 他静静的挡着 估摸着他们睡了 来会儿手提大枪 灭足前宗 摸进树林 仔细一看 傻家伙在对面 一棵树下睡着了 来会儿暗咬钢牙呀 罗世信啊 罗世信 你能量再大 你也没逃出我的手心去 这回我一枪扎你个透心凉 我把你的脑袋送到京城 上面要怪 我就如实的演讲 带着这家伙实在是危险啊 他想着这儿 到了罗世信进前 阴阳一合吧 对着罗世信的钢房 九十一枪 这家可下了绝情了 立王羌臣 使出最大的劲 罗世信是全然不知 就在这紧要的关头 不知道哪儿 飞了一块石头腿 这石头腿 正大的莱霍尔前手就手背上 啪 把莱霍尔腾的 这手一哆嗦 枪 就改了路线了 没刺的罗世信脖子上 正扎到树干上的 扛持着一下 扎进去有半尺多深 再想拔这枪 拔不出来了 就在这时 把罗世信给惊醒了 傻英雄睁开眼 一不论脑子 哎呀 小子又来了 伸手 他把大枪的枪挡 给抓住了 飞起了一脚 正蹬到来会儿腿上 来会儿战力不稳 是转身就跑 傻英雄一只脚蹬着树干 两只手抓住枪杆 嘿 下来 下来 呸 把大铁枪拔出来 用手掂那掂那 正合适 这归我吧 手提大枪 他就追出树林了 来会儿 有家伙都不是他的对手 何况赤手空拳 吓得他魂不服地 来会儿是 傻马领兵就跑 傻英雄从山的半腰 一直把他们追到山根下 跑得快的就是跑了 跑得慢的 被傻英雄给撵上 就穿了蛤蟆了 他也没数 大概扎死的随便 没有三十也差不多 啥英雄一看来会儿跑一晚了 他也不追了 哎对啊 车里还有我娘 我嫂子呢 我还得回去拉着他们 接茶跑 找我哥哥去 提着大枪 来到树林 结果完全出乎意料之外 技术人一看两辆 球车是不翼而飞 连车带人 全没眼 别 走 这回傻子可着急了 围着个树林 左一趟右一趟连的寒再走 结果 住进街屋 罗世信就觉知个脑袋一热 头发根都竖起来了 傻英雄俩俩眼发指 就犯了傻劲 娘啊 嫂子 你们被来回儿给整走了 我上了当了 我跟来回儿完不了啊 这一阵狂笑阵的山谷都硬不硬 这傻英雄皮着腔 冲下山来 边走边寒 奔济南府就下来了 他认为着 中了莱赫尔的记了 我一定追莱赫尔的时候 有人绕着我后边 把两辆车给撑走了 我回济南府去找去 肯定能找着我娘跟嫂子 其实他这么想啊 也在情理之中 但是没有这么找的 哪有边走边喊的 乐一阵 哭一阵 娘啊 嫂子 哥哥 来回儿 唐碧 一说就一串 叫谁谁的名 那里头也包含着一定的意思 比如说唐碧 跟我哥哥是爸兄弟 你们俩那么好的交情 你怎么能忍心下手呢 来回儿是仇人 娘跟嫂子丢了 她又不知道秦琼在哪 所以这个嘴里是嘚嘚咕咕 跟疯了相似了 要说饿了 有人家要口吃的 不给就抢 渴了 啪的喝口就喝一口 也变不出中西南北来 反正往回来走 能有两三天的时间 她才回到济南城 到这天早黑了 城门已经关闭了 傻英雄围着济南城 转了半圈一琢磨 不能叫城啊 叫城人家也不给我开 还得抓我 干脆我越城而过 罗世纪有能力 别看胖高 但是还挺灵晓 就这样 她到了东北城脚 利用抱脚子的功夫 两只脚蹬着 两只手攀着 大枪背在身后 一步一步 爬上城头 在城上顺着马道下来 到了济南府街里了 到了街里上哪儿去 先回家 拐弯抹角 到了秦府 傻英雄迈步 上了台阶 还砸门呢 逛逛逛 逛逛逛逛 娘啊 开门呐 儿子回来了 娘呐 喊了半天 没人答应 傻英雄一抬头 这才发现 狮子插花的 疯疲 疯着 大锁锁着 我谁把我们家锁上的 哎呀 咖啥 把锁掰起来 推开门 他进了院了 进院还喊呢 娘啊 你再无门 而我回来了 嫂子快给我 整点吃的吧 都把我饿死了 先奔老太太的房 进了房中一看 空障了 光剩下一张床 桌子四条腿朝天 两把椅子东倒西外 冷冷清清 是烟森可怕呀 他转回身 又奔秦穷的屋 一看也是如此 空荡荡 声息皆无啊 傻英雄 这才想起来 对呀 来回领人 把我们家给抄了 我上哪儿找人去 看来我娘 跟我嫂子都没回来 一定是被 来回领带到衙门去了 想着这 他心如刀脚 双手抱着脑袋 往院里一蹲 发生痛哭 哭了半天呢 这心脚都痛快了不少 罗斯兴一想 哭又是没有 来回领的佛知道 就在五楼东 那个胡同里 头一家 我哥哥办事 常领我 从他们家门前路过 我却踏 你这老窝 想着这 提着大铁枪 来得接着 发开两脚腿 一拐弯 转了胡同 头一个门 就是来回的佛 啥英雄 站住 揉揉眼睛 一看 就是这 大门关着 脚门开着 脚门旁边 还停着两辆车 其实话 这车可不像 我娘 跟我嫂子坐的 这车挺华贵 说明他们家 有客人 他用手一推 脚门开着 傻英雄 一咬牙 买花 你收拾我娘 跟我嫂子 我要你家子的 狗心 傻英雄 罗世信 见老娘 跟嫂子丢了 把他疼得 就发了疯了 回到家中一看 支离破碎 空旷无人 罗世信 爆头大哭 哭半了多失 他恨起了来会儿 提着大铁枪 到莱霍尔的府 偏看着脚门开着 如入无人之境 他就进了院子了 可因为呢 他头一次来 不知道莱霍尔 在哪间房子待着 也不知道 莱霍尔回来没有 他跟四外学 这么着呢 遇上两个巡逻的哨兵 哨兵一看 进了一个人 身高过丈 手里还拎了一条江 就知道情况不妙 谁 你是什么人 罗世信一看坏了 举起大铁枪 左右开弓 啪啪 正消到这二位脑袋上 这两具尸体摔倒在地 幸好 没被旁人发现 罗世信也没收尸 从他们身上迈过去 仍然寻找来货尔 东撞西撞 正好走进大厨房 皮鼻子一闻 你真香哎 馆饭了 先吃饱了再说 罗世信也真能吃啊 连杆子 带西的 稀里呼噜 吃了个勾满豪瓶 酒足饭饱 他把嘴抹了一下 拎着枪 离开厨房 最后啊 他找到那批 一看 窗户子刷白 里边传出说话的声音 隔着门窗望 里边一看 哟 扭完一家路窄 来货尔 正在屋呢 还有个人陪着他 两个人不知正商计什么 就见来货尔 时而皱眉 时而待笑 在旁边 还站着几名保镖 屋里都不超过十个人 来货尔 追赶罗世信 几次都失败了 结果把人还逼了 傻小子以为 母亲和嫂子 被来货尔 给骗回来了 实则不是那么回事 来货尔也没见着人 可这小子一琢磨 我把犯人给丢了 我怎么交代 他也有点害了怕了 领着残部回到济南之后 一头扎进府里 就犯了惆怅 后来把几个幕僚 请进内室 帮着他出主意 想什么办法 能开脱罪名 把这些幕僚也积坏了 两天来没出户 起码来说 在唐碧面前 就没法交代 另外来货尔跟唐碧 两个人还不合 倘若被唐碧抓得一招之错 那就更麻烦了 后来有个姓赵的幕僚 给他出个主意 说现在这个消息 暂时封锁 别让唐碧知道 把你手下的人买通 最好是保密 然后准备大量的金银财宝 派专人送到京城 去运动岳王阳宿 只要岳王千岁同意帮忙 一句话 官司完了 找什么借口 也不能给将军添罪 来货尔一听啊 这倒是上策 今儿晚上 这事刚上级完 但是 还有个为难的事 岳王阳宿啊 不太好打点 给他送礼的人 多如牛毛 他那好东西 见过的太多了 来货尔虽然有点钱 恐怕都难以满足岳王的欲望 后来来会儿啊 把家里之前的东西 全抖了出来了 摆了一桌子 让这些人帮着他挑选 你们看 什么东西 可以取得岳王的关心 我也豁出去了 倾家荡产也在所不惜 正这时候 罗世新来了 要是旁人呢 得考虑考虑后果 这傻英雄可不想这个 就值得报仇 他一看来货尔赛乌 眼睛就红了 把掌中大铁枪一晃 断 一脚把房门登开 像头狮子死 他就抽进来 来货尔啊 小子 还给我老娘跟嫂子 这一嗓子 真好像打了一声闷雷 把这屋站着 几乎是摇了三摇晃了三晃 来会儿抬头一看 吓得得温飞破晒 他真没想到 这傻子怎么跑他家来 真将一场噩梦相似 眼下 他就跨着一口宝剑 来会儿 蹦跨凑 把宝剑拽出来了 指挥两旁的人 挡住 把他堵住 抓住他 这些人都知道罗世信 厉害 一个个是呆若目击 还没等他们反应过来 罗世信就掀下了家伙 把这条大枪轮起来 当棒时候 屁叫啪啪 哎呀 一转圈 全给爆销了 打得是脑僵蹦裂 有的前后给扎了个透堂 此时横躺 说 就剩了个来会儿 来会儿一看不好 白宝剑也拼了命了 跟傻英雄站在一处 但是他这个能呢 比不了罗世信 他本来就怕这傻英雄 一伸起手来 就发怯 你说这仗还打得赢吗 三不愣两不愣 他这宝剑正碰在铁枪上 啪 绕 宝剑飞了 罗世信 顺枪就炸 来会儿也是鸡了 往旁边一闪 砰 把大枪的枪头抓住 他可就入了死口了 两个人在屋里头 就夺开这条枪了 真好像走马灯 想 你给我 你给我 我就不给你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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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后来这枪也没躲过来 两个人就撕打在一处 罗世信抓住他的带子 他掐住罗世信的脖子 两个人是满地翻过 终于 来会儿的力量 没有罗世信大 被傻央雄压在身下 罗世信伸出大手来 掐住他的脖子 另一只手腾出来 把拳头轮到空中 就像冰雹响死 把来会儿打的眼珠子都冒出来了 最后 腿一蹬 脖儿一耿耿 咽了这口气了 沙阳兄还以为他没死呢 把大枪捡起来 对准他的胸膛 咕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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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咕 罗世信这才觉着痛快,仰面大笑,哈哈哈哈哈哈,娘啊,嫂子,你们在哪儿呢? 哈哈哈哈哈哈,这人就是疯了,弄得满身是血,拎着枪,晃晃悠悠,离开内兵,往外就走,他们这么折腾,别人能不知道吗? 不过谁也不敢沾边啊,全躲在四面暗中偷看,等罗世信再前不走,他们再后边跟着,一只来到监军府门外,早有人到帅府给唐帝送了信了,唐帝听说不好,马上点兵三百来到出事地点,正好跟傻英雄打了个照片。 唐帝一看这位,这身上全是血了,就知道来货是凶多吉少,其实唐帝啊,非常喜欢罗世信,秦雄在节度使衙门供职的时候,罗世信常来找他哥哥,一来就跟唐帝谈一会儿,要不是因为他傻,那唐帝早就保取他的官职了。 如今一看,罗世信变成这般模样,心里是又疼又气啊,没有办法把掌中大刀一晃代替军力,军兵们月牙行,把罗世信就包围了。 唐帝马望前提用刀点指,对面,是金氏梦奔,罗世信吗? 罗世信这阵,清醒了一心,揉揉眼睛看了看,啊,你不是唐帝儿吗? 唐帝一听这别扭,啊,不错,正是本帅。 我请问你,来户儿现在何处? 将我给打死了呢,又给扎了几十个眼儿,已经归位了。 啊,罗世信啊,你可知你身犯什么罪名吗? 你竟敢闯入监军府,杀死监军大人,已经犯下不赦之罪啊。 前面的账还没结清,你现在又欠了新账啊,看来你是没法活了,本帅一公之公,只有对你下手了。 来来,冲,把他抓住。 军兵没办法往上一闯,把罗世信包围了。 傻英雄这会儿,是妖礼夜冲牌,谁玩跟谁来啊? 偏是王大,我是王二,把一切都豁出去了。 因此他把大铁枪轮开了,横冲四面,立挡八方,往前一冲,一条血胡同,往后一脆,就倒下这大骗子。 他是大开杀戒,眨眼的功夫,叫打死打伤军兵五六十人。 躺避离老远看着,心中真称赞了,罢了罢了,这家是个人了,真是天下无敌的好汉。 但是,恐怕你这条命是难以保住了,要把你放走了,我怎么向朝廷交代,想到这儿分飞成镖弓箭手。 这弓箭手可厉害。 五十个,各拿长弓打箭,冲到队伍的前面,对准罗石信是一顿盲射。 啪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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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啪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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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啪它。 就觉得这是尖头上 朗不丁麻了一下 一临头 呦挨了一尖 刚一愣 腿肚子上 又挨了一下 傻小子 心中暗想 这带尖的筷子 谁也受不了 一会儿就得把我射死了 干脆我跑吧 他忍痛扶伤 磨头就钻了骨头 谁也不敢拦着 一边跑 他一边利用这个机会 把两只剑拔出去 闹了半天 这剑带倒须钩 还带出两块肉去 那也就是罗氏剑 换旁人趴在那儿中不了了 军兵们在后的摇旗大喊 唐毙督着队是紧追不舍 追到北关来了 可正往前跑着 面前闪出一道河来 当兵你看这回他跑不了 你没长翅膀 你蹦不过去 这回他跑不了了 抓住他 到河了 其实他们没想到 罗氏剑比他们还高兴 因为他天生的水量 看着水了 知道自己死不了了 傻英雄兄回头看了看 别送了 再见 他飘到水里了 堂毙追到河边 密军兵燕河射箭 其实射了半天 白沸进 罗氏剑趁入河底 他不但说水性大 在水里还能睁眼 像一条大鱼似的 他在河里头乱闯 转来转去 顺着水流 到了北关的水门 原来这条河通到城外的护城河 是活水 只是城下的呢 有一道铁闸 这铁闸也是用铁条编成的 谁可以来回流通 傻英雄走着走着 叫着咣当一声碰上了 用手就摸 哦 是这玩意儿 他把大铁枪插在泥地里 然后腾出双手来 双臂较力 把铁条搬弯 把枪抄起来 他从这空钻出去了 那军兵还在城里射箭的时候 罗世信找到了城外的护城河 后来求到潜水 他才爬到岸上 拼了拼 城里还像开锅似的 罗世信心中暗笑 你们折腾你们的 爷爷走了 他就奔西北方向跑下去了 按一下唐臂不提 单说罗世信 这一口气跑出来 没有一百里地也差不多少 最后金匹利一 爬到地上 他就睡着了 幸好是旷野深山 没被人发觉 等醒过来之后 揉了眼睛 皆差往前跑 饿了怎么办呢 找着人眼 到里面掏口饭吃 人们都以为他是个野人 见着他就吓跑了 傻英雄不管这套 翻出吃的 吃完了之后 接茶往前走 现在他心里只有一个念头 找哥哥秦琼 可是秦琼在哪 他不知道 他奔的是哪个方向 也不清楚 就胡咯八度往前跑 饿了就强 吃得渴了 啪的喝口喝口水 困了躺地就睡 就这样 就不是一天 这天傻英雄 正往前跑着 走到一片深山 也不怎么的 他跑到挨头上来了 这大石辣子 高有百丈 傻英雄走到这 一看没路了 哎哟 我哥哥在哪呢 哥哥也 全完了 他感觉着头重脚轻 往石辣子上一趴 是沉沉睡去 这一觉 也不知睡了有多长时间 后来四行飞行 他扔在石辣子上趴着 突然就听见山脚下 马挂乱铃的声音 不但有马蹄子声 还听见有人喊 秦琼 那你走 兴起的你 跑不了了 我不下马 等待 何时 又是 你已经 本家你整肯了 嗯 这声音是来自下的 他手扭着 石辣子 叹声望下看 闹了半天 是盘山道 一前一后 跑了两匹马 在头前马上的 正是要寻找的哥哥 秦琼 秦叔宝 往秦琼的马后关桥 追了一匹马 马安桥端坐一轮老将 金盔金甲 大红袍 手里倾着三瓶 大砍刀啊 正在追赶哥哥秦琼 傻羊雄以为是做梦 后来才知道这是真事 哎呀 哥哥 不必担心 我在这儿呢 但是 这么高的 石喇子 他又下不去 这样蹦起 非摔扁了不可 他集中生日 哎 把旁边一块巨石 他抱起来 这块石头 少说也得有千斤 对着石刀 那老头 他就抛下去了 那位说 下巴是秦琼 一点都不讲 现在 咱得把秦琼的经过 做一详细交代 前文书咱说了 靠山王杨林 带着十三家太保 进京朝建 片子 其实杨林 这次进长安 心事重重 非常不痛快 自从新军登基之后 他们军臣还没见过面呢 按国家的制度来说 是君臣 按他们家来说 杨广 是杨林的亲侄子 靠山王杨林 在燕海登周 耳朵都灌满了 听说杨广登基 重用杨树和语文化基 狼狈为奸 坏事都干尽了 老百姓怨声塞道 因此杨林 就恨上杨广 和语文化基等人 这一次 名誉上是朝建天子 实质上 杨林暗下决心 要清军策 重整朝纲 把语文化基等人 一网打尽 不整顿朝纲 恐怕这个国家 就完蛋了 他是怀着这种心情 进京的 可秦琼呢 本不愿意跟他来啊 那家里那么多的事 能离得开吗 要怕杨林 对自己产生怀疑 迫不得已 只好跟着他来 这一路上 秦琼的心呢 跟开了锅了似的 第一 挂念程咬金 由云达 不知我这两位兄弟 脱险没脱险 我那徐三弟 究竟用什么办法 能反几男去救他们 要想起老娘来 心里头不定得多难过呢 受其刚过 我匆忙就离家出走了 我娘得怎么想呢 哎 总而言之 秦琼这心呢 都简直撕碎了 但是尽管心里头 怎么沉重 怎么着急 脸上 装得若无其事 该说说 该笑笑 一天到晚 陪着靠山王 谁也没看出 破绽 这一天往前正走 来的临统 杨林一想 离这京城不远了 今天就在这儿住一夜 可住在管役之中 还没等吃晚饭 就听见管役门外 开了锅了 有人怜呼带叫 有人吆喝 杨林就一愣 究竟出了什么事呢 秦琼 在 你领着两位弟兄 出去查看 而遵命 秦琼带着罗芳学亮 来到管役的门外 一看呢 有好几百老百姓 都在地上跪着 头顶壮子 口口声声 要求见靠山王 靠山王的亲兵不答应 正在驱赶百姓 因此才发生骚乱 秦琼喊立正 不要缅他们 大家静一静 亲兵们 这才助手 用十三太保 您看看吧 这些老百姓起哄 非要求见王爷 说什么 他们要告预创 哦 带我外外 秦琼到这一问 其中有个老头说 说我有个老女儿 被岳王阳素给抢起来 活活的给打死 气失荒疆 人命关天 难道就这么算了不成吗 老汉我豁出这条命 不要了 我也得告岳王阳素 有道是王子犯法 庶民同罪 难道说他打死人 就不偿命吗 秦琼又问一个老太太 老太太的这孙女 被岳王阳素给抢去了 非要霸占成王妃 姑娘不答应 被岳王阳素 活活的鼻子 人有人证 物有物证 也来告状 结果秦琼一问了 大同小姨 不是女儿被岳王阳素抢了 就是孙女被霸占了 秦琼一句皱眉 让老百姓等着 他尽管一见靠山王阳林 如实的讲说了一遍 阳林一直的气坏 这个 心说阳素啊 三地 照这样子下去 咱们随朝的江山弯了 你真是胆大妄为 情同禽兽啊 这一次我进京 年能不跟你好好算算账 阳林想在这儿 披生斗篷带着十三家太保 亲自到管义门前 接见百姓 赶紧围拢上来 望上叩头 口呼一问吧 阳林说 诸位啊 谁也别怕 你们有什么冤居 只管向本王 讲来 靠山王阳林 在临统管义的门前 接待喊冤的老百姓 结果这几百人 一口同声 告阳素和语文化姬 而且都有撞子 杨林听完了 气得 被子都要炸了 让秦雄 把所有喊冤人的撞子 全都收集在一起 然后用好言安慰 让乡亲们回家 十天之内听信 保你们一家团聚 老百姓千恩万戒 这才饭去 原来啊 这靠山王阳林的声誉 是比较高的 在隋朝的官员当中 人们认为他 最铁面乌司 最正直 所以才敢于上这来喊冤 对于这一点 秦雄也是非常钦佩的 到了第二天 杨林起身 带着十三家太保 才进着长安 首先先回到靠山王府休息 虽然说杨林 常年住在燕海登州 但是在京城 仍然有一座 非常气派的靠山王府 到回京就在家里住 府上的人一看 老王子回来了 非常高兴 杨林在家休息了两天 写好了本章 命人诉的皇宫内院 赶上三六九大巢 他带着十三家太保 赶奔五朝门 结果一看大使所望 原来这五朝门紧紧的关闭 门前冷冷清清 皇上没射朝 杨林把皇门官找了一问 黄门官说 最近几天天子龙体不爽 正找太医给医病 因此不能射朝 杨林就是一个 那位说杨广 有病吗 没有 光算 他最惧怕的 就是靠山王杨林 他知道这位二叔 是黑脸的 那瞪起眼睛 就讲道理 从小 这杨广就怕他这二叔 听说他回了京了 借着他的本章 杨广干脆就闭门不见 心说多暂 你呆腻呗了 离开京城 我再公开露面吧 可靠山王杨林一听 有病怎么办呢 只好不见呗 因此靠山王 搏砖马头 往回走 走到半道上一想 不行 我得上岳王杨树的府 我看看杨树干什么 把老百姓喊冤之事 查清 就这样 又到了岳王府 十三家太保在后的 紧紧相随 等来到府门外 把马带住 杨林村 叫长使来见 叫岳王将见 等了很长一段时间 岳王府的长使 叫杨生 从里边跑出来了 跪倒在马前 王家千岁 千千岁 卑职靠见王家 你是什么人 我是本府的长使 监祖管 奴才叫杨生 哦 那杨树 严何不来 阳接本王 回王爷的话 我家王爷 前些日子得了病了 后来呢 有人给介绍 华山的一个老和尚 能医百病 所以呢 于十日前 已经起身 但华山了 不再福住 这么巧 他得什么时候回来 最快也得年底吧 杨林一看 这杨生说话 眼珠之传 说话没笔气 就知道这是瞎话 哦 皇上不见我 杨树也不见我 你们打算把我蹲到京城啊 可你们想错了 这一次 我要不查出个眉目来 不把我想要办的事情办了 我是绝不离开长安 你想躲你也躲不了 杨林打定主意 吩咐杨生 好吧 既然你家岳王不在 那么本王也要到里边休息 我替他代管家务 是奴才尊旨 王爷里边请 宫门大开 靠山王带着人 气呼呼走进阎安宝殿 原来这隋门带 杨坚 亲哥仨 杨坚是老大 靠山王 杨林是老二 岳王 杨树是老三 那靠山王 为统一大随 立下血汗战功 名列前茅啊 连老祖 杨坚 在日 对这位兄弟都尊敬的不得了 何况现在的死阳帝呢 满朝文武提到靠山王 谁不尊敬 谁不害怕 那么人家哥哥到兄弟的府里来 哪个敢拦着 这跟到家也差不多 靠山王升坐阎安宝殿去 居中而坐 十三家太宝 陪伴在梁乡 杨林一边喝着水 一边问这个杨生 我且问你 你们越往得的是什么病 他要问 可能是操劳过度 浑身疼 奴才也说不清究竟是什么病 嘿嘿 别看我不是医生 我能知道他是什么病 他得的是心病 是 也许是心病 我再问你 你既然身为常识 又是越王府的总管 什么事情也瞒不了你呀 我不在京城这段时间 你们王爷整天都干些什么 说 哎哎 我们哎呀 我们王爷管的事太多了 陪王半价 执掌朝纲 还得过问 五辅六部的事情 而除此之外呢 有时候还代理名词 什么 他还代理名词 可不是这么的 老百姓打官司告状 有时候也找我们王爷 好一个代理名词 幸亏他这么办 他给老百姓带来无穷的灾难 我再问你 杨树抢了那些民间的妇女 现在藏到何处 他抢这么多女人 想干什么 这奴才实在不知 杨生啊 我看你有点欠揍啊 要说别人不知道 有情可原 要说你不知道 这叫欺人之谈 算了 恐怕这么问你 你也不能老老实实讲 罗芳学亮 再再 把他拖下去 揍一摆鞭子 狠狠的打 就打了 是是 这下把杨生拽起来 衣裤拔掉 轮起鞭子 这顿臭 哎呀 哎呀 弹了 哎呀 咬了 就在阎安殿下 把杨生打得这满地 翻滚之小狗叫 其实知的内情的 都非常高兴 因为这个杨生这小子 狗杖人士 顶不是东西 岳王杨肃 干这些坏事 他都给出个点子 杨肃想干什么 都叫他负责 抢这些妇女 都是经他的手 因此他不敢说实话 而且平日 他仗着岳王杨肃的势力 胡作非为 眼里他没人啊 和湖上下的人 见着他 都褪毙三舍 连个气都不敢喘 这下子 狗眼看人低 溜须溜地要命啊 从来没吃过这亏 因此今年挨揍 有不少人 为之心中高兴 几十鞭子打下去之后 杨生这小子一想啊 干脆我说实话了 我为岳王杨肃卖这个命 我犯不上啊 那靠山王杨林 也没说打我 就打杨肃 他也得受着 我何必把命打上去 王爷爷 我可对不起你 我说实话了 想着他往上叩头 别打了 王爷别打了 我说呀 我说 拖回来 像拖死狗一样 把他拽上来 这小子喘了半天劲 一边磕头 一边说 回王家千岁 抢了那些女人 都在后院的暗室之中 关着呢 一共多少人 四百七十五人 嗯 都是经谁的手 办的这事 我说 是王爷派我去的 好吧 倘若你想活命 你现在就听我的 我派人跟着你 把这些妇女 全给我放出来 带到银安宝殿 本王要问话 奴才尊治 他都起不来了 有俩人架着他 罗方学亮 领人跟着他 赶奔后院 要半个十分左右 他们回来了 哎呦 带来那个妇女一大天 哭哭啼啼 走进银安宝殿 有人就喊 滚下滚下 还不靠见王爷 这些妇女们 一个战战兢兢 跪到一地 杨林点了点头啊 静说三弟啊 杨夙 这笔账 我是非跟你算不可呀 你不是个人 纯粹你是个畜生啊 好端端的随手 就得断送在你的手里 杨林喘了一会儿气 让心平气和了 亲自问话 问了一会儿 不爱问了 把秦琼叫过来 让秦琼处理此事 可见他对秦琼啊 多么信任 秦琼呢 先把林同管役 贴的那些壮旨 摆在桌上 诸个何时 点名对号 哎 您别说 基本都对上了 问明原因 跟壮旨是一核对 一模一样的 全都核对完了 最后剩下16个人 这16个人没壮子 还有的壮只有 没有人 后来经过查识 明白怎么回事 原来呢 有的人虽然被抢了 家里不敢够壮 没那笔钱 也打不起这场官司 认倒霉了 所以呢 光有人没壮子 还有一种情况 剩下几张罩子 没人 后来问杨生 这才值得 这些人已经被逼死 或者被打死了 全都查识完了 杨林告诉罗方学亮 马上派人 把这些受难的女子 送回家去 确保他们路上平安 安慰人家的家属 每个受难者 发白银 二十两 对死的 发放白银 一百两 要妥善 办理后事 等把这些事 都处理完了 这些妇女 才知道 靠山王杨林 是顶顶的清滚 山湖千岁 千千岁 含着眼泪散去 杨林 尝出了一口气 觉得办了这么件事 功德无量 他乐着看看秦琼 心说 秦琼真是好样的 够个帅才 我这刚儿子算收着了 老王子刚儿要退下去休息 有人上来禀报 王爷 这几百名女子都打发走了 唯独有一个女子 她不走 非要求见王爷 单独有话说 哦 这一女子现在何处 在殿脚下后面 船 时间不大 把这女人带上来 靠山王福西 哎呀 这个女人长得太美了 细条条的身材 瓜子脸尖下壳 有红似白的领腮 弯门的眼眉 一对水灵灵大眼 鼻似玄胆口若桃花 玉米岩牙 元宝的耳朵 满头青丝法 举止稳重 真是难得的美女呀 虽然长得俊俏 可透着庄重 虽然是庄重 还透着几分风流啊 看样子不超过二十五岁 就见这女人 跪倒在桌案前面望上磕头 小女子参见王家千千岁 平身站起来讲话 谢王爷 这一女子家住哪里 姓自名谁 你家是干什么呢 银河落到岳王府 不要害怕 要从时几行来 王爷开恩 小女子姓张 我叫张子燕 现年二十二岁 我爹 是大隋朝的官员 身为御史台的御史 哦 你爹也是当官的 他叫什么名字 张敬忠 张敬忠 哦 我想起来了 闹了半天 你是张敬忠之女 正是 你爹现在何处 你怎么落到岳王府 一句话张子燕哭开了 这才把经过讲述一遍 闹了半天 张子燕 还有个哥哥 叫张成金 现在身为明州的祖兵官 他父亲是御史台的御史 要提起张敬忠来 有名的黑莲御史 对皇上和大隋朝的江山 赤丹忠心 原来的御史呢 是阎官 就好像如今的监察部 发现有贪官无力 发现有不轨的官员 他就得如实的向皇上上奏 皇上本身有什么不对 他也得直言上见 不爱听我也得说 那么一般的御史都贪生怕死 献媚取宠 唯独张敬忠不然 他发现老贼约化姬 和岳王杨树作恶多顿 列举了罪状二百款 上达骗子 在隋阳帝的面前告了他们一状 请求万岁 按律之罪 结果倒了没了 那岳王杨树 和老贼语文化姬 那是隋阳帝的红人 换句话说 没有他们二位 隋阳帝也不能登上宝座 因此苏阳帝把本章给扣了 根本不过问此事 俗话说没有不透风的墙 后来被宇文化姬和杨树 知道了这件事 就恨透了张敬忠 他们千方百计罗之罪名 最后说张敬忠 背后武骂皇上 对朝廷不满 犯下大不敬的罪名 同时张敬忠和他儿子张成金 勾结想马要图谋不轨 你看他们这么说可就有效了 隋阳帝立刻降旨 把张敬忠革旨查办 交刑路言行审讯 终于驱打成招 问成寡罪 抄家密门 可探张玉使一家 一百四十多口都惨遭毒手啊 张子彦是在刑场上 被老贼宇文化姬给救下来的 因为在行刑以前 需要验名正身 宇文化姬亲自讨的是监长官 在行刑之前住个查看 他发现张子彦乃是绝代的家人 故此把他给放下来 把其他的人全上了 用一乘小药送到岳王府 给岳王千岁开亲姐妹 同时 他马上派人拿着大令到明州 去调张成金 张成金一听 父亲和一家人惨遭杀害 一怒之下 他造了烦了 领着部将和军兵 能有一万来人躲入深山 至今下落不明 就他逃到了 张子彦被送到岳王府 岳王大喜 本来想霸占他 结果张子彦是至死不偷 幸亏啊 岳王的王妃 尽是 发了善心的 他很喜欢张子彦 就要到自己的身边 当了使女丫鬟 不准岳王贴近 这才保住他的清白 张子彦一直没有忘记家里的仇恨 梦想有一天 能冲出荣牢 告岳王杨树和语文化地 给爹地一家人报仇 没想到今天 靠山王杨林来了 因此他仗着胆子 先来告狱状 当靠山王一问他 他哭着 把家里的遭遇 就讲述一遍 靠山王听完之后 把眼睛闭上 这心里很不是滋味 嘿嘿 完了 完了 大随朝的江山 这就要完了 古王今来 很多朝代 亡国就亡到这种人之手啊 看来本王这次进京 来得比较及时 我不把杨树和语文化 你这帮人收拾了 这江山绝对是保不住啊 杨林想吧 对张子彦说 子彦姑娘 对于你的遭遇 本王深表同情啊 你受了很多很多的委屈 你所说的事情 本王全都听清了 这样吧 我给你文言五十两 你先找一个可靠的人家 前去后信 隆等本啊 面见天鹅 一定给你家 冤暗昭雪 还让你恢复小姐的身份 你看如何呢 王家 我 我不愿意走 哦 你还愿意留在岳王府吗 非呀 我听说王爷 为了大随朝的江山 南征北陶 立下十大汉马的孤老 为了国家的江山 终日奔忙 连王妃都没娶 当然谈不到有子女了 听说王爷最喜欢儿女 这样吧 如果王爷不嫌弃的话 我愿认您为义父 我给您做个干女儿 终日守在别的身边 不知王爷 愿意否 哦 紫燕 你说的事实 这是女儿一片心意 哈哈哈哈 说得好 说得好啊 杨林一听太高兴 张紫燕真聪明 一句话说到这心窝里去 杨林没有王妃 要不怎么收这么一大帮干儿子呢 光有干儿子没干姑娘 就因为没有合适的 你看张紫燕 人长得也漂亮 胆子也大 也能说出身也好 杨林能不高兴吗 可老头要说呢 有些爱口之处 张紫燕 张紫燕说 就不同了 杨林格外欢喜 当即赵准 张紫燕真会来事 跪倒磕头 口称跌跌 跌跌长 跌跌短 把个杨林乐得连北都找不着了 一肚子气 烟消雾散 杨林吩咐一声 就在岳王府的阴安殿 举行庆祝宴会 罗芳学亮下去去张老 不多一时酒宴排下 杨林居中而坐 把十三家太保叫上来 给张紫燕做了介绍 杨林说这样吧 这是你十三位哥哥 你们以兄妹相称 紫燕挨个都施了礼 然后大家鬼坐 张紫燕给义父敬酒 给十三妹哥哥敬酒 阴安殿上是笑语浑声 这会儿天就要黑了 杨林就多贪了几倍呀 因为他高兴 可忽然之间 靠山王想起一件事 我过的是如麻生涯 每一天盔甲不立身 但是我得替别人着想着想 就拿紫燕来说 这么好个姑娘 在我身边守着多有不便 不管怎么说男女有别 再者说我的军营之中 都是男子 多了这么个女人 有多不方便 她今年二十二岁了 身大秀长 应当给她许配个人家 那就好说了 想着这儿 她问张紫燕 好了 为父打算给你找一家序 你可愿意 任凭爹爹做主 那就在我十三家太保之中 给你选吧 你说 你看什么一个了 只要你说出来 为父就给你做主 靠山王杨林 给一女张紫燕提亲 让她在十三家太保当中挑选 不管是谁 只要你相忠就行 杨林呢 也太直爽了 就忘记女孩家的心理了 当时这么多的男人 张紫燕扫得是粉面通红 把头低下来 大太保罗芳 趴到爹爹的耳边 说了几句 杨林一笑 这才醒悟过来 哦 哈哈哈哈 是啊 为父也许太高兴 说话过于直率 不过这也算不了什么 有什么 有什么 咱就讲什么 紫燕啊 既然你感觉到羞涨 那么为父 我替你来挑选 说着杨林 一手李的白胡 一手端着酒杯 两只眼睛 落到十三位太保的身上 上下打量 看看张紫燕 再看看他们 这十三位太保 除了秦琼之外 都非常高兴 谁不喜欢娶一个 如花似玉的妻子啊 尽管他们都成了家了 也想娶一个美妾 因此 都把脸扬起来 舔胸跌度 每个人都运气 希望杨林选中 紧望前几 恐怕杨林忘了他 唯有秦琼 躲着人的后边 把头低下 秦琼是什么心 根本一点外想也没有 杨林看了看 只有秦琼和张紫燕 是天生的一对 秦琼越躲 还越躲不开 那些人往前凑 还粘不上边 世界上的事 还就是这样 杨林把酒杯放下来 秦琼 耳塞 你过来 秦琼站在桌子前边 杨林命令他把头抬起来 看看秦琼 瞅瞅张紫燕 然后仰面大笑 哈哈哈哈哈哈 紫燕玩 你看看 他要做你的女婿 你可愿意吗 其实张紫燕 早就乡中秦琼了 只是没法说而已 紫燕姑娘 把头低得更低了 杨林就知道 他默许了 还没等说话 秦琼哭通就跪下 跌跌圣明 而有下情回禀 别说了 别说了 秦琼啊 你没张嘴 我就知道你要说什么 你是不是说 你已经有了妻子 而且有了孩儿 不便纳妾 而正是这个意思 哎呀 秦琼啊 好汉取三妻 这又算的什么呢 为父做主 将紫燕徐配你 作为一妾 为什么我要这样安排呢 你母亲 给你取妻甲氏 生子秦怀育 那就继承你们老秦妾的后代相间 本王无子啊 我给你娶个媳妇就是子燕 将来生了个孩子 叫他姓杨 继承本王的后代相燕 这叫一子两不绝之法 你愿意 你愿意 也得愿意 不愿意 也得愿意 爹爹 别说了 好山王当时脸沉起来 秦琼不敢违背了 多谢爹爹 一切请爹爹安排 哎 这就对了 吴雨昌眼顺者微笑 哈哈哈哈 罗芳学亮 在 在 你们是当哥哥的 今天你们就多辛苦着点 啊 罗芳啊 你赶紧赶奔靠山王府 集夜晚间 就叫他夫妻完婚 这叫趁热打铁 吃则生变 把我的王府 临时改为十三太保府 张灯结彩 好好收拾收拾 你负责安置新房 准备花轿 办成之后 肃报我之 儿孙命 罗芳走了 他告诉学亮 马上传我的话 就在这座延安草殿 作为拜花堂之所 让他们夫妻完婚 以示祝贺 儿孙命 你杨林这脾气 说出来就这么办 马上众人齐动手 给秦琼 张子燕 书西打扮 换上新装 就在岳王府的延安殿 是大袋花堂 然后双双 待见爹爹杨林 古药手奏着药 岳王府是一片 笑于昏声 杨林这可高兴 就甭提了 这酒精喝的就过量 秦琼给他敬酒 张子燕给他敬酒 杨林看看 秦琼瞅瞅 紫燕 拉着他们两个人的手 激动的说不出话来 孩子们 希望你们两个人 白头偕老啊 只要你们过得好 本王死也就闭上眼了 张子燕一笑 爹爹说到哪里话来 您筋骨强壮 能瘦活百岁 是吗 你真会说话 借你积燕 但愿如此啊 哈哈哈哈 来来来 每人都有赏 一醉方休 喝喝 祝贺王爷 祝贺十三太宝 一只喝得定更天了 杨林呢 就叫着头 有些发沉 眼睛有点睁不开 他很少喝这么多酒 也很少这么高兴过 但是并不糊涂 杨林心说 这么晚了 怎么罗方还没回来 这新房还没布置好吗 这孩子也太捉笨 领兵打仗行 关于这生活的事情 他就欠研究了 秦琼啊 在 你到十三太宝府看看 新房布置得如何 天也不早了 把紫燕接回去 你们安歇了罢 而尊命 秦琼转身走了 杨林往下看了看 那些人喝得东倒西歪的 杨林告诉 谁累了 谁下边休息去 结果一会儿走仨 一会儿走五个 银安殿上 就剩下张子燕和杨林 妇女二人 子燕格外的高兴 他不为别的 心说 我能跟秦琼败了天地 我就有了依靠他 秦琼十三太宝 又是盖世的英雄 有他在 就不愁给我家报不了愁啊 另外我有这么好一副靠山王 从今以后 我算有了好归宿 有了好靠山了 因此他也格外的精神 一个劲来的让酒 后来杨林喝的 趴在桌上都起不来了 正在这时就听见一阵极臭的脚步声音 齐拍棍 再把他进来 王爷 有一件大事 哦 什么事情 山东来了紧急的公文 请王爷过目 杨林勉强着 执起身子了 把眼揉了 心说山中有紧急的故事 什么事 莫非是有关想骂的事吗 呈上来 是 齐拍官双手 成闭官 杨林揉揉眼睛 尽量往灯下凑 眼睛发花看不清 张子彦 手端银灯 站到杨林身旁 爹爹 我给您照着亮 好好好 杨林结果里 你看就是一愣 上那插着三根鸡毛 用火印封着 下边坠着十万火鸡 插鸡毛 就是代表不是一般的公式 插三根鸡毛 就是十万火鸡 杨林还不明白这个 赶紧把风头撕开 信仰取出来 八搭里边还标出一种物件 杨林眼也花了 把这种物件放到旁边 把信展开关桥 是唐帝亲手写的 大致的意思是说 悲知山东节度时 唐帝 靠见王家千岁千千岁 只因江阳大道 承耀金 被押在县衔大牢 悲知能正想审讯 没想到山东的响马 俊中千余人火烧几南城 已经造势闹反 九月初十的晚上 他们砸牢反域 抢走承耀金和油军达 逃进到小湖山 悲知 以竭尽权力围剿 无奈这些责任 甚是猖狂 已经逃之夭夭 现在追捕正在继续之中 另外 我们在搜查的时候 在甲柳楼 发现了一张蒙丹蓝铜 上面有十三太宝 秦琼的名字 以查实 秦琼本身不但是响马 而且是个窝主 那承牛二人 接黄杠的事情 与秦琼有关 因此悲知 只好查抄了秦琼 将秦琼的母亲 兄弟 妻子 搭车装目龙 已经借往京城 求王爷法洛 上写着签 下坠着万 杨林不看便大 看完了 大叫一声 气死我爷 这 这是咱们何事 他赶紧把眼睛揉了揉 又仔细地看了两遍 张子彦端着阴灯 在旁边站着 子彦姑娘 也念过书 也看得清清楚楚 张子彦好像没把阴灯掉了 心中暗阳罢了 我的命怎么这么苦 时日望找一个丈夫 有了依靠 没想到这个丈夫闹了半天是想骂呀 我真没看透秦琼 怎么能干这种事情 他这么聪明伶俐 为什么跟这些匪徒交在了一起 看杨林的口气 看他的气色 他已经把秦琼恨之入骨 他就犯下掉头灭门之罪 秦琼一死我 依靠何人 这封公事怎么不早来呢 这事也拜了花堂 公事也到了 我可怎么办 张子彦都要爆炸了 但是在杨林面前没敢发作 眼泪忘多离掉 身上就哆嗦成一个了 因为杨林有气 也没注意这些 杨林用手 一拍桌子 啪啪啪 气死我爷 气死我爷 真是可杀 不可溜 怎么了 由于他一季度 酒劲上来了 喝的太多了 好像没吐了 身子一摘的 张子彦把灯放下 把杨林给扶住了 别别 您可要千万保重 哎 没关系 你退在一旁 杨林又把这蒙丹兰普拿过来了 仔细看了看 尚有四十六人的名字 这第二个就是秦琼 他眼睛 他眼睛转一转 就把眼闭上了 啪的转上 不言喻了 别别 您怎么了 要觉着身体不爽 您赶紧休息休息吧 子彦 这封信 蒙丹兰兰普 可恨,可恨,可杀,不可留。 反复地他重复留十几遍,声音由高变低,时间不大,杨林睡了。 这是燕那吃酒吃的态度,不能自主了。 张子燕一看杨林睡着了,轻轻地退到外务。 心里就开了锅了,怎么办? 看来,老王也下决心了,是非啥秦穷不可的。 其实啊,张子燕整个猜错了。 杨林恨的不是秦穷,恨的是唐帝。 对于这封信,对于蒙丹兰普,他根本就不相信。 他认为唐帝啊,在跟自己耍鬼把戏,这是诬陷好人。 拿秦穷来说,他家称人质啊,那么聪明的人,家里那么有钱,他能当响马吗? 这纯粹是唐帝啊。 那么秦穷一直没离开自己左右,他怎么能跟响马参与在一起呢? 杂奸繁育跟他有什么关系? 无论如何他不相信,秦穷会干这种事。 至于这个蒙丹,肯定是捏造的。 唐帝为什么要这么干,就因为我逼得他太急了,我先令他破获此案,他没法向本王交代,故此道打一趴,无中生有。 没想到你胆大妄为,栽赃陷害,竟害得我儿秦穷的头上,真是可杀不可留。 可张紫燕哪知他心理活动呢? 他就认为秦穷是非死不可的。 张紫燕在屋里他转了几圈,意想不行。 我已经跟秦穷败了天地,我们就是夫妻,活着,我是老秦继的人,死了是老秦继的鬼。 我不能看着他掉脑袋呀。 我的想法救他一救,让他赶紧逃离虎口,可是我一女子,我怎么能救得了他呢? 后来他一想,干脆,我到靠山王府给秦穷送个信,引尽夫妻之意。 可是自己这身装束,能离得开王府吗?出入也不方便了。 张紫燕后来想出个主意来,卖部来到外头,把职业班的亲兵叫来了。 听到,王爷有令,让你们准备一匹快马,一套戎装,给我送到银安店,有用。 诶,是,亲兵知道怎么回事儿,就知道张紫燕是靠山王的赶女儿,十三太保夫人,她说话就是命令,就要干什么就得干什么。 时间不大,马匹准备好了,一套戎装,一个准备商,戎装就是当兵的穿套。 窥头,甲兆,砍尖,腰刀,腰带子,鞋子,全套。 张紫燕把亲兵打发走了,躲到平丰后面,赶紧把这套衣服穿上了,女扮男装。 然后,把蒙丹这封信,全揣在自己的怀里,走了两步又回来了,往摔岸上一看,靠山王阳临的虎服,大雁,令旗,令箭都在这儿。 因为靠山王执掌兵权呢,随时随地,有事情要处理,这些东西不能离开她,人到哪儿,这东西带到哪儿。 张紫燕也是官宦家的女儿,对令箭的重要,她太知道了。 她一想要叫金穹逃走,没有令箭,怎么能出得了成呢? 因此,她伸手就抄起一支金匹大令,这种令是万能的,见令如见靠山王啊,调兵遣将干什么都行啊。 张紫燕把令箭背到身上,心里蹬蹬直跳,回头看看靠山王的房间,眼泪掉下来。 心说,父王对我天高地后之恩,我可不应该背着你干这组事儿啊。 但是,秦琼是我的丈夫,相比之下,我还是跟秦琼近啊,望爹爹你体谅吧。 擦完眼泪,他迈步到一晚店外,上马往外就走。 您说这府里府外,亲兵位队少得了吗? 一经发现刚要盘门,他把大令万空中移举,别人见令,连话都不敢问了。 很顺利的,他冲出岳望府,搁马转圈,直接问阳林的府啊。 时间不大就到了,甩凳立安票去坐机,上台阶往里就走。 门上也有人啊,赶紧把他拦住,站住,干什么呢? 奉王爷大令,来调十三太保,以令箭为平。 哦,是是是是,十三太保正在正房呢? 用手一指,张子彦把马拴好了,登登登,赶奔正房。 闹了半天,这新房啊,早收拾好了。 大太保罗方,又难过又高兴,难过的是,想了一回白想了,这么好的美人没落在自己手里。 高兴的是呢,秦雄娶了这么个好媳妇,爹爹难得这么高兴。 哎,我还得了不少赏资,哎,这也就算行了,因此他喝酒也喝过量了。 他早就回了府了,到府中沉沉睡去,因此也没见到靠山王杨林。 秦雄,秦雄恢复之后,一看,秦王收拾的金碧辉煌,样样就绪。 尽管如此,秦雄这眼眉就凝得一块儿了,把他愁得还生叹气。 秦雄心说,这怎么办? 现在陈雄今游君达被押在大牢之中生死未卜,我那些弟兄们都干什么呢?不清楚。 徐茂公怎么想办法能救得了他们俩呢? 可千万事情成功可别出事了。 想老娘,想妻子,想傻兄弟罗世晋,想老哥哥秦安,所有的人都想到了。 秦雄可不能泪生双翅飞回济南。 可又想到,我解法妻子假事如何贤惠? 我,我又娶了个妾见着他,我怎么解释啊? 哎呀呀呀呀,真吵死我也。 秦雄不但不高兴,心里都堵了个大嘎巴。 正在屋里犯愁,就听见脚步声音。 秦雄一抬头,一看进来个漂亮小伙儿。 开始他没认出来,一转练的功夫,他看出来了。 哎呀,这不是张福燕吗? 你穿着一身戎装,这是要干什么? 结果秦雄啊,怀疑了,这是一场误会。 认为张子彦老大不晓得了,大概等不及了。 上这儿找自己入住房来的。 我这儿没接的人自己登门了。 这姑娘脸皮有多好,你这么做,就不怕旁人耻笑。 不成,秦雄的脸穿了,就沉起来了,怒目而是。 姑娘,你,你改办庄宿这事,可以。 不接自来,也不怕旁人耻笑。 不成,本来张子彦心里跟一盆火似的。 见着秦雄把这一度的话说了,没想到刚进屋,就来了一雷头风。 听了秦雄这两句话,真好像冷水泼头,万丈高楼,一脚当空。 紫燕姑娘两腿一软,好像没瘫到地上,气得脸色苍白,浑身立斗。 呜,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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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什么呢? 紫燕,我希望你自尊自愧,如没有什么事情,赶紧回扶去吧。 我问你啊,张紫燕一听,真想转身就走。 心说你这样的该死鬼 我救你干什么 可又一向不能 作为夫妻 既然我来了 我就得把话说清楚 因此张子彦冷笑了一声 秦琼啊 我的十三太宝 你摸摸你的脑袋 还有吗 好 秦琼倒吸了一口冷气 他听出来了 张子彦话里边有话 子彦姑娘 我希望你说个清楚 讲个明白 这话如何解释 张子彦一看时间紧迫 干脆就告诉他吧 秦江子彦是这么这么这么回事 秦琼这才明白 哎哟 我屈亡了好人了 撩一副跪刀在地 子彦 你就是我的救命 恩人 也是我的好先亲 干脆 干脆咱们一同逃命去吧 张子彦笑着点了点头 秦将军 有你这句话 我就领清不过了 我总然为你死了 我也死而明目 张子彦 舍身冒险 来见秦琼 把经过 讲述了一遍 秦琼这才知道 张子彦是个好姑娘 方才对人家非常失礼 感觉得很过意不去 秦琼说 姑娘 既然如此 是非之地 尊能久留 你我双双逃命才是 张子彦苦笑了一下 将军 我是不能给你当累赘 事在紧急 你一个人快走吧 不 姑娘 说什么 咱们两个人得一起走 有道是 拜了花堂 咱们就是正式的夫妻了 焰有分离之礼 紫焰点点头 秦将军 既然你承认 我是你的妻子 我非常感激 足死久全 我也就闭上眼了 将军 我有一事 拜托 什么事 快说吧 我赴张敬忠 死在昏君阳广 和宇文化姬手中 我还有个哥哥 叫张成金 原来做过明州的祖兵 现在下落不明 倘若有一天 你要能见着张成金 对他要好生照顾 助他一臂之力 给我们老张家报仇雪恨 将军 就是来生来世 我杰草贤 我杰荐贤 南报万一 望将军前途珍重 快快逃命 紫焰 说什么 我也不能把你一个人 愣的事 要走 咱们一起走 不 现在是什么事 将军 你如此耽误时间 大祸就要临头了 你看 那是谁 张子彦用手 往秦琼身后一尺 秦琼以为真来的人了 回头一看 没人 就在这刹那之间 就见张子彦 握住腰刀的把恩 灯黄藏狼一声 把腰刀拽出来 往脖子上一旦一狠心 是横刀坐上 啊 子彦 等秦琼反应过来 为时已晚 张子彦已经崛起身亡 秦琼急得直跺脚 好激烈的女人 正在这时 中门一开 从外边走进一个人来 二哥 现在是什么时候 你怎么还不走 秦琼大持一惊 擦擦眼泪 回头一看 正是好朋友 上官迪 这个上官迪呢 在杨林手下 身为二品中军官啊 跟秦琼交情之后 要没有上官迪 那秦琼活不到今天 他怎么来的呢 原来上官迪 正在王府里 职业班 有个旗派领了门军 前来见他 说十方台 有个人离开了王府 我们发现这个人 是女扮男装 乃是张子彦张姑娘 穿着一身军兵的衣服 还拿着一只大令 冲冲忙忙离开王府 不知上哪儿去了 我们问他 他说奉了王爷所差 另有公务 上官迪心中暗想 幸亏是向我禀报了 这要叫靠山王知道 还麻烦了 究竟这葫芦里 装的是什么料 我要看个数一落实处 就这样 上官迪跟别人没打招呼 轻装微服 来在十三太保府 门军当然不能拦他了 等他来到厅堂外呢 听里边说话 隔着门缝你看 正是张子彦跟秦琼对话 说的那些话 他全听见了 一直到张子彦横刀自杀 秦琼的时候放声痛哭 上官提车在进屋 一把把秦琼的手给抓住 二哥呀 事极异 杨林随时随地 都可能带兵来抓你 你赶紧快些逃走 秦琼不住的擦眼泪 这子彦 这如何处置 二哥 我替你想个主意 干脆就地挖个坑 把他掩埋 将来有了机会 前来遗失 这叫凤土为安 再没有别的办法 来 我帮你的忙 就这样哥俩动手 用腰刀保剑 把方砖撬开 在里边挖了个坑 把紫彦姑娘的尸身 轻轻放在里边 秦琼还脱下一套衣服来 给姑娘盖上 然后用涂掩埋 把方砖又盖好 秦琼默默地祷告 自言 在天之灵莫散 保佑我平安脱险 迟早有一天 我要为你全家 报仇血恨 然后跟着上官帝 哥俩离开十三太保府 有人把战马牵过 哥俩个飞身上马 秦琼问上官帝 贤弟 你准备跟我走呢 你这还回王爷府 二哥 支里包不住火呀 那杨林非常狡猾 迟早知道我是怎么回事 到那时我再想逃跑就来不及了 不如趁此机会 咱们弟兄一同逃走 秦琼打了个嗨声 贤弟 为了我 也诛连了你 我觉得运心不忍 二哥 这是什么时候 你怎么还说外道的话 快走 等兄弟二人来到顺畅门 门君给拦住了 干什么呢 秦琼把大令望上一举 奉靠山王所拆 出城 另有公 快些 开锅落索 是 门君验过大令 不敢不遵 搅起千金杂本 开了城门 放下吊销 弟兄二人 吹马 就离开了京城 他们两人 取路赶奔通关 恨不能 泪生双斥 飞出显力 但是秦琼呢 荒雕马 非常快 上官敌 这匹马就不行 口也老了 马也慢 秦琼还得救活着他 心里着急 嘴还不能说 他们一只跑到东方发白 就听见深耗 响起了马蹄的声音 咔 秦琼呢 握住铁骨梁 回头一看 不好 但见风卷旗号 有一只青旗兵 从后边追出来了 为首的老头 正是靠山王杨林 咱们前文书说了 秦琼跟张子彦败了天命 杨林非常高兴 结果这酒喝多了 等他睡醒了一觉之后 觉着口干舌燥 杨林也没睁眼 就喊 紫燕 紫燕 拿水来 连喊数声 无人回答 杨林一想啊 大概子彦没在乎 也可能被秦琼给接走了 哎 忍着点吧 他头一摘位 又睡到了 等第二觉醒了 他不困了 上了年纪的人 往往叫非常轻 脚着嗓子眼有点冒火 杨林起来 晃晃悠悠来到厅堂 等坐下之后 把水壶拿过来 喝了个饱 这只清醒多了 心里头就想起 没睡觉以前那些事 济南府来临分紧急公文 是唐碧来的 唐碧在书信之中说 秦琼乃是响马 与捷黄杠的响马还有关 而且秦琼的家也被抄了 秦琼的老娘 妻子傻兄弟罗氏剧 打修车装目龙 送往京城治罪 哪能有这种事 唐碧啊 你真是胡来啊 没想到 你害来害去 害得秦琼这头上 我岂能如意 杨林一想 我再把这封信 从他到尾好好看看 但是开个朝霞一走 没有 把屋翻到了 也没有 他就知道这封信 被别人拿走了 后来他又发现 丢了一只金匹大令 这下杨林很着急了 喊了一声 来来 职业班的军兵来了 跪倒在地 杨林仔细询问 在我睡觉的时候 什么人进了我的延安殿 又是什么人离开了王府 手下人不敢隐晦 如实地把经过讲述一遍 杨林这才知道 张子彦女扮男装 拿着大令走了 毫无疑问 唐碧的信 蒙丹兰普 也被他拿走了 他为什么要这么做 杨林并不傻呀 全明白了 哦 我喝酒喝多了 说了一段糊涂话 我恨的是堂病 可杀不可留 可能只愿怀疑了 认为我要杀秦琼 可不放心 才偷了我的令件 拿着东西找秦琼去了 杨林想得这乐了 这才叫一日夫妻 一百日恩哪 到底还是向着他丈夫 老王心中暗想自愿 你想错了 我能杀我儿秦琼吗 王爷恐怕言及误会 吩咐大太保罗芳 二太保学亮 赶紧去十三太保府 叫秦琼和张贼 哥俩领命去了 过了好长一段时间 两位太保复命 说紫燕姑娘下落不明 秦琼也不知上哪去了 府里是个空的 啊 杨林命三太保四太保 各城门查问 时间不大 三太保四太保复命 说秦琼和上官邸两个人 用金匹力炸开顺长门 已经奔推官方向逃跑 杨林一听可急坏了 心说秦琼啊 你怎么不认清楚就跑呢 把个上官邸还给我拐走了 这是天大的误会 无论如何 我得见着你把话说清楚 因此杨林吩咐一声 大一马 太霸 他领着十二家太保 领了这三十名骑兵 就这么出了顺长门 载货的就注意下来 一直追的天亮 把秦琼他们碾上了 秦琼一看怎么办呢 事到如今 就得决一死战了 他跟上官邸商议 先弟 你先行一步 于兄弟 我阻挡一阵 二哥 好山王可厉害 带着这么多人 恐怕你要吃亏 贤必放心 我心里的优体 你快点跑 在前边等我 上官邸明知的自己功夫不行 这匹马脚力又慢 干脆 别耽误秦琼的事 就这样 他驳马继续往东跑 秦琼是倒转马头 一台腿把虎头造金枪摘起来 抖两抖颤三颤 横枪立马 再次等候 在这时 杨林就追到眼前了 靠山王把双手一摆 十二家太宝 左右分开 三十名骑兵 在后头保护着 杨林匹马来到秦琼的马前 老头不但不生气 非常喜欢秦琼 他们两个人 这个头圆劲就甭提了 老杨林冲着秦琼点了点头 儿啊 你这是要上哪儿去 因何不辞而别 快对为父讲来 秦琼一汉 靠山王没有拼命的意思 就缓了口气 把大江横担铁锅梁 抱权欠身 王家千岁 我有一件紧急的事情 要回到济南前去办 走得匆忙 未能辞行 还望王家原料 舒宝啊 咱们别说瞎话 有什么 咱爷俩就说什么 你别看你没辞行 你走的原因 我清楚 是不是紫燕对你说 山东来了奉紧急公事 那唐碧说你跟翔马有关 你害了怕了 你为这个事才离开为父 事也不是 秦琼也不言得会 不透 正为此事 舒宝啊 你听我说 别看他唐碧 花言巧语 能说得天花烂坠 为父 我也不信了 你根本就不是 翔马 你跟翔马 一点关系都没有 他这叫 栽赃 陷害 血口喷人 这叫物量为道 为父 我恨的是唐碧 我恨的可不是你呀 那紫燕在我的身旁 可能误以为 我听了唐碧的话 我要抓你 其实 这样的意思 我一点都没有 而啊 我找你 就是把这个事 跟你说清楚 叫你放心 赶紧随跌跌 回奔王府 将来见着唐碧 在算这笔账 你看如何 其实杨林说的是 废福之言啊 秦琼心说 唐碧啊 根本没说瞎话 事到如今 干脆也别兜圈子了 秦琼一摇头 往家 对不起 我不能跟您回去 哦 为什么 王爷 唐碧 没说瞎话 他说的句句事实 杨林一听就傻了 秦琼 怎么 你真是 想马 王家千岁 可以这么说 我就是 想马 您还记得吗 六月二十三 劫黄岗的 程咬金 邮军达 那是我过命的好朋友 虽然我没有亲手 劫黄岗 但这件事 我知道 另外我再告诉你 我母亲祝贺六十大寿的时候 天下的陆离人 全都来到吉南府 我们在甲柳楼上四十六有 煞雪威猛 我排行在第二类 我们这些人 都是响马 这一次 火烧吉南府 杂尖繁玉 虽然我未参加 但是这个事我都知道 靠山王一听气的 好学没从马上掉下去 半天没说出话 这 这这这这这 秦穹啊 莫非你疯了不成 你家人称家之 为什么你要当响马 王爷 我一不疯 二不傻 我的理智非常清楚 我秦穹虽然念书不多 也粗同理 对于是非取之 也撂小一二 您要问我 为什么当响马 我不是为了我自己 我是为了普天下的老百姓 就我个人来说 好像有点傻 但就全局来讲 我认为我这样做 非常上去 在您的眼里 您认为天下的响马 没有好人 可我的看法说不然 响马之中 十至八九 都是响当当的英雄好汉 他们无缘无故 为什么当响马 为什么杀官夺辅 要判反朝廷 究其根源 还不是因为昏君无道 把老百姓逼反的吗 王家千岁 再聪明 没有您聪明的 您说当今这苏阳帝 是什么皇上 你好好听听老百姓 都说些他什么 他欺娘 戏妹 嗜父 夺权 镇兄 徒嫂 令人 发指 自从他继位以来 兴摇曳 增客税 大兴土木 营造公事 悬拔美女 增加客捐杂税 把老百姓 逼得是死 逃亡 别的不说 光山都 一省 就逼死了 几十万老百姓 难道说这些事 您不清楚吗 再说老贼 愚文化晋 和越王阳素 狼狈为奸 垄断超纲 非亲者不取 非钱财而不重用 把好端的朝廷 弄了个乌七八糟 王爷 这些事情 你能不知道吗 这就叫官逼民反 不得不反 因此这些英雄 纷纷结肝而起 我亲雄 也明白好坏和是非 因此我认为 他们这样做 是非常对的 我愿意跟他们 在一起 推倒这 无道的朝廷 至于 接黄杠的事情 我清楚 我们是不希望 这笔银子 送给杨广胡躁 是山东的血汗 不能让他流出山东 故此才把他接了 王爷 从而言之一句话 你认为我是大逆不道 我认为我做的事情 非常正确 你可能骂我一声 是朝廷的反叛 不管你怎么想的 这个事情我是做了 我现在跟王爷 你是属于火 不通炉 你看这办 青雄滔滔不断 讲述了一套道理 靠山王以前听的 越听火越大 后来他不但不生气 听着他非常顺耳 静说罢了 罢了 可叹我大随朝满堂文武 要有一个能像秦琼这样的 何愁国家不兴霸 何愁大随不富强 可惜遍地都是贪官无力 老王子听罢之后 跟秦琼说 孩儿啊 你说的对不对呢 我认为有一定的道理 我看这样吧 咱们爷俩 没有私人的恩恩怨怨 我希望你跟我能回去 把你这套话好好再跟我讲讲 我写成奏章 奏命当今天子 我要协助皇上清军策 整顿超纲 赦免你无罪 关于你说的四十六位朋友 我也非常敬仰 你可以写信 把他们找进京城 同殿称臣 共保大随 老夫绝不取了他们的材料 一定量财录用 一看 如何呀 王家千岁 我说句话 您可别不爱听 您是个好人 有口皆碑 但是 大厦将清 一目难浮啊 你一个人 能改变得了隋朝的命运吗 你一个人 能斗得了昏君阳广和宇文化鸡他们吗 这是不可能的 我奉励 我奉劝你 赶紧 结甲归天 一度晚年 这个腐败的朝廷 保他何用 住口 老杨林 不等秦琼说完 我往上转 秦琼啊 你跟本王回去不 不 我一定不回去 好 既然如此 你我就是 臭敌 修手招吧 杨林 激了 举棒 又砸 秦琼冷笑了一声 汪爷 你要非动手不可 秦某放 呸 秦琼大战杨林 甘肃子变脸 交了手 这是立场问题 属于火不同炉 两个人是越弹越崩 等交手之后 秦琼施展开本身的能为 把这条大将无动无飞呀 杨林一边打着 一边按条大指称赞 罢了 秦琼文有文学 无有武艺 真是不可多得的人才呀 可惜 误入歧途 他是朝廷的反叹 因此杨林一边打着 一边惋惜 两个人交手二十多个回合 秦琼就发现不是杨林的对手 他一看啊 时候也不早了 估摸着上官敌意 已经跑出很远去了 三十六计走为上策呀 不然把自己拖住是极为不利 能有半个时辰 终于碾上了上官敌 哎呀 你说上官敌这匹马多糟糕 秦琼后年还把他碾上了 上官敌一看秦琼来了 赶紧问 二哥 怎么样 贤弟 甭问了 我跟杨林已经交了手了 事不宜迟 赶紧快逃 好吧 哥哥 您在前面 我跟着你 哥俩恨不能长翅膀 飞出同关去 但是跑出去不足三四十里 杨林领的人又追上来 原言人家都是宝马两句 快 上官敌一看不好 二哥 这怎么办 贤弟 还用老办法 你先行一步去等着我 再我截杀他们一来 二哥 您可当心了 上官敌 驳马 继续逃走 秦琼是立马横腔 在这等着 眨眼的功夫 杨林追上来 老杨林这次追上来 可没伸手 把双棒棒左右一分 秦琼啊 方才我一边追你 我一边想事啊 虽然说你误入歧途 我并不恨你 你说的有道理 官敌民反 不能不反 也许你是对的 孩子 也许咱们天生有缘 为父 责人心 拿你当反叛对来 如果你能 如果你能浑心转意 听了老父我的话 跟我回转长安 我一定清军策整顿超纲 如果你看着好了 你继续待 不好 那时你再反叛朝天 也不为吃晚 你能不能给老父一个机会 儿啊 随爹爹回城才是 多谢王爷一片好心 这是不可能的 大丈夫焉出口 四马难追 我不能跟你回转 我既然要造反 我要造到底 我跟随朝是势不两立 怎么 为父的话 你不听 王爷 干父子的这片 已经接过去了 往后请您自尊自贵 再不要提起 我们的关系 已经彻底了结了 呀 秦琼啊 我只说 你小的李 闹了半天 你是个冷酷无情的人 好吧 既然过去的事情已经了结了 那咱们就彻底一些 不是老父小气 我希望你把你顶的盔 挂个甲 手中使的枪 腰中挂的宝剑 都故意还与我 秦琼一笑 王爷 这是你送给我的东西 你现在要讨回去 未免有点小气 不 既然彻底了结 那就不要藕断四连 我认为我这样做不小气 为什么 你还不知道这几件东西的来历吧 三十几年前 老父平南城灭北极 达到麻民棍 遇上麻民棍的主帅叫秦仪秦子后 王二人大战三天三夜 难分胜负 老朽无奈 这才摆下一座一次长蛇阵 把秦仪困在阵中 只困得礼物两台 外无旧病 老父的原因 本想劝他投降 哪知秦子后 性如烈火 至死不详 终于横剑自杀 把我疼得不得了 我后葬了秦仪 把他的盔牙 宝剑 大枪 这几件遗物 保留到我的身边 见这几件东西 如同见着秦仪秦子后 我保留了那么多年 为什么要给你 我爱惜你是英雄 你是我干儿子 我才送给你 如今你是朝廷的反叛了 因此这东西 我是非要回来不可 秦仪 你马上把东西给我 秦仪不听变大 等听完了 他这身子一震 脸儿刷就变了 为什么呢 因为秦雄 得了这几件东西之后 回到家里头 让他娘看看 老太子一看就哭了 战复的忧 有心跟秦雄说实话 怕孩子难过 在为这件事情 跟靠山王杨林仿木 这叫烟小十大 因此没跟他说 就没说 但是非常不痛快 偷着掉眼泪 秦雄问了几次 娘也不讲 那么秦叔老多聪明 就知道这里边有蚊帐 后来他别问秦安 那老哥哥秦安 是父亲的马桶 安前马后跟了多少年 所有的经过他都知道 最后彼得秦安 没办法跟秦雄说了实话 秦雄早知道这件事 但是杨林不提 他也不提 这层窗户纸 始终没捅破 如今 如今杨林亲口 讲述了过去的经过 这是千真万确了 想起死去的爹 秦雄都傍心了 顾死他脸才变了声 虎目之中热泪滚滚 当时他哭了 杨林不知他怎么回事 认为秦雄啊 回心转业了 老头心里的也不是滋味 而啊 不必难过 知错必改 乃为俊杰呀 孩子 所以我回京去吧 呸 杨林你住口 你误解了 你知道我为什么要哭吗 我哭的 我死去的爹爹 方才你说的 马民官大帅 秦雄秦死后 不是旁人 那是我的天罗 我是他儿子 想起我爹当年 被你活活彼死 那咱能不恨你 不过咱把话说清楚 我父亲的遗物 儿子来继承 这是当之无愧的 言辞我不能给你 另外 你跟我爹是个位亲主 并无私仇 我也不恨你了 你保得是随仇 我是义军的首领 咱们俩分道 秧标 我希望你 赶紧回长安 还是我说那句话 你是个正人 到任何时候 我也承认这一点 我希望你 眼居山林 不要管阳广的事情 将来义军得了天下 有可能还要重用你 如果你不听某的良言相劝 迟早有一天 你要做外方国家 靠山王 话已说尽 不用再多谈了 如果势逼的要动手 秦某放牌 就是 杨林一听这多好 我们俩既有国仇 又有家恨 这回秦雄更不能回去咯 完了 完了 老王子火锅不上转 轮球龙棒是大战秦主宝 两个人一交手 三十多个照片 秦雄啊 无论如何 恨也不是杨林的对手 那杨林那是第八条好汉 秦琼排到十三号 还得跟御池公俩人算一个 那差着一大截了 书宝一看 好汉不吃眼前亏 三十六计 还得跑啊 徐晃一清晨 勃把骗走 书说简短 时间不大 又碾上上官笛了 再看上官笛这匹马呀 还圈了一条腿 把秦雄给挤的 先帝 这匹马别要了 你我弟兄 一马双胜 骑着我的双 快随我逃命去吧 不行不行不行 二哥呀 那样非把黄标马 累死不可 虽然我的马全了 还比骑一匹马强 哥哥 到关键的时候 您就甭管我了 咱平天由命吧 快跑 他们跑出十五里地 大河南路 河上有一座桥 叫霸林桥 刚上桥 杨林就追上来了 秦雄告诉上官笛 咱们还跟当初一样 你先行一步 快跑 我守住桥头 阻挡一阵 能拖得天黑 是最好不过的 咱们弟兄在同关 不见不散 上官笛舍不得秦雄 但是秦雄宝 用枪杆抽了他的马 后夸一下 上官笛这匹老马 又跑下去了 秦雄 到转马头 立马横行 在桥头上等着 杨林第三次 把秦雄给碾上了 秦雄宝 杨林看看秦雄是不住的点头啊 秦雄 我话已说尽了 不过呢 我再给你最后一个机会 你能不能随我回转京城 秦雄一乐 王爷 您上了年纪了吧 怎么落得起来没完呢 这是不可能的事 您为什么老提呢 我再告诉你一遍 不能 不能 就是不能 好 既然如此 秦雄您哪里来 这回杨林可不留客气了 再一再二 不能再三再四 把这对球龙棒 无动无飞 呼呼善响 把秦雄累他 大口喘气 灰歪假蟹 带朗抛松啊 顺着病脚 汗珠子 嘀嘀嘀嘀嘀嘀 大望向直掌啊 不过秦雄呢 咬牙在这坚持上 哎 这就是天哪 狠下来了 秦雄一看差不多了 估摸着上官的意 已经跑出很远去了 心说我呀 惹不起躲得起 另外再这么跑不行 我怎么能把他甩得远一点呢 秦雄眼珠转了转了 要了主意了 打着打着 他不打了 等等 把杨林吓了一跳 什么事情 王爷 咱们这么打 打不出个名堂了 你来看 过了桥那边有片树林 你要真有能耐 你敢不敢跟我进树林 我在林中拱毛 秦雄一拨马 穿进树林去了 杨林能扶他吗 扶一马就想追 大太保罗芳 二太保薛亮 过来把杨林给拦住了 别别去吧 别别去吧 那秦雄滚迹多端 肯定事先再次有埋伏 而且您看天色已晚 他在暗处 咱们在明处 极容易吃亏上当 别别 我看还是不追微吼 哦 我非眼睁睁叫他逃走 不成 我们不是那个意思 别别 这树林也不太大 我们几十个人 就把树林包围 然后呢 马上派人回去调兵 估摸着天亮以前 大队人马就能开到 那时把树林团团围住 逼秦雄就范 秦雄情话 完之罢了 如果不经 我们放火火烧树林 或者乱剑齐发 火火把它射死 这才叫上策 这点 您看如何 嗯 慈祭圣妙 把树林包围 说包围 围得住吗 这树林这一片呢 方圆能有一百多亩 他们三四十人 只能在树林外部转悠 杨林一边溜着瓦 一边喊 秦雄 秦书宝 你跑不了了 本王已经把你包围了 你赶紧出来 受降才是 罗芳学亮一喊 出来了 秦书 你藏不住 一会儿大罪人马就来了 我们放火把你烧死 他们喊一阵 摘尔的听一听 喊一阵听一听 就听树林的深处 马挂沦铃的声音 噢 杨林一听在里边 秦雄也来回 有的不敢出来 只要你跑不了就行 等啊 等啊 一直等的天快放亮了 大罪人马果然到了 因为石太宝 奉命回去搬兵 调了三千铁骑兵 其中还有五百弓箭手 到这把树林给包围了 但是杨林呢 还不忍心放火 命令军兵 往里头压缩 一定要抓个活的 就这样 圈儿是越来越小 越来越小 结果啊 把树林子都骚遍了 也没找到秦雄 在一棵树上 杨林发现 挂着威武林 威武林啊 就是马脖子上挂的串铃 结果在树叉上挂着 秦雄连人带马 连眼都没了 杨林这才值得上当了 哎哟 我终日打雁 叫雁把我眼牵了 秦雄使得是挂灵机啊 他早跑了 我白白在这等了一夜啊 老杨林是又羞又恼 反复起来 追 无论如何 他把他追回来 就这样 领着军队他追下去了 花分两头说 秦雄 果然使得是挂灵脱身之计 要不怎么说秦雄不简单 进了树林之后 他把主意就想好了 轻轻把威武林摘下来 挂在树叉上 从另一个方向 他牵着马走的 他没说 这三十几人包围这么大树林 是不可能的 那空隙老大老大的 那秦雄走了 他们是一无所知 秦雄没敢骑马 一直牵着黄标马 轻轻地摸出三里多地去 一看一点痕迹也没留 靠山王也没察觉 因此他才骑着马 赶本通关 后来追上了上官敌 他把这个计策跟上官敌一说 哎呀 上官敌是非常高兴 就这样 天四亮四不亮的时候 他们到了同关的西门 哥俩沉住了气 心想这是最后的一关呢 要能出了同关 那就好比葫芦 深山龙龟大海 我们就不怕了 哥俩沉住气 在这叫成 门军你看 让人的 这不是十三太保秦雄 和中军大人上官敌吗 急忙禀报同关的大帅 花刀将魏文通 这魏文通乃是隋朝的名将 靠山王杨林的左膀右臂 能耐高得不得了 不然的话 能叫他在这当大帅吗 魏文通不信 登城王杨一看 果然是十三太保 哪敢得罪 率领军兵开城将接 一见面他就问 二位 你们这是从哪来 勤求一抱拳 魏大帅 我们从京城来 奉靠山王所差 回山东 要办一件紧急公事 这有王爷的大令 请大帅过目 哦哦是是是 魏文通接过 金匹大令 验过一看 一点不假 因此把两个人 让进通关 到了这会儿 秦雄和上官 就是人困麻烦 又渴又饿 心说再着急 也得天饱肚皮 再着急 把马也得喂好了 不然就跑不了了 所以哥俩很从容的 进了帅府 到帅府告诉魏文通 大帅 我们现在着急赶路 你赶紧派人 把这两匹马 饱草饱料 喂好了 我们即刻要上路 哎哎好 你二位放心 准备 那喂着马 这人也得吃着 秦雄和上官敌 那真是虎咽狼吞 魏文通在旁边看着 可也没怀疑 心说这个事啊 大概是够着急的 不然的话 十三派保和中军官大人 不至于这么饿 大概昨晚的饭都没吃 一直陪着 两人吃饱了 把茶水端上来 秦雄偷着看了一眼上官敌 那意思快喝 喝完咱好走 杨林追上来就麻烦了 就在这时 有人禀报 马也全都喂好了 秦雄挺高兴 站起身了 一抱拳 多谢大帅的关照 现在我们要告辞了 怎么 来得太匆忙 走得太快了 多休息片刻 不 现在就走 等秦雄到外的牵过 黄标马来 刚想上马 花刀大将魏文通一看 秦雄骗 秦雄骑这匹宝马 怎么没挂着威武陵呢 他就问 这怎么回事 秦雄说 因为公务太急 走得匆忙 忘挂威武陵了 请稍后 行稍后片刻 他知道秦雄 在靠山王面前 说一不二 十三太保 前途无量 想找这机会 还找不着呢 如今有了 哪能放过呢 秦雄把魏武陵 挂好之后 魏文通亲自送 东关开放 把他们送到城门脸上 正在道别的时候 又跟军兵跑来了 啊 报大帅 靠山王阳林 率领十二家太保赶到 命一赶快应接 秦雄一听脑 嗡一声 心说一点都没耽误 晚走一步 就把我们堵得通完了 他冲上官离时眼色 哥俩飞身上马 冲魏文通一抱拳 大帅 咱们以后再见 啊 除了通关他们跑了 魏文通还纳闷呢 秦雄怎么这么着急 王爷来了 连个面都没见 连句话都没说 他也弄不清怎么回事 赶紧回城又到西关 亲自迎接靠山吗 刚一见面 杨林就问 魏文通 你可见着秦雄和上官兵 啊 回王家 我见着了 现在何处 吃饱了 喝足了 杯子 把他们已经送出通关 啊 你刚飞 魏文通啊 那秦雄和上官离 乃是国家的反叛 本王正带着捉拿他们 被你活活给放走了 你可知罪 魏文通一听也嗨了胖了 这 这悲知不知 好 来 把魏文通推出去 看啊 魏文通一听一咧嘴 心说我太倒霉了我呀 怨了 怨了 怨回来 你有什么怨吗 王爷圣明 卑职坐守通关 对秦雄和上官离的事 是一无所知啊 况且 他们手中拿着王爷的大令 我怎敢不听啊 求王爷手下超声 如果给我留下一线生机 卑职愿意挤阳功折罪 别看我把他们放走了 他们可没走远 凭着我跨下马掌宫刀 一定把秦雄捉拿归案 本来杨林这么做有点过分 老头也明白 要真把魏文通给杀了 他也太去 本来嘛 他什么也不知道 杨林干脆顺坡下了驴了 好吧 我就给你留个机会 不过你要听清楚 一定要把秦雄给我抓住 抓不回来 我杀你个二罪 归 靠山王杨林 靠山王杨林 命魏文通 戴罪立功 捉拿秦雄 魏文通领命 一面把杨林 以及十二家太保 接近同关休息 另外 点青旗兵三百 开东关就追起来了 这魏文通 乃是隋朝的名将 跨下宝马两居 叫千里一丈亲 日行一千 夜走八百 魏文通 两臂一晃 能有八百斤的力量 掌中一口高楼鼓乐 向鼻子大砍刀 重有百斤左右 别看他年近五十了 有万夫不挡之勇 魏文通一边追着 一边心中暗响 要抓不住秦雄 自己这条命算保不住了 他深知杨林的脾气 说一半啊 因此双脚扁准 这马是越来越快 把这三百青旗 远远地甩到后边了 正往前追着 他一看啊 咬呼呼的 看见秦雄了 心中暗泽 这匹马是越来越快 单缩秦雄和上官迪 哥两个离开同棍 满一位 打破玉龙飞彩凤 顿开金锁走蛟龙 哪料想魏文通在后边 是穷追不舍 秦雄可就有点着急了 跟上官迪一商议 咱俩不能这么走 要叫人家抓 就抓一对 无论如何 得叫他抓一个 跑一个 正在这时 眼前闪出双羊叉道 一条道奔东北 一条道奔西北 秦雄把这意思 跟上官迪一说 上官迪说好吧 咱们就听天由命吧 二哥呀 我走西北这条道 您走东北那条方向 望您前途真意 咱们弟兄后会有期 就这样上官迪 催马下去了 秦雄奔东北的岔 因为地理不熟 他也无知的这是什么地方 或者归哪里管辖 但见重山迭翠 怪石横生 走到深山老林里他来了 回头一看 魏文童追上来了 魏文童心中暗息 秦雄啊 这回还说什么 动手你打不过我 想逃走 你没有我的马快 这次我是非把你抓住 不可爱啊 他一高兴就喊上了 秦雄 秦雄保 而往哪里走 您看在山里头 扎死来火 火烧几南城 单榜夜双鞠 就好像疯了死的 到处寻找 哥哥秦雄 后来迷失了方向 杀英雄是 罪卧悬崖 更带着打盹呢 蒙听见山脚下 有人喊立场的 他一看 两匹马 前面是秦雄 好不容易我老头 这啥英雄可不干 想过去救 那么老高下不来 怎么办呢 在身边有一块巨石 这石头也弄七八百斤 罗世晋一股金箭 把石头抱起来 奔着魏文通就扔下来 可魏文通呢 那是大将 阎观六路 耳听八面风 突然就听见头顶上 恶风不晒 朗不定抬头一看 哎呦我的娘 这块大石的发在身上 就变成了馅儿柄了 一般的人躲不开 魏文通则不然 他单手扣住马的铁锅梁 双脚点灯 两条腿 一甲马的两肋 哎 人界马力 马界人力 曾往前一村 这匹宝马 蹦出有两丈多远 马蹄子还没沾地呢 石头就落了地 啪 巨石摔成了八瓣 那巨石 帮出了石头扎 打到魏文通和马屁股上头 这一天 那些人又爆叫 就地转了几圈啊 把魏文通吓得 顺着鹅脚往下冒冷汗 这心就跳成了一个了 当当当当当 エ エ hy 哎呀 花刀浆 心中暗响 我中了覷穷的埋伏了 这块有响马接应他 不然 为什么这块巨石是从天而降 我一定要把他抓住 看看他是谁 魏文通驳马上了悬崖呢 等他到了上边 没见着罗世信 罗世信把石头扔下去之后 顺着蹒跚到往下跑 去找青雄去了 这么大的山 他也没遇上魏文通 花刀酱 到山上悬磨了一圈 没人 又回到老道上 继续追赶青雄 一个时辰之后 又要追上 因为青雄人困马发呀 昨天整跑了一夜 黄标马虽然是宝马 不得休息也不行 秦雄呢 连叫都没睡 到了现在 觉知这个脑袋 嗡嗡之响 两条腿发软 秦雄就知道 要够呛了 回头看看魏文通 紧追不舍 抬头往对面看 一道山岗栏路 古墓郎林 怪师横生 把去路挡住 秦雄心说 天哪 天哪 我秦雄 性命 休息 我宁愿自杀 也不能将他们抓活的 秦书宝正在着急的时候 突然听见对面的树林之中 窜落响亮 嗯 坏了 莫非前面有竖兵不成 秦雄 手端胡头 将闪目观瞧 就见从树�之中 出了一哨人马 都是圈 இ 罩头 花蜊带 打国腿 服装 甚不整齐 但是手里 都拿着家伙 分焰尺 行左右 拍开 正中央 啪啦啦一杆大旗顺风 飘摆上着 抖大的四个字 山东 一军 在七角之下 闪出七匹战马 满桥端坐七元大将 为首的这个人 是个出家的老道 头戴 道官身披道袍 妖记水火私掏 怀中抱着令字旗 腰中悬着宝宴 道鼓先锋 秦琼一看可乐坏了 来者非别 正是甲柳楼上 结拜的三弟 徐茂公 他身边那六元大将 是赤法 林官善凶信 大刀王玄王军可 铁面判官 尤俊达 王伯党 谢英登 还有城咬金 秦琼愣住了 他不认为这是真的 是不是眼离了 我在做梦 一句话也没说出来 就见徐茂公 就见徐茂公 马望前提 高颂法号 无量天尊 二哥受惊了 小弟阴间来迟 当面恕罪 长耀金 锤马过来 哥哥 你都把我想死了 哥哥 你怎么不说话呀 山羊记王部长 谢英登全过来 秦琼这才说 各位弟兄 莫非咱们在梦中相遇 哎呀 您可真有病了 大清白日 哪是做梦 不信 你要用我手指头 看看有血没有 一句话 把大伙兜兜乐了 秦琼这才知道是真的 眼泪啊 乐得都掉下来了 徐茂公说 此地并非讲话之所 二哥 赶紧往里头请 三弟啊 我身后有罪名 哎 我早准备好了 管教他们有来无回 徐茂公 让善雄信 陪着秦琼进山休息 他指挥军兵 抵挡魏文通 而且徐三爷不说 但说秦琼 拉着善雄信的手 哥俩一边掉眼泪 一边谈 并马往里边走 秦琼就问 五弟 你们怎么到了这儿了呢 真是意想不到啊 善雄信 就把经过几行 做了一遍 原来贾柳楼的弟兄 筷子令返山东 炸济南 火烧济南府 砸肩反域 救出程晓金 尤俊达之后 逃到小姑山 长叶林 徐茂公啊 事先选择了 非常隐蔽的一个地势 弟兄都藏在那儿了 故此 济南大帅唐碧 领人搜山 没搜出来 可唐碧撤兵之后 徐茂公一想了 长叶林这地方 不是急由居之所 虽然山也大 林也密 但是离着济南太近 容易受到官兵的袭击 为此他开了个紧急会议 这头头脑脑的都参加了 商讨下一步怎么办 当时善雄姓提议 说要找个保险地 非河南瓦岗山不可 瓦岗山的大寨主 叫金钱豹摘让 跟我是过命的好朋友 远离山东济南 那个地方比长叶林 胜强万倍 当年我去过两次 大家一致同意 赶奔河南瓦岗山 可临行的时候 徐茂公跟魏征一商议 哎呀 把二哥秦雄的家眷甩得几难了 万一出事怎么办呢 应当留下人安排这些事情 在动身之时 他们就把这些事 交给小白元侯军纪 他的任务是 暗中探听秦府的动静 没事就算拉倒 有事 他负责解救 另外负责把秦界的人 送到河南瓦岗山 真是千斤重担啊 那也就是侯军纪 别人真玩不拽 小白元答应了 人家大堆人马起身了 但是侯军纪呢 可这遇上不少麻烦事 他也没想到 等第二天到了济南用耳筷 一摸 把他吓坏了 秦府被抄了 秦雄的老娘 妻子傻兄弟罗氏信 被抓进节度使牙门 小白元想怎么办呢 我一个人撒奸反育 又一项不信 那座打草惊蛇 不但救不出人来 同时呢 还需给他们盖了危险 办事情必须要稳妥呀 后来侯军纪一扫听 哦 闹了半天没挨杀 要把这几个人打秋车 装木龙送往京城 侯军纪一想 这就好办了 在半路上 我找个适合的地点 砸秋车 再救他们的姓名 因此侯军纪暗地之中跟着 咱没说吗 傻英雄罗氏信三战来会儿 等翻回头来 再找老娘跟嫂子 没了 把傻英雄都击疯了 他认为着呢 肯定是唐帝和来会儿的人 把老娘跟嫂子抢走了 其实这是误会 原来被小白原侯军纪给救到了 这就是以往的经过 秦琼一扑是什么 我老娘跟我媳妇没事 而且现在就在异军之中 简直是不敢想啊 正在这时听见有人说话 儿弟 儿弟呀 你可挺好吗 你把他一家人都想坏了 爷爷 秦琼揉揉眼睛 把马带住 一看正是老哥哥秦安 再往秦安身后看 正是自个儿的儿子 七岁的秦怀 哎呦 把秦琼乐得 从马上跳起来 把孩子抱住 然后来见老哥哥 一家人抱头痛哭 秦安说 二弟啊 你这招骑走的 是大错特错呀 当然了我不反对你参加义军 事先你得把家安排好啊 你这样匆忙的一走 给咱们家带来这么大的灾难啊 咱的老娘好去没把命搭上啊 你快到里边给娘问安吧 秦琼这才迈不往里走 闹了半天山环里头扎着不少帐篷 这都是随军的家属 秦琼他们一家人住在第三号帐篷 山雄信陪着他来到里边之后 一看老太太在里边坐着呢 秦琼本来就是孝子啊 虽然跟娘离开的时间并不太久 但是事情太难以想象了 就好像隔了几十年相处了 秦琼宝聊一副跪倒在地 科西盖当嚼子 我爬着娘的进前 把头往怀里一炸 他就哭开了 他七足假事在旁边也掉眼泪了 山雄信站到帐篷门口 高兴的也掉了泪了 人这一生生离死的 是最叫人痛心的事 好在一点 这是高兴的哭 又叫喜忠悲 哭罢多时 山雄信给劝住了 秦琼这一问 娘啊 您什么时候到这儿的 哎呀 我跟随义军的很多天了 到处辗转 今天才来到此地呀 儿啊 你得感谢这些弟兄们 他们花了无数心血 把咱们一家人才找到一起 不然七零八落 咱们就没有今天了 儿都知道了 秦琼能不详细问吗 这一问 济南发生的事情 他这才清楚 但是谈来谈去 老太太哭了 秦琼啊 如今咱们一家人 都团聚了 唯独不见你那傻兄弟 罗师心 这个傻孩子 天真烂漫 吃饭不值得 鸡宝睡觉都不晓得颠倒 但是他心肠最热 为了救娘我和你媳妇 把孩子都累坏了 我可告诉你 无论如何 你得把傻兄弟找回来 要找不回来 你就没不孝 你啊 我也不活着了 秦琼一听 心思有碰啊 心思我那傻兄弟 你可把哥哥疼死了 他要不傻呢 秦琼还差着一点 正因为他缺个心眼 秦琼越发着急 其实他还不知道 方才扔石头 就是罗师心 因为没见到 也不知道谁扔的 秦琼向娘保证 一放心 就走到天涯海角 我把我兄弟也得找回来 正在这时 秦琼摘耳的一听啊 这山岗的脚下 战鼓雷是寒沙连天 好像天崩地裂一般 秦琼就问山雄信 五弟 还没把魏文通杀推呢 这姓魏的口口裂开了 现在寒战多时 还未分胜负 秦琼不放心呢 这才跟母亲和一家人告别 跟山雄信 起码赶奔前提 登高一望 喝 打你这个热闹劲就甭提 刚才咱说的是秦琼的经过 翻回头来 再说魏文通 本来他想抓住秦琼 在靠山往杨林面前请公 可没想到 在这碰上义军了 一开始 他有点害怕 打算搏马逃回铜管 后来又改变主意了 魏文通信说 这不过就是响马 响马是什么 就是臭贼呗 攒鸡毛凑攒子 人多势众 像这些乌合之众 我有何怕的呢 就凭我堂堂的挖刀将 能被帮贼吓跑吗 因此 他催马挺刀直奔徐茂公 两个人马打对头 徐三爷把令子齐一晃 众位弟兄 砸住阵脚 谁也不敢贸然行动 那得听指挥呀 你别看徐茂公说话 笑笑呵呵的 但是执法如山 就令慎言 在这时候 谁也不敢不听 徐三爷把令子齐 在怀中一抱 口念佛号 无量天尊 对面这位老将军 莫非就是同官大帅 魏文通 翻唱吗 呦 看嘞 魏文通双手平端 高楼鼓跃 向鼻子大喊道 打量打量徐茂公 哎呀 心说真是怪事 我以为这贼呀 都是歪戴帽子 斜瞪眼 闪披着衣服 满脸横肉 可没想到 这贼匪当中 还有这样出色的人物 又拿这老道来说 长得多排长 一表堂堂 怎么这种人 也当了响马了呢 卫文通 卫文通白思不得其解 用刀一指 高声断鹤 打 鸟道 你是什么人 怎么认识的本帅 小到自由出家 在玉圈山 博云观 我的授业老恩师 就是三游案李静 我姓 我姓徐 叫徐茂公啊 别看您不认识 我不止一次见过大帅呀 我知道 您是随朝的名将 对您呢 非常泛场 您呢 跟其他随朝官员 还有所不同 那些人 据是贪官污吏 您还是比较正直的一位 魏大帅 我说咱们井水 不犯河水 你追的这 就算告一段落 行穷是法和 是我们应勇的头领 我们能允许你伤害他吗 你也伤害不了 另外我再告诉你 贫道 以不知下 天罗地网 如果你不听我的良言相劝 恐怕你的处境 可就危险了 念你又有名气 人又比较不错 因此贫道高抬贵手 放你一条生路 你赶紧逃命去吧 呸 兴许的 少要大言其人 我魏文聪 乃国家的命官 专闻不道 捉贼 你们是朝廷的反叛 咱们是势不两立 小手 招刀 他举起刀了 就要下手 徐茂公一看 东文就不行了 搏马回归本队 用令击指 大刀王军可 这拍马飞出 王军可 人送戳号叫大刀将 马快刀臣 在山岗下士 大战魏文通 魏文通一边打的一边 头眼光看 你瞅这位 面如众道 黄金盔 红铜甲 外照 绿桌袍 要不注意 就像三国的官与 官与娘似的 像这种人 为什么也要造反呢 他更不明白 可尤俊达 程耀金等人 恐怕王军可有事 程耀金把大懒脑的一晃 各位弟兄们 咱卖不了的书 该别搓着了 大家一块上 捉拿这个老东西 群雄才要大战 花刀将 王军可大战魏文通 两把大刀上下翻飞 二十几个回合 没分胜负 程耀金撑不住气 把车轮大幅地轮开 大吼一声 他就冲上去了 跟着他呢 由铁面判官 牛俊达 永三郎 王八党 神射手 谢英灯 这二五个 把魏文通 围在当中 他们以为人多势众 打胜仗不成问题 结果想错了 就见魏文通 就好像 关到笼子里的一头雄尸 刀扫行山 把大刀轮圆了 这歌五个 战不到花刀将 可正在这时 秦雄 善雄姓 感到 秦雄一看 这魏文通 真够厉害 这歌五个 也万难取胜 跟善雄姓一伤 咱们别看着 这阵打荡 咱就不管君子战 还是小人战了 能尽快地把它解决了 这才是上策 因此秦雄 手提虎头 造金枪 善雄姓 轮开金钉扫阳朔 这歌俩也冲上去了 歌七个 来战魏文通 尽管如此 他们也没占着便宜 正打在难解难分的时候 顺着山坡上 咕噜下一个人来 咕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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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呜咕噜咕噜咯 不必着急 我来了 大家一听声就知道是谁 正是傻英雄 罗世信 罗世信从山崖上头 扔下一块大石头来 满以为把魏温通砸死 结果没砸到 傻英雄就着急了 为了见着哥哥秦琼 他手中提着那条大铁枪 顺着山路他跑下来 结果谁没找到 傻英雄可着急了 怎么刚才见着 李转眼又没了 哥哥 哥哥呀 你想死我了 他东一头西一头 就瞎撞开了 后来呢 还真就撞对了 正赶到战场 他一看 哟 那不是我哥哥吗 这么多人 在这打那个老头呢 太好了 像那个你慢慢走啊 他一着急 迈大步往前就走 一脚灯空 从石垃圾上摔下来了 一个呢 这石垃圾不太高 二一则 罗氏信 皮糙肉厚 换别人摔呢 就趴去起不来了 可这位满不在乎 抖着抖着 尘土手中提着大铁枪 两脚发开 来到战场 都脱彩 把这老家伙交给我 他的嘴是这么说的 他奔秦琼来了 秦琼恐怕伤着他 赶紧学马退到一旁 其他的人 把手中的兵人也停住了 利用这机会传口气 罗氏信扑着秦琼的马前 哥哥呀 咱哥俩可见着了 你听好吗 秦琼正为这个事 着急上火呢 一看傻兄弟来了 不雅如从天而降 赶紧抬腿把虎头枪挂住 从马上跳下来 哥俩抱头痛哭 秦琼也说不出来 怎么感谢罗氏信 罗氏信本来就热心茶的人 哭的不一定多长啊 哥哥你见着咱娘了吗 大概咱娘玩玩了 没有没有啊 咱娘都挺好 是吗 我嫂子呢 你嫂子也挺好 我小侄儿呢 都啊 一个不缺一个不短 而且都平安无事 你放心吧 一会儿我领你去见他们 哎哎 哥哥 那老头为什么黏你 他是隋朝的将军叫魏文通 咱们是义军水火不同炉 他能不黏我吗 好小子 谁免我哥哥 我拧起他的脑袋来 都不用你们 蓝变壳 黑变壳 花变壳 你们都躲开 把他叫住我了 说完了拎着大铁 将直奔魏文通 大家都知道这家伙儿 那是一头猛虎 要多大劲儿 有多大劲儿 用不着别人帮忙了 大家都在旁边立马观战 但是说 傻英雄 来到魏文通马前 把大铁枪一晃 老家伙儿 你叫什么玩意儿来的 魏文通一听 这叫什么词儿啊 人们哪也叫玩意儿的 就知道这个人 半傻不尖子 一看他就贱 好像半截子黑塔 上足天 下足地 这块头可不小啊 头死脉斗 眼死刚铃 大鼻子大眼睛 大嘴大屁股大手 大胳膊大脚丫子 手中还提着一条大铁枪 魏文通就问 你是何人 我是秦琼的兄弟 我叫罗世信 哎呦 外方还想不起来了 老家伙儿 少说废话 哪命来 说着话举枪就刺 魏文通 怀中抱怨 用大刀往他一架 刀枪碰到一处了 把魏文通 镇得在马上 一摘得好像没摔下去 正在这时 傻英雄把大铁枪 扔起来当棍子时 皮头盖底就发起来了 魏文通躲闪不及 横刀招架 啪呀 这下可好 魏文通就觉得这个妖啊 嘎帮响了一声 可能这脊椎骨都挫环了 把他疼得汗珠子都下来 心说不好 这回我遇上对手了 这傻家伙的劲儿太大了 他不敢硬碰硬 用巧招来占罗世信 打了二十几个回合 罗世信蹭 往左边去蹿 伸出手来 把魏文通的脚脖子给抓住了 您说这叫什么战术 连扎带伸手呢 抓住之后都往下一抖 你下去吧 把魏文通是摔到地上 傻英雄把大铁枪也扔了 过来伸出大脚丫子 把他踩住了 伸出两只大手 把魏文通的脑袋给抱住了 我刚才说过 谁打我哥哥 我拧他的脑袋 拧起来吧 他就想拧啊 说得出来他办得到 秦雄在后抵抗 妈 兄弟 要活的 便拧脑袋 这是徐茂公也说话了 傻兄弟 要活的 留他一条命 傻英雄一看没办法了 好嘛 要不是他们说好话 我非把脑袋给你拧起来 让你捡个便宜 义军望上一闯 五花大帮 把魏文通捆起来 再看看除了魏文通之外 后边一兵一足都没有 那边说他不带个三百青旗吗 对 但那三百青旗兵啊 叫他远远甩到后边 现在也不知落到哪去了 魏文通的情况 他们是一无所知 徐茂公传令 派好了刘仲 以防官兵来贩 然后得胜回营 到了帐篷里头 大家少做了片刻 徐茂公跟秦琼 善雄信等人一商议 对于魏文通怎样处理 多数人主张杀 唯独魏征和秦琼 看法不同 他们跟徐茂公想的一处了 不能靠杀来取得胜利 主要要征服人心 徐茂公跟秦琼 众人一商议 留着魏文通 还有用 实在不行 再杀他也不完 要如此赞搬 赞搬如此 秦琼眼头翻遍 你这足迹太高了 徐茂公商量完了之后 吩咐一声 来啊 把魏文通推上来 推上了 这魏文通不服气 自己是堂堂国家的命官 能扶这些响马 因此进了大仗 他是立而不归 当兵的 在他腿上踹得起不久 跪跪跪 终于 把他摁得归下来 你就是顶天立地的英雄 到这地方 你也施展不出来 魏文通 气质之哼哼 眼角瞪面 盯着秦琼和徐茂公等人 徐三爷一乐 无量天尊 魏大帅 你受委屈了 可这怪不了旁人 我已然告诉过你 给你指了一条明路 你是执迷不悟 自找苦头啊 不过你放心 义军 行的是仁义之事 替天行道 除暴安良 绝不轻易杀人 因此呢 我们不要你的命 你从哪来 还让你回到哪去 不过呢 要这么把你放了 你也搅着怪过意不去 你呢 替我们办点事 我这有封信 你烧回去 这封信 交给靠山王杨林 你告诉他 十日之内 我们肯定把同官拿下来 越敌 肯定走马群 京城 推倒随杨林 到那时 就义军 占领了全国 天下就是我们的了 你们随朝彻底完蛋了 读信 咱就试试看 这是魏征 按照徐茂公的安排 把信写好了 交给徐茂公看了看 一切都如意 然后把信封好了 揣到魏文通怀里头 徐茂公把脸一背 告哄常耀金 死定 按计划行事 交给我吧 哎呀 把魏文通拉下去 窥头 夹罩 全给他摘掉 扒掉 红袄绿裤子 给他穿上 另外把他法纪破开 重新盘好了 满脑袋 插的都是红花绿朵 程耀金 亲自动手 给魏文通 抹了一脸白粉 你想老头脸上净褶子 再一抹粉 他能好看得了吗 简直是个活妖鬼啊 然后给魏文通 嘴里飞成东西 给他带上嚼子 让他喊不出来 说不出来 都打扮完了 四马道全体捆好 这是王八党接应灯 按照徐三爷的安排 也都准备好了 一共准备了十辆柴草大车 这十辆车上装的都是柴草 另外还有一部分粮食 就把魏文通啊 塞到头辆车的柴火堕里头了 从外表一点看不出来 一切就绪之后 王八党谢英灯 程耀金到大帐里交令 徐毛公说 各位先弟啊 方才我使的是一级 叫文军级啊 我恐怕老匹夫杨林 率领铁骑 来攻打咱们义军 现在我们不意打应当 应当极早赶到河南瓦岗山 为了甩掉杨林 才使得这个办法 让魏文通烧回信去 说我们要打他的铜关 把他稳住 他的注意力全都在这 我们在想办法绕路赶到河南 大家这才明白 闹了半天 徐毛公是出于这个意思 但事还没完呢 谁去送魏文通呢 王八党谢英灯 两个人摘盔卸甲 化妆改办 从外表看 好像是两个农夫 暗藏利润 两个人呢 压着这十辆柴草大车 赶门通过去 其他的人都在这 暂时休息后续 咱先不提秦琼罗世信 一家人怎样团聚 咱说王八党谢英灯 压着十辆大车 这一天到通关 再看着通关城 关门紧闭 那城头上 内部军队 攻上前刀出鞘 吊桥高挑如林大敌 原来那三百清骑兵 找魏文通没找着 这骑兵一想没有主将 这个仗怎么打呀 赶紧回去叫令吧 见着靠山王杨林 如实地讲说了一遍 杨林一听有点发傻呀 对呀 魏文通至今未回 他到哪里去了 莫非中了秦琼的埋伏 出了什么危险了 不成 靠山王这事有点后悔了 倘若魏文通有个三长两短 岂不折掉我的左膀右臂 不怪别的怪我脾气太暴躁了 到了这一会儿 到了这一会儿就有藤魏文通了 他又一想 秦琼能参加异军 这些想法可不简单啊 我不能调以轻心 这同管是守把京城的咽喉要地 我要派驻兵守把 然后奏鸣片子 好想对策 所以杨林在通关就没动 命令五千军兵日夜巡逻 可正在这时候 王八党谢英曾到了 首官的有个参将 一看来了十辆大车 能有几十个农夫 车上装的柴火草还有粮食 这参将就问 干什么了 王八党冲城上一抱拳 这位军爷 我们是附近的老百姓 听说靠山王在城中歇马 我们非常高兴啊 知道老王爷劳苦功高 为了保护我们老百姓的安全 把心血都耗干啊 我们觉得于心不忍 后来傅老乡亲大家一商议 派我们为代表 送了十辆大车粮食和柴草 聊表我们一点寸心吧 你表达对靠山王的敬意 我们给军队送粮草来了 噢噠噠噠噠噠 参将挺高兴 赶紧下了城 港本帅府见靠山王如实地禀报了一遍 杨林听到这儿 满意的点点头 心说古往今来 您是国家的帮本啊 您心顺 国家才能兴望 相反的 这国家就不会长久 既然老百姓对我这么拥护 那说明对大随有深刻的印象 看来我大随的江山不至于浮灭 杨林想到这儿吩咐一声 九太宝 赶紧把关门打开 让这些父老乡亲进城 把他们送来的东西卸到教军场 每人发十两文言 作为酬谢 要好言安慰 村里 这位太宝爷下去了 按照靠山王言明交代的 关门打开 把王部长谢英登 以及十辆大车所有来的人 都接到城里 到教军场 把车柴草全放在这儿 每人给了十两银子 还要留他们在这儿吃饭 王部长谢英登一抱权 谢谢各位军爷 既然你们收了东西了 就是赏了我们的面子了 这么办吧 我们还有点事 改日再来 卸完柴草之后呢 车呢 您放到原地 等我们再来的时候 把车就赶走 好嘞好嘞好嘞 就这样冲冲忙忙的 王部长谢英登他们走了 叫什么名 这位八太宝也不知道 那么走了之后 你得往下卸东西 等把柴火草料 粮食往下搬的时候 就发现头辆车里的 软乎乎的有个东西 当兵离开 吓了一跳 呀 这什么怪物这是 后来发现是人呢 说魏文同事他们的大帅 他们怎么不认识 认不出来了 整个改了模样了 满脸擦的都是粉 满头都是花朵 变了一身女人的装束 那上哪儿人去 不过八太宝 瞅着多少有点眼熟 你是谁 你怎么不说话 魏文同心说 你眼睛瞎了 你没瞅我带着饺子呢 我能说得出来吗 后来军兵发现带着饺子 这才把嘴里的东西掏出来 勒着的布条解开 魏文同嘔吐了半天 就让他甘愿呀 时间要再长一点 就把他憋死了 哎呀 憋死我了 八太宝 我是魏文同 啊 魏大帅 你 你怎么变成这模样 哎呀 你眼睛 王爷在哪 我要见王爷 八太宝 把魏文同陪着 来到帅府 见着靠山王 杨林扫着 脸都变了模样 吩咐一声 快快 把妆卸掉 换好衣服再来见我 有人帮他把花摘掉 红裤的绿袄去掉 换好了变妆 又给他惊了脸 魏文同事 二次来见杨林 贵岛在地请罪 他经过讲述了一遍 杨林一平 啪 把桌面好去没拍的 起死我也 秦穷啊 徐茂公 我跟你事不两立 魏文同 你方才说 他们让你带了一封信 信在何处 就在我的怀里 说着把信掏出来 双手呈上 杨林气得直哆嗦 好不容易把这封信 接过来 撕掉封头 掏出信上 展开观桥 你看魏征啊 那是个书法家 那公逼凯书写的那个端正就甭提了 点点如桃是撇撇如刀啊 杨林没看内容 心中暗想罢了 莫非该着我随朝的气数尽了不成 像这样的高市怎么能参加贼匪的行列呢 烦了 烦了 整个秩序都乱了 老头子平心静气的 又看了看戏上写的是什么 写的很简短 大致的意思是说 山东义军军师徐茂公 置疏于靠山王杨林殿下 我义军除暴安良 替天行道 所向披靡 要共讨无道的昏军阳广 及其帮兵和找牙 十日之内必取通关 月底必占京城 到那时 就是我们山东义军的天下 老皮肤杨林 你等着 把脖子洗干净了 等着挨刀 话就是这么写的 词不一定是这样 杨林看完了 把心都撕碎了 心说这分明是挑战的 就凭我杨林 我怕你们吗 魏文通 赶紧集合所有的军兵 给我搜山 我要跟这些 想马集约一 复战 靠山王杨林 听了 听了魏文通 讲述的经过 把他气得 肚子都要抱了 立刻点兵 要搜山 跟义军 决一胜负 魏文通一看不好啊 硬着头皮 把杨林 把杨林给拦住了 王爷息怒 被指有下轻回禀 家 王爷 原来呢 我拿这些想马 也当作乌合之重 结果 跟他们这一见证 我才发现 我想的不对啊 山东的一军 绝非寻常可比啊 他们人才记忆 有文的 有武的 就拿那个老道 徐茂公来说 此人 善于谋量 可不是个简单的人物 他手下那帮想马 非常整齐 武功 各个出众 我不是掌人家的威风 捏咱们大随的锐气啊 要想把这帮想马 彻底消灭 不那么容易 王爷 我不是说您 打不过他们 我怕您上当 他们有可能 这么羞扫我 就是弃您 这就叫激将法 把您的火给激起来 领兵搜山 结果上他们的当子 他们趁虚而入 真正把同关就躲过去了 因此要求王爷 不要烟小失大呀 还是应当守住同关 这才比较妥善 杨林仔细听了听 魏文通说的有理 很可能这帮想马使得是激将法 故意气我 不然的话 为什么把魏文通擦粉带花呢 激怒我 我沉不住气 一搜山 结果中了他们的调虎 黎山巨他们趁虚而入 夺我的同关 我可不能吃亏上当 对 我就在这暗兵不动 我等着你 看你们有什么办法 十天能拿下我的同关 就这样 杨林那栋 相反 调来大军 严守同关 结果啊 恰恰中了徐茂公的计 徐茂公使的不是激将法 是文军计 把杨林文在同关 然后拔寨启程 就在杨林准备决刀的时候 义军掩其西谷 翻山越岭 直奔河南瓦岗山 不敢走大道 竟走小道 不敢走平路 竟走山道 哪被在哪有 在这一路之上 义军纪律严明 是奇无豪无犯 老百姓都不知道 从哪来这么治义军 这帮人怎么这么仁义啊 见着老百姓之后 该叫沈子的叫沈子 该叫大娘的叫大娘 叔叔大爷 哥哥兄弟 简直是亲如一家呀 连老百姓的门都不进 哪个地方穷苦 义军还施舍两米和钱两 多少年来 老百姓也没见过 这么好的军队 大家说徐茂公 在这沿路之上 不断跟这些头领碰头 一点走一点商议 随时走随时改变路线 因为事先有些事很难料 但有一件事是肯定的 徐茂公说 要想上河南瓦岗山 碧京之路叫金梯关啊 这金梯关就是二号的图啊 这个地方咽过拔毛 飞也飞不过去 有个硬仗等着咱们打呀 程鸟金一听乐 三哥 什么叫硬仗 你说说那个头是谁 嗯 四弟啊 你听我说 金梯关一共有五元大将 为首的主将 就是随朝了不起的英雄 叫吴天姬 知道此人吗 他是中正太师吴建章的堂职 南阳侯武云昭的堂兄啊 据我所知 吴天姬乃是少有的英雄 跨家马掌中一队短霸奉斥 刘金堂从来没遇上过敌手 他手下四元大将 马三宝 段知贤 阴开山 刘洪基 这都是随朝的名将啊 这五个人 共守金梯关 手下有凶兵四五千人 都是经过操练的精锐部队 难道说这不是应当吗 我不是小瞧咱们自己人 有谁是吴天姬的对手 要赢不了他 想过金梯关势必登天 过不了关 咱们就休想到河南瓦冈山嘛 希望大家思想上有个准备 这个应仗等着咱们呢 可大伙听了呢 有的福气 有的不福气 不少人擦拳魔掌 是等待厮杀 书说简短 这一天到了金梯棍 离着关城八里地 选了个有利的地形 安庸扎寨 挑战好 布置路绝 扎好了连营 军兵弟兄们 饱餐战饭之后 好好的休息了一晚上 次日平民 饱餐战饭是列队公关 早有人把此事探听了 赶紧到关上 禀报主将吴天姬 其实这个吴天姬呀 比较不错 他对隋朝来说 满意不满意呢 不满意 他也恨皇上 更恨约化鸡和约王阳素 但是这个人呢 受封建的教育至深 抱着一个信条 君教臣死 臣不得不死 父教子王子 不得不亡 皇上乃是一层天 皇上说话 那必须得服从 要不服从 就是大逆不道 尽管他不满意 他不敢有一点反抗 叫干什么 干什么 也正是因为如此 他保住一条性命 有一段书啊 咱没说 就是阳广登基的时候 利用暴政得了贴降 满朝文武都不服啊 隋文帝阳间架前的老臣 就是中正太师吴建章 气破了肚子 在阳广登基那天 文武百官朝贺 唯独吴建章 头顶麻官身披重孝 手端 哭丧荡 闯心殿 大骂阳广 说他是六短之君 弑父 夺权 妻娘 戏妹 镇兄 头草 是个六短之君 就说这个皇上身上啊 有六大短处 头一个短处 弑父夺权 弑父呢 就是儿子杀爹 一小反上 这叫弑父 据说杨广跟奸臣语文化 集合谋 害死的杨奸 这不叫师父夺权吗 妻娘 妻妹妹 她爹的两个妃子 张隐二妃 被杨广接收过来 封为东西二妃 把她爹的妃子 变成她的妃子 另外 一父两母的妹子 雄华姑主 被她逼着 跳了荷花池 不然的话 她要强行无礼 把妹子封为贵妃 把她哥哥用毒药酒毒死 把她嫂子 给霸占了 老百姓 对这种事情 极其反感 骂杨广 猪狗不如 你是个畜生 你不配当我们的皇上 这武建章当着满朝文武的面 给杨广一揭笔 那杨广能收得了吗 因此把五老太师 打牙 隔舌 蜿蜒 掏心 淋蚀 出色 这还不说 她下了道旨意 把老五家宗族 全部超缠 完全给杀了 把祖坟都给抛了 为这件事 比反了南洋侯 武庸照 武庸照现在造反了 夏洛福明 那么武天西呢 是中正太师 武建章的堂执 论理 也应该把他杀了 为什么没杀呢 因为武天西跟武建章 有所不同 武天西非常顺从 叫干什么干什么 而且能耐吧 杨广一想把人都杀光了 谁保我呀 他爱惜武天西的能为 所以讲大剥小 哦 把他派的金匹官 当一名主将 这就是以往的经过 但是武天西呢 对皇上还挺感恩 心说 谁让我家里出这种事 皇上没杀我 就法外诗人了 我对皇上忠心不二 自从他到了金匹官之后 兢兢业业 每一天操练人马 十里八一 把那军队训练的事 非常精干 这五千多人 兢五万人马使用 在大隋朝比较而言 他是很了不起的 他正跟四将商议军情 有人来报 说山东的义军突然出现 现在靠官叫战 请主将定夺 嗯 武天西挺贵 山东是有火香把 听说折腾的挺凶 他们反山东炸几难 还截了黄杠银子 连靠山王杨林 对他们也没什么办法 他们怎么突然 窜到河南来了 居然来得我金匹官前 这样想干什么 武天西赶紧吩咐一声 来 扁兵三千 列队 应战 同时武天西还表示 人在官在 人不在官不在 立功的游赏 血战者必杀无胜 军量船下 披挂整机 他手中提着短大 奉持留金堂 上了宝马粮居 雪里外 带着马三宝 断之贤 迎开山流风机 四辆在官前列队 他一看 呵 这义军可真长齐啊 正中央漂白大旗 骑上四个斗大的字 山东义军 左右排开几十元战下 瘦小的精神 胖大的威风 有的在马上 有的在部下 一个个胡适 丹丹 冲着官军发威 武天西望 正中一看 正中央有匹白马 马鞍桥上坐着个老道 吻如泰山市 道骨先锋 怀中抱着令子提 在他的身旁有个黄脸的 金挥金甲 绿桌袍 手中提着胡头 操金枪 除了主将之外 再一看这些义军 虽然服装不太整齐 但是岁数都挺好 都在二十岁往上 二十五岁往下 像刀裁福堕地板 摆了一座方阵 武天西就知道 这义军不是乌合之重 里边有能人 善于治兵啊 汉大多师马望前提 用刘金藏一指 你们这些草寇 因何来到某家的金提馆 叫你家主人 过来大话 徐茂公轻轻把马望前一提 与武天西保持着一定的距离 鱼 吴亮天尊 对面是吴将军 吴天西吗 贫道积首了 吴天西看着有点眼熟 但想不起来了 老道 你是什么人 我是义军的头领 姓徐明记 自茂公啊 我老师是三元礼敬 吴将军 您这贵人多妄事啊 咱们俩在京城 没短的见面了 第一次在中正太师的府里 第二次在你的府中 第三次在阅王阳树的府里 你都忘了不成吗 哦 哦 想起来呢 哦 你是徐老道 徐茂公 你是个有学问的人 精通义道 你为什么放着正路不走 要叛反朝廷 落草 为寇 你活 灭灭了不成吗 吴将军 您说错了 我一不风 二不少 我也没活灭灭 正是因为我打算好好的活他几年 我这才率重起 吴将军呢 要换个别人 我不说这些废话 您是明白人 那咱就耽误点时间 说上几句 你说现在这个皇上隋阳帝怎么样 他是个什么皇上 除了六端之外 他都干了些什么事 兴摇曳 抓民俘 搜门米 迎建公司 增加客捐杂税 逼得老百姓死走逃亡 难道这些事你没看见吗 官逼民反不得不反呢 老百姓过不下去了 过不了了 就得造反 这是天经地义的事情 古智金来 接通义礼 当然了 你有吃的有喝的 你是想不到老百姓是如何受苦的 将军呢 你是个明白人 我简短的说这么几句 你就知道怎么回事 不过呢 有一点你放心 虽然我领兵来的金蹄关 我没心占你的关口 我们打算借路而行 只要将军能同情我们 给我个面子 让个一条道 我们借关而过 准保秋毫无犯 你还当你的主将 我们还当我们的义军 至于将来怎么样 是将来的事情 将军能伤个我脸吗 我们要借路而行 希望我们说得清楚 你就忘了你的身份了 你是贼 犯下不赦之罪 背叛朝廷 所有余辜 我能让你们过去吗 要过去行 你得问我掌中的凤士 留金堂 答应不答应 赢不了我 你们就休想过关 相反的 我要把儿等一往打尽 是吗 吴将军 你有这么高的本领吗 你有把握吗 好吧 要既然这样的话 咱们就试试看 许某攻击波马 挥挥本队 问左右 哪位弟兄 愿站吴天西 挖出来 头一个就是 勇三郎王伯党 催宝马往金背 砍山刀 来战吴天西 结果一伸张手 王伯党才知道 吴天西是个了不起的人物 这对牛金堂 上下翻腿 呼呼挂风 只要一碰到刀上 就震着王伯党 虎口发酸 绑跟着发麻 稍微不如意 家伙就得撒手 没有贴不得照面 就只要架不住了 歇英灯一看不好 推马腰枪 前来驻站 哥俩两个双战吴天西 就这样还勉强维持 帅修信 你看 晃金丁扫阳朔 过来驻站 还没等到 到眼前 随朝大将 马三宝 大吼立声 来人 修伤我家主将 我来陪你 马三宝 拍马五刀 是站住 帅修信 游俊达催马 摇叉 想要帮忙 结果断支弦 晃大刀 催战马 拦住游俊达 程晓金一看 游俊达身手 我不能闲着 哎 鬼孙子们 有种的跟爷爷 打斩八百合 长夜林小孤山 接黄杠的祖宗 倒了 哇 这老程就冲上来 刘弘鸡一看不好 拍马五刀 站住 程耀金 咱这么说 守金匹官的五元大将 都伸了手了 一晕 五元大将也出来认了 结果打了个难解难分 单说五天锡 他对阵的是王八党 谢英登 这哥儿俩也未必是他的对手 但是五天锡呢 打着打着 也挺赞成义军 新说八了 真不是乌合之中 他手下这帮人真奇迹 哪一个都本领高墙 武艺精通 我可要多加留神 不然 今年是丢人见眼 将来还在皇上面前的请罪 弄不好 这脑袋就得搬家呀 五天锡想的是 抖擞精神 把刘金堂五度开了 是风雨不透 秦琼一看 不伸手不好办了 催马腰枪 刚要伸手 傻小子 罗世信过来了 哥 用不着你 打这几块料 交给我就行了 其实罗世信 真不是吹 就这位 谁也惹不起 他就是唐秦琼 哥哥上哪 他上哪 秦琼宝点了点头 先例 要多加谨慎 不可大意 我明白 他也可打谁呢 啊 还是使短大奉使 刘金堂这个好 他是主将吗 打他一个 顶好几个 因此他晃动大铁锵 迈克飞猫腿 他直奔五天锡 你们俩回去吧 把这家伙交给我了 王八党谢英灯 回头一看 傻家伙上来了 心中高兴 虚晃一招 驳马跳出圈外 是回归本队 傻英雄挡住 吴天锡 冲着吴天锡 他还乐了 我女士偷偷吧 来来来 咱俩别活别活 吴天锡 看这什么玩意 这个大傻家伙 还出阵了 真气死我也 他也没问明信 晃短大奉使油金堂 跟罗师信 站到一处 这下他都吃了亏 那吴天锡啊 要论名次上排 十三节当中 他排的第五位 头一个西服赵王李渊霸 第二个天宝大将温成都 第三个银锤大将裴渊庆 第四个金鼎太行山 大寨主雄跨海 第五个就是这吴天锡 但是 他遇上这傻家伙 是本套书上的 头一猛 今天这段书叫 一猛会五节 吴天锡言又不吃亏 道理 打到二十几个照片 他没住一流 银堂正发的枪杆上 他 就崩飞了 吴天锡一看 把虎口都沾破了 哎呦 亲说好大的劲儿 这家世人了 他想去捡躺 你拨马的功夫 傻英雄就不让他走了 把大枪扔了 儿 别走 小费 我要拧你的脑袋 望上一顺 要活着 吴天锡 傻英雄 罗世信 大战 吴天锡 这吴天锡 也算倒了没了 长这么大 没吃过亏 从未遇上过敌手 今日见着罗世信 简直把他打得是眼花缭乱 气团吹吹 只有招架之功 并无还手之力 吴天锡 心说坏了 没想到 想法当中 居然有这么武力高强的人 看来 金匹官难保啊 打仗这东西 必须思想记住 这脑袋一流号 那非吃亏不可 何况他 还不是罗世信的对手 就这么一散神的功夫 被罗世信 往上一窜 把他脚脖子给抓住了 吴吴 这么小子 哭吐 把吴天锡 从马上给扔下去了 罗世信 往前一窜 把吴天锡的脑袋给抱住 我跟他拧下来 你说这招够多损 动不动就拧脑袋 秦琼 徐茂公在后的看得清楚 秦琼 高声喊吓 前帝留情 要活的 徐茂公也说 傻阳兄 留活的 千万别拧脑袋 罗世信这才把手松开 你们进去好人 算你捡个便宜 罗世信 帮着军兵 打吴天锡 吴花大桑 那么吴天锡手下 还有四元大将 马三宝 断之前 燕开山流洪击 这四将打着打着一看 哎哟 主将背秦 他们心神就散了 见势不好 打算收兵撤队回滚 因此把大刀一摆 好像风卷残云一般 跑跑 快回金蹄关 快进城 这个狼狈劲就甭提了 结果 自己的骑兵 踩着步兵 步兵 以骑兵 掉进护城河的人还不少啊 徐茂公一看 趁热打铁 走马兵战金蹄关 这事不能耽搁 把令字击一枕 纷纷一声 对 一定趁势多关 啥呀 别让他们跑了 追呀 再看山中义军 真好像离贤之戒一般 是紧归不舍 由于呢 距离太近 守官的随军 不敢开弓放箭 这一放箭 你不知把谁给伤着 这么一游戏 结果义军闯进金蹄关 马三宝四将一看 不好啊 从东门进去 从西门就出去了 连家也没回事 望风而逃 阉辞一军 顺利的占领了金蹄城 徐茂公进城之后 纷纷一声 出榜安民 严明纪律 七五毫无法 咱们书说简短 各家头领进了城了 跟徐茂公升作率辅 先把五天西给提上来 五天西不服气 尽了率精神 利尔不归 把利尔一扬 胸扑一拔 嘿 念意思你们随便吧 徐茂公跟秦琼善凶信 商量了半天 徐三爷站起来 亲自过来 给五天西解开榜声 吴将军受惊了 来人哪 看作 你 姓徐呢 你想收买我不成 没门 我是隋朝的民将 自知的中军保国 不知的其他 你要想跟我耍花活呀 你耍不出去 吴将军啊 您错会了 我们干什么跟你耍花活呀 没这个必要 你请坐下 踢我一言 五天西气呼呼地坐下了 徐茂公搬把椅子挨着他也坐下了 吴将军 义军说话 向来算数 我记得咱们两个人一见面的时候 我就说得清楚 我没心占领你的金蹄棍 无非是借路而行 咱里是路过 可是说什么你不答应 故此他们才翻了垒 那么现在呢 我们仍然化肤前沿 金蹄棍还是你的 你仍然是这里的大帅 如我们吃完饭之后 稍事休息就整队出发 您看这怎么样 现在希望您查看一下 库府前梁 少没少什么东西 老百姓受没受什么损失 咱们做完结交手续之后 现在就分开 吴天西就一愣 不知道徐茂公说的是真吗 还是假 秦琼在旁边查话 吴大帅 方才我家军师所说 句句事实 您就不必怀疑了 有道是忠臣孝子 人人静 命当奸责 刘骂您啊 我们知道老武器的遭遇 知道武士一门 全是轰轰烈烈的大英雄 我们赞成您 故此才把您给放了 你还放心 不但你没事 你的家眷也没事 那些将官的家眷也没事 不信就叫你们见见面 秦琼说吧 冲下子一挥手 时间不大 吴天西的妻子 吴天西的俩儿子 还有他一个女儿 家眷二十多人 纷纷来到 结果什么事没有 你家人见面抱头痛哭 都说义军纪律严明 派人守住咱们的府门 任何人不能随便出路 慢说人没受伤 物件是一点都不少 现在大街上秩序正常 哎呀 吴天西是深受感动 这回转变了态度了 冲着秦琼和徐茂公 一躬到地 二位啊 我有眼不识泰山 言语多有冒犯 足以该万福 我这儿情罪了 吴将军不必客气 那么既然你有这个意思 您打算什么时候办结交手续 哎呀 二位啊 笑话 我现在的金替官就是丢了 虽然说你们给我 那跟丢有什么区别 朝廷必然怪罪 所以呢 这个官 我不能再当下去了 金替官我也不要了 实不相瞒 方才我就想好了 我打算带着家眷 离开金替 回我的原地 金顶太行山 我希望将来 咱们还有见面的机会 吴天西是这么说的 也是这么做的 马上跟众人告辞 带着家眷 准备的车辆 和其他将官的家眷 能有好几百口子 离开金替官 严顿到太行山去了 到了下位书 咱们另有交代 吴天西走了之后 整座官城 落在义军手里了 现在呢 义军不想站这个地方 耗费精力 另外 另外孤城一座 也不容易守 只好在这暂时休息 徐茂公传令 义军在这修整三天 然后整队出发 为了以防外衣 把老鹰 先留到金替 老鹰啊 就是各位 头领的家眷 妇女孩子 带着有点累赘 先暂时 让他们在这进军 等到了瓦冈山之后 一切顺利的话 再把家眷 接到山里头去 临走之时 把贾云府柳州臣 两人给留下 让他们足以善后的一切 照顾家眷 然后义军是整队出发 书说简短 离开金替关 奔瓦冈山 路上什么事也没有 很顺利的到达了山下 再往前走 就是瓦冈山 头到山口 叫金姬岭 他们离着金姬岭 五里地 选了个适合的地景 安营扎寨 等把大寨扎好了 吃完了饭 各位头领 坐着一起商议军行 施法林官 善武爷站起来 二哥 三哥 各位弟兄 当初是我的提议 要投奔河南瓦冈山 如今目的已经达到了 瓦冈山就在眼前 我打算跟各位告假 讨令到山内去见金钱豹宅让 把事情跟他说清楚 叫宅让率队应接 把咱们弟兄接近瓦冈山 不知各位意下如何 习国远从旁边说话 我说五哥 咱们是自己弟兄 有什么咱们就说什么 您可别不爱听 我听您的意思 您有十成十的把握 就好像到那块一说 他们就能同意思 不过据我所知 人家河南瓦冈山 也有好几位头领 人家手下有一万类弟兄 能不能听咱的 这玩意很难说 那么事情成了是最好 万一要出了岔头 人家不听咱的 你怎么办 贤弟啊 你放心 我心里头有数 我不是说过吗 金钱报宅让 跟我是磕头的把兄弟 我们俩不分彼此吧 过命的交情 也慢说我投奔他来了 他不能拒绝 就是我要他的命 我相信他也不会移植的 出岔头的事肯定是没有 三哥 你能不能让我去一趟 但愿如此 不过五弟啊 方才齐贤的所说不假 这个人心多变 此一时彼此 过去的皇帝现在看不得 当初的宅让和今日的宅让 是不是一样 这边还很难说 你呢 不要标以轻心 我就派你做全权代表 为了防备万一 你再带上四位弟兄 齐国园李公辉 赛赛 金城牛盖 赛赛 你们四位 保护你五哥 赶奔瓦岗山 以防万一 明白 明白明白 等等 善雄近是全权代表 一切由他做主 你四人 只是保护他的安全 不准乱查言 不准破坏整个计划 违得 军令从事 明白明白 就这样 外边准备了五匹战马 带了二十个从人 你看拜山拜山 得离不开里 又准备了八甩 助理 这才跟众人告辞 港奔瓦岗山 山雄近走后 秦琼不放心 问徐茂 三弟 你看这件事情 有成功的希望吗 很难说 不过二哥你放心 小弟 已经做好了一切安排 为料圣 先料拜 为斯进尔 先思退 这一点 哥哥 你就放心吧 秦琼知道 徐茂公最有讨料 因此不便多问了 耐心的 在这听信 但说 善求信 怀着十分的信心 高高兴兴 率领众人 来到金鸡岭下 一看 几年没来 瓦岗山 变了样子 就拿这座 金鸡岭来说 在半山腰 又起了一座城楼 厚薄 高矮 跟国家正式的城市 一般不二 全用巨石砌城的 高了下 左右三次障 在关楼上 还有三层建楼 密布戒严 大旗飘摆 地势险要 这座城市 随着山市的高低 蜿蜒验身 就有如小长城一般 再往前走 眼前出现一道壕沟 宽能有三丈 深能有三丈五 里头灌着水 吊条高条 飞你也飞不过去 山雄进到了沟这边 把马匹带住 站住 大家全站住 没等官生的人问话 曬雄信先说话 哎 守官的弟兄们听着 哪位是陶灵 请他出面答话 守官的楼楼兵一看 焦头接耳议论纷纷 赶紧给陶灵送劲去了 等一会儿 陶灵把身子 从舵口里探出来了 你是谁啊 我是山西路州天堂县 八里二仙庄的 我姓善明通 自修信 江湖认称赤法林官 您不是上二元 陶灵的总票八子吗 我这乡可有理了 这位兄弟不必客气 我从远路而来 要求见你家大寨主金钱报宅啦 樊老你给我通病医生吧 好好好 总票辣吧 你廖后片刻 我现在就去送信 这头领 啥叫吴飞 信信信 哎呀 等着吧 足能等了一个时辰 齐国远李路徽 就有点不耐烦 我怎么这么半天还不出来 吴哥 看到没 事情有变化 人家肯定不欢迎咱们 山雄信一瞪眼 来点 你们懂得什么 你知这把钢杀有多大 来回送他们信有多大 人家不得准备准备 从这一点上 你们怎么就知道 人家不欢迎咱们 可也倒是 但愿欢迎咱 正在这时 关上还响了翻声炮 炮响过之后 关门大开 吊桥放下 从里面出来五百楼兵 这五百楼兵 穿的是长袍短褂 要里啥事带子 手中全都没拿着兵刃 验尸行排开 左右一站 正中央闯出三匹马 马鞋桥上端着的仨根 往正中央这匹马上滚开 坐着个小伙子 飘下马来 平领身高 九尺挂铃 宽宽的肩膀细细的腰身 刮子脸肩下壳 宽脑门大耳朵 无关端正是面次过运 但有一点不好 在脑门子上长了一块玄 这玄就好像大钱似的 转圈还长了一圈黄毛 看年纪二十多岁 腰中玄着宝剑 头顶虎头巾 身穿虎皮砍尖 虎皮的围裙 下头蹬着一双香牛皮的战靴 瞄穿得胜沟挂着三股脱天长 二目如殿是宛如泰山 在他的上吹手 是个和尚 这个出家的僧人 岁数也不大 看意思顶多也就四十岁吧 心屁的脑瓜皮 取清散亮 大耳春筋 满脸的横肉 鼻子周围 还长了几个浅白麻子 越显得凶恶呀 再看这个和尚 面沉似水 鸟齿桓得胜沟 挂着方便连魂铲 下垂手那匹马上 坐着个小个 这人骨瘦如柴 能有六尺多高 穿轻挂躁 面色撇轻 鸟齿桓得胜沟 挂着一对方门双剑 再往后看 甭问了 都是瓦岗山的篇富债主 能有四五十人吧 为首脑门子上 掌喜欢的那位 正是大寨主 金钱豹宅让 还没等山雄信说话 就见宅让把马带住 摔登立安 漂上坐地 撩衣服往前跑 来到山五爷的马前 哭涂就跪下了 二哥 你们都把我想说了 是哪阵江峰 把您刮到河南来了 树小弟应接来吃 大面恕罪 哥哥呀 宅让还哭了 山雄信的心里也不是资本 赶紧从马上跳下来 把宅让掺起来 四只大手握在一起 你看我 我看你 半天都没说出话去 兄弟 你挺好吗 嗯 托哥哥的福 我现在问的还不错 那就好 哥哥我来 就是为看你 另外有许多事情 要跟兄弟们商议 好吧 哥哥 此地并非讲话之所 到里边吧 身后都是我的朋友 金城 牛盖 齐国园 李如辉 哦 听说过 听说过 欢迎欢迎 各位弟兄 往里请 往里请 说话之间 他把那和尚叫过来了 把那小个也叫过来了 和尚是二寨主 尖瓦岗山的军师 叫圆角罗汉 那个小个 姓赫叫赫连章 是三寨主 山雄信 以前都没见过 这次打过招呼 携手揽卵 进了金鸡岭的关城 哎呀 齐国园李如辉心说 看这一次有门啊 怪不得我五哥拍的胸膛 只打保票 你金钱报差上挺够意思 有道是人不伤心 看这份亲热劲 也许能把瓦岗山让给我们 山雄信心里也是这么想 肯定万福即使 对别人不了解 对宅仗我太了解了 这小伙子最讲义气 当初我对他还有救命之恩 我不是翻小查 没有我他没有今天 真格的这么远 我来投奔他 他能拒绝我吗 万宝一说就妥 就这样 他们过了金鸡岭 走过十八弯 又转过三道石头城 这才来到中平大寨 你看山雄信心里是那么想啊 他做梦也没想到 这一次进了瓦岗山 真好比是龙潭 虎穴 金钱报宅让 把山雄信五人接进待客厅 山雄信在这一路上都看了 哎呀这瓦岗山 占地数百亩啊 山是险要 一手难攻 真是个好地方 难怪随军几次超山 都大败而挥 宅让这几年发展的可够快的 越看心里越高兴 进了大厅之后 分宾主落座 宅让紧挨着山雄信坐着 握着山雄信的手 问寒问暖 哥俩谈了半天了 越谈越高兴 宅让传令 来人啊 传我的话 为了欢迎我二哥的来临 全山放假一天 杀牛宅羊 靠上帝兄 另外 告诉厨房的 圣牌宴 要给我二哥 接风 咱俩 山雄信一听痛快啊 一看宅让真够意思 时间不大 酒宴排百下 众人谦让了一番 这才落座 山雄信坐着客位 宅让坐着主位 圆角和尚 贺连掌 在旁边奉陪 推杯换盏 大家就吃起来了 那么吃着吃着 该谈正题了 再让把酒杯放下来 二哥 您从山东 来到我们河南 大概是有事儿吧 山雄信温听 也把酒杯放下来 兄长 你说对了 依则我想念你 来看看 另外有一事相求 二哥 您要这么说 可见外了 有话您只管吩咐 怎么能提到 求我呢 说吧 什么事 好 贤弟啊 咱们也不革心 有什么我就说什么 哥哥我领人 来投奔你来了 虽然咱哥俩没见个面 我的情况 大概也有耳闻 我们反了山东 火烧了济南 砸肩反育 救出程耀金游郡达 挑起大旗 要推倒这 无道的朝廷 现在我们取过 金蹄棍赶走了 五天西 跟关键 属于火 不同炉了 我们呢 美中不足的 就是没有一个 落脚的地方 后来经我提议 想起你的 瓦岗山了 这个地点 是最理想不过 我跟各家头领 打了保票 我说得清楚 只要我们来了 跟兄弟你打个招呼 你指定能欢迎我们 进山入火 贤弟啊 就这么一件事 你乐意不乐意 要乐意呢 把我的弟兄接上来 从今以后 咱们两家和唯一一家 跟随朝干到底 有朝一日 把杨广推倒了 另立乾坤 另立民主 然后咱们平分天下 你看怎么样 哥哥我说话是算数的 绝不食言 哦 二哥 您这一说我明白了 怪不得 你们到了河南瓦钢山 闹了半天 打算跟我入伙 太好了 欢迎 欢迎 不过呢 山兄系一听这词 就有点不高兴 一般呢 都是在不过后 都做文章 钱都说的挺好 山兄心就问 不过什么 二哥 小弟跟过去不一样了 您看看 我手下一万多弟兄 光头领就有几十位 虽然说我是大债主 可是这么大的事情 我也得跟大伙商议商议 万一有人想不通呢 我跟解释解释 让大伙高高兴兴的合作 要不然 强领的瓜不甜 再发生一些误会 反为不美 二哥 这一点您能不能谅解我呢 给小弟一点时间 让我们好好商议商议商议 山兄心一听 宅让说的也不是没有道理 本来嘛 人家一万来人 几十位投领 这么大的事情 确实得说一说 你要操之过急 马上叫人表态 这般有点强人所难呢 这个阅历的事情 善武爷是不能干的 善雄你说好吧 兄的 有你这句话 我就领情不过 不过事在紧急 不能拖得太久 你得什么时候 能告诉我一个确信 这还不得个几天 那可不行 我等不了几天 那么你就把弟兄召集起来 跟大家一说不就得了吗 我看有一天的时间 也就办完这些事 那他们俩正在说着呢 二代主圆角和尚 气得啪啪酒杯蹲桌上 这和尚挺不是东西 罗弥陀佛 大寨主 善而言呗 贫僧 说几句好吗 善武爷心里就不痛快 其实我跟大寨主 正在这谈着 你说个什么东西 你嗷嗷一嗓子 你干什么 但是人家是二寨主啊 你能不让人家说话吗 善雄信没表态 瞪着眼睛看着他 看来这个宅让啊 对二代主还挺尊重 听到说完了 宅让点点头 高僧 有话请讲 这和尚活动活动筋骨 看了看善雄信 和齐国远这四个人 好吧 善儿远妹 关于你们的情况 贫僧 料有耳闻 我知道你们在甲柳楼 四十六友 煞雪为梦 返山东 炸几湾 你们折腾得不含糊 老匹夫杨林 对你们也束手无策 这一点 我们非常高兴 但是 今天刚见面坐在桌子面上 正在叙雄的时候 您突然提到入伙的事 这玩意叫我们措手不及 那么我家大代主说了 好好商议商议 这在情理之中 看善儿远妹的意思 你还等不及 是不是未免强人所难了 哦 山雄信一听他调理了 高僧 你说的有一定的道理 本来想打招呼 你是知道 官军手法甚严 送一封书信很难 万一落到官军之手 对你我两家全不利 故此我世界没打招呼 请你原谅 另外 我们今儿个这不来了吗 我们哥儿五个干什么来了 也是打招呼的意思 请你呢 还得亮起 既然高僧说了 你们打算商议商议 那么我现在想听一听 您是什么意思 是欢迎我们入伙 还是不欢迎 咱们都是路里人 料地摔三截 办事情干净利索脆 不要脱泥带水 您先表个态度 我儿 二元位 好 那我有什么可就说什么 要一贫僧我的意思 您一个人来 我二话没得说 欢迎 因为您跟我们大债主 是莫逆的交情 多头之后 我们大债主平时没少讲 可是您不是自己来的 你领着好几十人呢 还带着几千弟兄 这人多了 心不齐 画龙画虎 难画虎 知人知面 不知心 我不相信这些人跟你想的都一样 可是这事 如果我们顾及脸面 答应合作了 将来办 一有了变化 怎么办 高桑 你说的这个变化 是指什么而言 我 我怕有人 以合作为名 吞并我们瓦岗山 刚才你说的 将来得了天下 我们平分秋色 我看这话好说 将来事情不见得那么顺利吗 你们在独吞了果实 我们怎么办 人心割肚皮 做事两不知 咱们先小人后君子 光凭你那么一说 我不相信 圆角和尚刚说的这 三寨主贺连章也说话 因为贺连章跟圆角和尚最好 两个人都是安徽人 这贺连章有能耐 高里高去陆地飞腾 足智多谋 那是金钱报宰让的左右手 圆角和尚说什么 当然他得顺着 他把筷子一放 我来说几句 方才高僧所说不假 办什么事情 都得先小人后君子 12月内 对您我们欢迎 假如您来入伙 我们列队迎接 跟我们大寨主商议商议 还需让您做第二把金交椅 或者头把金交椅 可是您要把个徐茂公 秦琼 等等都领来了 他们是干嘛吃的 我们不知道 你了解他们 我们不了解 再者一说 我们河南瓦钢山 冰墙良足 我们用不着跟谁合伙 就没有你们帮忙 我们也能推倒 大随潮的天下 就是推不到的话 我们在这自食其力 是戳戳有余啊 有的是多一事 不如少一事 没事我们 非得找人跟我们合作 干什么的 12月内 恕我们礼貌不周 您提出这个要求 我是不同意的 三雄心一听 果然事情有了变化了 回过头来看宅浪 你看宅浪家有牵口主食 一人 他是大债的活 你别人怎么操作没用 就看宅浪怎么表态了 但是没想到 金钱报宅浪把头一逼 不说话 那么显然就看出来了 二债主三债主说的话 他同意了 陕雄心的活 就撞到脑门子上 心说我在二哥三哥面前 打了保票了 我把公拉的灯灯满了 我这么回去 我怎么交代 尤其是善伍爷 对宅浪不烦 心说你这人变了 跟当初不一样 你耍肉头阵这事 你为什么不言喻 山雄心刚想发火 齐国远在旁边说话 这位本来就是没事 爱找事的人 他的脑袜跟程妖精相似 喜欢把桌子一拍 哎 我说几句 我方才这位大和尚 和这位说的话 我不爱听 我们一军说话是算数的 我射五哥说话 不只是代表他个人 是代表全体一军 说完话能等于放屁吗 说将来有一天得了天下 我们说话不算数了 我们强兵亚主 通病挖岗山 你们要那么想 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父 太小小我们山东义军了 另外宅让你挺不够意思 我听我善无哥说 你够朋友 说你小伙子是红脸汉子 你们是过命的交情 故此不远千里来偷奔 结果你一看 你是个小人你挺奸诈 为什么这二位寨主说话 你不表态呢 哦我明白了 你是同意他们的说法 你们认为这我们山东义军 无处偷奔 非指这棵树吊死了 那你就想错了 我们走马兵群 金梯关没费 出一回之力 上什么好地方不行 就因为你是个人物 觉得你不错 我们才来偷奔你 要知道你是这样的人 你请我们也不来 李如辉跟齐国远最好 齐国远说什么 他得随着什么 老齐这一发言 李如辉跟着也说什么 我说两句 老齐说第一点不假 要知道你们是这种货色 用八台叫也抬不来 五个走 这地方充满了臭气 不是咱们弟兄来的地方 那宅让他还没表态 尽管这两个人嘴里说些不驯之词 宅让他就好像没拼这词 圆角和尚可不干了 圆角和尚把桌子一拍就站起来 问你们二位是干什么吃的 这是什么地方 这是我们马刚山的代客厅 我们拿你当客人 把你们应接近山 涉酒款待 关于所说的事情 我们乐意是人情 不乐意是本分 难道你们要以强凌弱不成 你们还想躲我们的瓦岗山吗 要是这样的话 我们不欢迎这样的客人 来啊送客 这话就说僵了 可三寨主贺连章一听 既然到了这步了 索性就把脸撕破了 不然的话 这大寨主犹豫不定嘛 早晚经过一解释 背不如他同意了 把山东义军接到山上 我们哥一个怎么办 要是这个老三平阴险呢 贺连章想在这 站起来把椅子踢倒 跟圆角和尚说 二寨主 他们是朋友 咱们盛情款待 要是圆界 咱就是仇人 还送他们干什么 干脆远点 送他们上西天就得了 来了 把他们给我绑起来 还没等宅账表态 三寨主传了令 就见听方外科的楼楼兵 各大刀枪绳索 呼拉着 把房门就给堵了 他那意思要下手啊 山雄信叫赤法灵魂 姓如烈火 多胆吃过这种亏 山伍爷站起来 桌子给周翻 然后摁崩黄拽出佩剑 习贵远里路回五个人 拽出佩刀 马上就叫他伸手 圆角和尚冷笑一声 哎 姓善啊 咱们这么办 待客厅是招待客人的地方 房子虽然不小 不是比武之处 哎 有种 咱们到院中比赐 贫僧要领教领教 怎样一个赤法灵魂 要把我们赢了 哎 这事好商议 要赢不了 你们就站着进来 抬着出去 把话说到这不可收拾了 各拉军阵票到天井当院 今天报宅让 不管怎么说 他得向着山上的人 一开始大伙抄着他不言语 后来这一闹翻了 宅让只好厚着脸皮 也跟着来到院里 冲着山群戏一抱拳 二哥 很对不起 你看闹得这种地步都不可收拾了 二哥 您这次来就算白来了 干脆你们另头踏出吧 树我瓦岗山 山势窄小 不能留你来 要是这样的话 咱还可以避免冲突 我列队送哥哥下山 如果哥哥非要坚持 你看这这这 众怒难犯 我也不好说话 呸 宅让 你少卖人情吧 有什么本事 你们尽管施展 善谋 放牌 到了院里 把架势拉好了 宅让还真摸不开身手 推到旁边观战 而瓢头的就是圆脚和尚 再看这家伙 吩咐手下人 从德胜沟上 摘下方便连魂铲 他这条冰刃可够耗了 那铲 你见过 一头好像个大铁锹 三面是这 另一面是个大月牙 出家人一般都使用这种东西 而且圆脚和尚这条大铲 买冰铁制造 重八十余斤 就见得把大铲接过 抖了一抖晃一晃晃 上面九个环子叮当山墙 他点手换山雄线 滚吧 今天你问问我的军阵答应不答应 要赢了我掌中的大产 你们想怎么的都可以 还没等山午夜过来 齐国远腰就蹿上来 他手中拎着把刀 来到圆脚和尚的进前 这都骂呀 那半天那齐国远刚才呀 压着火 说的话还比较文明 现在抓破脸了就没有顾及了 他是祖祖奶奶的大骂不停啊 骂着骂着 双手捧刀手 尊心便策 圆脚和尚也不理他 使得个怀中抱怨 万万招架 开 肠杆正碰着刀 把齐国远震在手 无口酸麻 你转身 刀奔腰部扫来 大和尚望上一顿 刀从鞋底擦过 没看到 和大和尚搬铲头线铲转 大月牙 直奔齐国远的耿嗓 哎哟 齐国远望上一哈腰 肚子太大 蹲得不那么利索 这月牙正铲到他帽子上 噗着一下 把帽子给铲掉 往上个圈 在脑门子上内着 把老齐吓得满头都是冷汗 回过头问 山雄信和李卢辉 哎 我脑袋掉了怎么的 山雄信一听 什么词啊 脑袋掉了 能说话吗 你简直太饭土了 齐国远跟圆脚和尚伸手 简直就接不住 五六个胃盒 被人家一铲杆打到后胯上 把齐国远打了个马趴 楼楼兵望上一床 讲他生擒活拿 也没见过齐国远 脸皮这么厚的 让人家抓住了 他还喊呢 吴哥 各位 快点救我吧 我要归位了 李如辉一看 齐国远被拿 哑音都红了 晃刀闯上来 拿命 来 哥哥不必着急小弟来救你 轮丹刀跟大和尚站在一处 第六个照面 他使了个丽皮花山 和尚使了个举火烧天室 刀正砍在铲砍上 他们俩飞了 好 李如辉一了 和尚禅李夹脚 正登他后腰上 李如辉是翻身栽倒 也被人家生擒活拿 金城牛盖一看不好 哥两个两把刀左右加工来站圆脚 结果俩人也摆给 没到十个照面 刀飞了 也被人家生擒活拿 就生擒胸心了 山安五爷一想 我宁愿陪着四位弟兄鼠 我也不能一个人逃走啊 五爷想到这白宝剑 直奔圆角和尚 两个人家杀在一处 金钱豹宅让集体之冒汉 觉得很对不起 善痛 但是又没法拦着 最后一狠心 哎咋地咋地吧 山雄心活着这事也不好办 还不如叫圆角和尚把他杀了 因此他还是不表态 圆角和尚 放开亮 使展开本领 跟山雄爷杀在一处 要说山雄心里能力是不错 不过今天吃大亏了 山雄爷是马上就见过 那跨下火龙鱼 掌中精兵早阳朔 今儿个马没了 朔不在 手里就使着宝剑 尺寸又短 分量又轻 怎么打怎么变的 因此一个没留神 宝剑也废了 被人家生擒活达 大和尚吩咐一声 把这五个人 乱人 分尸 善雄姓哥五个 全叫人家活达 圆角和尚 吩咐一声 要把这哥五个乱刀分尸 金钱豹宅荡一挺 一皱眉 有什么仇 至于下这么狠的手 因此跟圆角商 高桑 算了吧 能治一福 不治一死 瓦岗义军 山东义军 总的宗旨是一致的 咱们最大的仇敌 是朝廷 咱们不能自相参杀 虽然他们做事 礼貌不周 那毕竟咱都是朋友 我看 让他们知道知道 瓦岗山的厉害就得了 把他们放了 宅让这只还真不错 可圆角合成 听完了一跺脚 大带着 你别忘了这句话 心词面软 流祸 爱啊 别的事情 都可研究 唯独此事 不能让步 杀他们 这叫杀一敬拜 让山东这些人 也知道 咱们瓦岗山 不是好欺负的 让他们死了 那个面头 省着打咱们的主意 大带着 你别犹豫了 你把这事就交给我吧 三寨主 贺连长一听 赶紧给打圆场 大带着 高僧说的不是没理啊 你要觉着把他们乱刀分尸 有点残忍 那么就改改 给他们来个一刀之苦 脑袋砍起来算了 您甭管这事 您就交给我们吧 宅让呢 还就没词了 就这样 按照山寨主所说 把隔五个绑到树上 叫了十名刀夫手 就要开刀砍脑袋 正在这时候 有个楼楼兵 撒脚如飞 跑进大厅 棒 报大斋主 和各位斋主 有个姓秦的 叫秦穷前来拜善 宅让把手一举 当当当当 别开刀 先别开刀 圆角和尚就问 大斋主 您害怕了 您要反悔 不 事关重大 咱不能草率行事 再者一说 人命观天 先别杀 先别杀 先看看姓秦的来 什么意思 他有什么话说 以免后悔 他不管怎么说 他跟姓善的一个头 磕得地下来 他们俩得说一样的话 那姓秦的来 就是为救山雄心来的 干脆先把山雄心 他们杀了 然后再杀秦穷 这有多好 不不不 为人出事 不能把事做绝了 听我的啊 没我的话 谁也不准 暗中动手 为何 严惩 秦穷带了多少人来的 回答寨主 一共才俩人 哦 如此说来 列队 应见 宅让帅领 篇幅寨主 一直到了 荆棘岭关楼的前边 为了防备万一 他顺着马道上了城了 扒着舵口 探身 望下一看 可不是吗 一共两人 两人都没骑着马 上锤手 有个黄脸 大汗 背着双茧 在他的身后 站着一条大汗 好像半截的黑塔相似 肩头上 扛着一条大铁枪 谁啊 真是傻小的罗氏姓 原来 帅兄姓哥五个走了以后 秦穷放心不下呀 虽然说 徐茂公告诉他了 他自有良策 二哥您放心 那样玩 那心也放不下 秦穷急得好像 热锅上的蚂蚁 背着手来回之转 等了一个时辰 没有消息 两个时辰 没有阴信 后来秦穷就冒了汗了 跟徐茂公说 三弟 我实在等不及了 倘若这哥几个 有个三长两短 咱对不起 朋友 我这么估摸 这肯定是出了变化了 徐茂公就问了 二哥您的意思 我打算进山去看看 不然的话 我不放心 徐茂公跟魅征 几个人胖了胖头 一看拦是拦不住了 秦穷这个人也拼命 一条道跑得黑 后来大家同意了 徐茂公跟秦穷说 二哥 您可以去 不多带人不行 您准备带多日 不 谁我也不带 我一个人去就可以 大回情都不干了 呼拉超望上一床 二哥 我跟您去 二哥 我跟您去 傻小的罗氏信 从外边进来 把两只大手一伸 把众人扒拉到旁边去了 都躲那躲 谁也不用去 我跟我哥哥去 秦穷一想 这种事 凶多吉少 带着别人 确实不方便 不如带着罗氏信 而且罗氏信 还有能耐 带着一个顶着拔子 最后做了决定 哥儿两个进山 徐茂公告诉秦穷 二哥 您只管去 现在我就分兵派将 准备好了 给你们打接用 但愿别出意外 就这样 哥儿俩离开大营 来到金吉岭 翟浪呢 对于秦穷的名望 早就有耳闻啊 那秦穷一出事 马踏黄河两岸 捡打三周六府 威震山东半边天 人诵绰号神权太保 双俭大将 孝母四专注 交友四孟长 有口皆碑啊 因此翟浪对秦穷印象极慎 对他也极为敬仰 如今这个人就在眼前呢 不管事情发展到哪个地步 但这刻强不能忽略了 宅让看完了 放心了 分飞声 开关啰嗦 带着圆角和尚赫连张 篇幅寨主五百楼兵 亲自接出来了 见面之后 宅让从马上跳起来 一躬到地 您就是秦壮士 不错 正是秦某 不用问 您就是大寨主金钱豹 宅壮士 不错 是我 哎呀 秦壮士 久闻大名 轰雷贯耳 今日得见 三生有幸 欢迎 欢迎 此地并非讲话之所 往里边请不 正要 逃咬 说着 秦雄跟他进了金鸡岭 过了三道关城 转过十八盘 来到巨义大厅 一进院 秦雄就一愣 往左侧一看 庄子上绑着五个人 正是善雄信 齐桂园 李陆辉 京城和牛盖 秦雄心说 我幸亏来了 我就觉着心惊肉跳 不得安稳 估计会出事 果然不假呀 索性 这哥儿五个还没遭毒手 秦雄有幸过去说几句话 又一想 在人家这一亩三分地 有点失礼 不说吧 这火太大 压不下去 山雄信也看着秦雄了 嘎巴嘎巴嘴 没言语 但是齐国远 可不管这套 一看秦雄来了 可见着秦人了 二个人 快救我们哥儿五个 我们要归北了 秦二爷听见 假装没听见 把脸一扭 迈大步走进居一屏 宅长很客气 大家分兵主落座 仆人献茶 秦雄望着一坐 罗世信手挺大枪 站在秦雄背后 无视眈眈 保护哥哥 别的事他都不管 谁动秦雄他可不干 秦雄连一口水也没喝 就听宅长说 秦庄师 不用问您这次进山 视为善二哥来的吧 一点儿不假 大寨主 我正为此事而来呀 可能我五弟 把所说的话都说了 我们返山东 乍济南 调起义气 跟随朝 势不两立 大家就商议 投奔到什么地方合适 是我善无地平 跟你有交情 故此不远千里来投啊 但我不明白 山雄信进山之后 有哪些十里之处 被你们给绑上了 这是为什么 大寨主 你们想把他们弟兄五人 怎样处置 远闻其乡 这 他问 宅让啊 有点理愧 怎么答复呢 还没想好 正在他犹豫的时候 这圆角和声又说话 弥陀佛 秦二爷 我欢迎你这个人 快人快语 干脆打开窗户 说亮话 我们就是要杀他们 你晚到一步 人头就落地了 哦 请问这个高僧 你们为什么要下此毒手 就因为他们满行无礼 满行无礼 此话怎么解释 嘿 呵呵呵呵呵呵呵 秦琼啊 你是装糊涂啊 是怎么的 这满行无礼之处多了 你听我介绍介绍经过 山雄信一到我们瓦岗山 我们一礼相待 放假一天全军祝贺 对他十分欢迎 可没喝下三杯酒 他说什么 要领着人到山上来入伙 马上逼我们大寨主就得表态 甚至我们大寨主提出来 给一段时间好好商议商议 都不行啊 还有那个姓齐的 在九夕宴前大放厥词 把我们瓦岗山说的一无是处 分明是以强凌弱 以示压人 其实他们是错翻了眼皮了 我们瓦岗山不吃这套 顺我者生 逆我者亡 因此才发生了冲突 当场动手 才把他们给抓住了 按贫僧的意思 把他们乱刀分尸 大寨主不忍 这才改为崭新 这就是以往的经过 你要怎么样 这大和尚比秃一巴狗还横 他这一说不要紧 秦穷傻目望周围一看 山上的偏塑寨主 皆有怒色 每个人握住刀帮 看那意思 大和尚一歪歪嘴 就得兵容相见 秦穷这活也撞得到门上来 但是他跟山雄信不一样 秦穷 廖氏 哎 比山雄信那样高明的多呀 二爷一想 要闹翻了 没有好处 人家人多是重 我们人单是无 打上了也好 打败了也好 都没有好处 因为我们五个弟兄 在人家掌握之中啊 一旦闹翻了 不但救不了人 再加速他们死亡 我不成了罪人了 对不起朋友 怎么把这个事办得圆满呢 因此秦穷 听了圆角和尚的话 就好像没拼见一样 表面上仍然是心平气和 扭回头来跟宅让说 大寨主 这位高僧说的是事实吗 事实不回事 哎呀 大寨主啊 我听我五弟山雄信跟我讲 他跟你交情可不错呀 有这种事儿没 有有 这也是真的 你们两个人多头之后 莫逆之交 远在我们两家之前啊 不然的话 他不能提议 让我们投奔法岗山 可既然事情闹到今天这个地步 我还希望大寨主高抬贵手 有容忍之谅 过去怎么好嘞的 如今说闹翻了 就得要命 这样做未免过分了 我深知我五弟的脾气暴躁 我手下的弟兄不会说话 我秦某 代替他们向大寨主 以及在座的各位寨主 排离了 还望大寨主手下超声 看在往日的情分 饶他们不死 既然各位对我们有怀疑 那我们就不来瓦岗山 我秦某说话算数 领他们回去 另投别处 也就是了 往后呢 我们朋友还是好朋友 过去的恩情不能忘记 你们打随巢 我们也打随巢 两家有了困难 还应当互相帮忙 不知大寨主 一下如何 您看一样说话 人秦琼说的话 四面见光 让人听着那么舒服 宅让心说 罢了 秦琼真够个贵啊 这个人的确不简单 干脆就答应就得了 因此宅让就想表态 坏事就坏在这和尚 跟何连璋身上 这大和尚在旁边 查阳观色 一看 大寨主要活动 心说这样是答应 把人给放了 后果不堪设想啊 既然你抓破脸了 咱就抓得点疼 彻底决裂 一决后患 还没等宅让表态 大和尚站起来 彼陀佛 我替大盖主说吧 姓秦的 你说的这种话呀 根本我们不能打破 要想把这几人给放了 不行 放虎归山 必要伤人 这个道理你是懂的 那个外姓秦的 你可别不爱听 这是你自己来的 这不是我们抓你的 今天你们两个人也走不了 贺连长紧跟着帮枪 对 你们两个也是站着进来 趴着出去 秦琼一听 太扎耳朵了 这口气实在咽不下去 但是秦琼呢 还不想发作 郑郁娘辞去 怎么答复你 傻英雄罗氏信不干了 这罗氏信呢 没啥实心 好话坏话 他还听得出来 他一听他们说这种无理之词 傻英雄 咬一嗓子 把秦琼下了一哆嗦 他又蹿过来了 你们干什么 你们想借我哥哥呀 我要了你们的狗命 我们要上瓦岗山 是赏给你们脸 不答应 我拧你们脑袋 我去你妈的 哗啦 把插桌给揍了 这还不说 傻英雄使得个虎扑子 奔金钱报宅让来了 他就认为着 射人先射马 秦贼先秦王 这宅让是头子 我应当想把他制服了 宅让一点准备也没有 你把 让罗氏信给抓住了 罗氏信单背一脚力 你给我出去吧 是让我日边 把宅让从大厅里扔到院去了 这根头摔的 要不是宅让本身有功夫 非摔坏了不可 一下大厅里就乱了套了 哇 大和尚 圆九 贺连章 篇富债主 甩大厂 亮家伙 好啊 姓秦的 你们山东人就这么不讲理 咱们院里的鼻子脚亮 呼噜呼噜都到院里了 贺连章跑过去 把金钱豹宅让扶起来就问 大哥 你摔坏没 没有 您看怎么样 跟他们山东人还有什么可谈的 这帮人就是这么不讲道理 不管他说软的说横的 编着发要占咱们瓦岗山 大哥 您就甭管了 他们来一个 让他们死一个 来俩死一对 干脆别留客气 单表大和尚圆九 命人抬过方便连魂城市 直奔 秦雄 他知道 山东的义军有几个主要的头领 秦雄就是其中之一 把他给整死 就杀了山东的锐气 张旗瓦岗山的威风 什么事都好办了 因此这和尚就想下毒手 把秦雄置于死地 还没等秦雄过来 杀英雄罗氏进 踢着大铁枪就过来了 哎 吐驴 来来来 咱俩大战 八百合 你照项 分心变策 大和尚你看赶紧用铲 往外招架 枪正碰到铲杆上 啪 这下把和尚可震坏了 叫做虎口发酸 两倍发疼 好大的劲啊 我可要留神注意 怪不秦雄带他来呢 闹了半天是个保镖 照在这时 七寨主蹦上行 七寨主人送外号叫满天星 姓赵叫赵成 双手捧刀 分心就刺了 傻家伙 接刀 又来了一个 你叫什么玩意儿 满天星赵成 鱼头月月也白着 何况是星星 叮噹叮噹 怎么了 让傻英雄罗氏进这一枪 正好扎在赵成肚子上 前边扎进去 后边戳着尖了 就见罗氏进后把一押 前把一抬 爱穿蛤蟆来 吹 一秒 这下把赵成甩到天上去了 在空中翻着个儿落下来 呱呱一声 砸到鞠一瓶的房顶上 又从房顶上咕噜下来 掉到院里头 这位是连扎带衰 绝气身亡 瓦岗山的英雄一看 哎呦 我这傻家伙 真厉害啊 赵成刚死 赵成的兄弟赵树 和双腹就传上去了 好小的妈命来 你是谁 赵树 刚才死的是我哥哥 你哥哥走得不远 你找他就得了 嘭 你讲扎透赵树的后心 去你两个 傻英雄双臂一脚里 把赵树的死尸 从院里甩到院外了去 圆鸟和双腰 不行 别人杀是白给啊 非得我对付他不可 圆脚口诵佛好 一堵佛 傻小子 你哪里来 两个人站到一处 感情的圆角和尚 也不是傻英雄的对手 起码来说没人的力气了 这和尚眼睛一转 有了坏主意了 心说逢强智取 欲弱活勤呢 这家缺个心眼 我何必跟他费这个力气 把他引到那个地方 叫他死了就得了 想着这他徐黄一铲 跳出圈外 是拉铲边走 一边走一边说 哎小贼 有能力你敢追我 你跑天边上 我也把你救回来 哪里走 情穷一看坏了 心说我的傻兄弟 你好不小事 你追他非上当不可 二爷想着这 手拉双俭 打算过来拦他 正在这时 三寨主赫连章 晃丧门剑 把秦兄给拦住了 天父寨主望上一围 秦兄想脱身也脱不了 眼睁睁瞅着 罗世信 追大和尚 奔另一个院子去 大和尚到了院里 头眼一看 傻家伙追来了 心中高兴 嘿嘿 这可修怪 庭僧意狠心毒 我管教你 死无丧身之地 二寨主 圆角和尚 因为不是罗世信的对手 就动用毒计 把傻英雄 骗到跨院 这座院 挺宽臭 从表面上 什么也看不出来 圆角和尚在前边跑 罗世信 提着大铁枪 在后边追 可猛然间 就觉得脚底下发软 傻英雄 就知道不好 忽然听见 窟窿一声 就落入炫景 紧跟着 四面八方 扶兵四起 胡拉超 把炫景 就给包围了 圆角和尚 转身回来 哈哈大笑 纯复 这回我看你还望马跑 管教你 有死无活 老人 准备石灰 用灰给我枪死他 扎身 这招可够损的 这时人群中 有个大头领 就劝圆角和尚 二寨主 以小人的意思 是不是阐师 先别用白灰 呛他 等抓住秦琼之后 一同除死也不晚 这井这么深 反正他也上不来呗 何必费这个事呢 说的有道理 好吧 用墨盘 先把井口给我盖住 你等 在此手把 可不能叫他跑了 等我抓住秦琼 再一同除死 准备 圆角和尚安排完了 手提大产 又奔前院 咱们先不说这罗氏镜 在下边什么模样 翻回头来 单说秦琼 秦叔宝 秦琼呢 一看傻兄弟 追何声 下去了 就知道 情况不妙 本想过去 把他拦住 没想到被三寨主 赫连章 把他挡住了 秦二爷 只好手舞双减 大战赫连章 两个人打到十五六个回合 没分出上下来 金钱豹宅让一看 我也别在旁边看热闹 那么大家为谁 还不是为我呢 因此 命人把大叉抬过来 双手无叉 也加入战团 正打的男僧上下的时候 圆角和尚回来了 圆角一瞅 这么多人 不是秦琼的对手 这大和尚喊了一声 大战主 三战主 各位闪开 把性秦都交给我了 要说能为大 还得说他呀 就这样众人呼拉操 往两旁一闪 圆角和尚冲到秦琼的面前 秦二爷一看 傻兄弟罗石信 没牙了 这心里都非常着急 用箭一指高声贺奔 呆 兄僧 我那傻兄弟 哪里去了 哈哈哈哈 你这辈子也见不着他了 贫僧 已经送他到西天 朝佛去了 哎呀 秦琼就知道傻兄弟这条命保不住了 简直肝胆劫烈呀 秦琼眼珠子都红了 兄僧啊 既然如此 我要给我兄弟报仇血恨 你妈还没来 秦琼晃双俭 跟圆角和尚战斗一处 敢一伸手 圆角一看 还得说秦琼啊 你看人家这箭招够多高 不但出手快 而且招路非常精 真要不留神 就有性命之忧 因此他不敢疏忽大意 把浑身的能力也全抖出来了 二人大战到三十回合 没分输赢 秦琼一想 人家人多 我人少 力在速战 不能耽误时间 而且善雄姓这五个人 还在装绝上绑着呢 实则生变 倘若他们有个三长两短 我对不起吗 秦琼又一想得了 我呀就得使绝招了 何不用伐手捡应他 像秦琼很少使这样的招数 因为他觉得这招不太光彩 但是今天事出无奈了 再看秦琼 虚黄一捡抽身就走 看那个意思 体力上有点招架不住了 明明是假呗 可真的一样 冤角和尚不变真伪啊 疲惨就追 眨眼间 追的就离着不远了 秦琼一听和尚来了 腿望前伸 身子望后仰 好 一条腿沾地 整个都躺在那 双肩往回里打 这一招可够厉害的 他左手键就撒了手了 从鼻梁子飞到后面 啸 这一招来得非常突然 圆角和尚事件 一点防范也没有啊 一看剪到了 吓得一步的脑袋 但为时已晚 书永远正拍到他脑门子上 耳朵中就停下 啪 打了个脑筋崩裂 死尸栽倒 秦琼使那个药子单身 把剪捡起来 怕他捕死 在他脑袋上 又捕了一剪 啪 这回好 把脑袋打掉一半 小火也是没门的 金钱抱的宅上一看 哎呦 性秦的你可够歹毒的 拿命来 住牌 杀 他们仗着人多取胜 把秦琼是困在当中 现在秦二爷把性命豁出去了 无动双肩 打得刀枪乱飞呀 但是 双拳难敌四手 好汉架不住人多 秦琼浑身是铁 能连几颗钉 累得是通身是汗 但是 这帮人想把秦琼抓住 也不那么容易 在这时候有个小头目 人送绰号叫鬼脸子 姓张叫张兴 这张兴 眨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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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眨 心说 我跟着在这凑热闹 有什么用 不如我干点巧活 趁此机会 把被抓的善凶姓五个人 给崴了 那大寨主一定给我奖赏 不然的话 趁乱他们要跑了 欺负耽误了大事 这鬼脸的张兴 跟谁也没上意 提着鬼头刀抽身 就扑奔善凶姓五人 善五爷他们在庄绝上绑着 看得清清楚楚 心里那个着急劲就甭提了 就是动不了地方 如果这阵能把他们给救了 他们恨不能 铺路战群解救青雄 就在这时看着一个小子 嬉皮笑脸 劈着把刀过来了 就知他没安好心 齐国远紧挨着善凶姓 老齐一看 要拿我们开刀吧 大概是这么回事 正说着张兴到了进前 抬鞋底 蹭蹭把鬼头刀当了当 嘿嘿嘿嘿 五位啊 何该你们死在某家的刀下 对不起 你们省着我受罪 我现在就送你们上西天 闭眼吧 齐国远呢 也是一肚子坏水 再看他眼睛转了转了 想起个坏主意来 哎 等一等 我说朋友 要杀我们可以 我说两句话行不 你还有什么说的 嘿 我贵姓张兴师爷 我姓张大 咱们生前不能交朋友 死后结个鬼弯 好不好呢 我告诉你 对于我们山东义军的事情 我太清楚了 有一件机密大事 我不能带着逼逼着去 为了交你这个朋友 我现在把这件事情跟你说一说 让你立个大功 我可不求别的 我就求你给我来个痛快 省着受灵罪 好不好 啊 怎么你知道山东义军里的秘密 哎呀 这个事你要知道 至少 你得得黄金一万两 是吗 鬼脸的张兴 信以为真了 往前操了操 那你说吧 哎 机密大事 不能让第二个人听见 你往跟前操操 我好告诉你 好吧 鬼脸的张兴 伸着脖子 把这脑袋就凑过来了 齐国远一看差不多了 十句往前一探身 啊 一嘴把张兴的耳朵给叼住了 就这事 啊 没把张兴给腾鼠的 哎呀 我得买 哎呀呀呀 咬死我了 咬死我了 两个人使劲儿一动咔嚓 把耳朵给咬下半腊了 齐国远把咬下来的耳朵 扑一声吐在地上 是破口大吗 吐了 爷爷林鼠 也不能叫你好受了 要啥开刀 吃肉 你就沾嘴巴 这回张兴可气急了 兴其的 你可够损的 我把你刮了 拢刀就想下手 就在这时 就一分赃兴的上边来俩人 其中有一位 接起一块防法来 最终鬼脸的张兴 肉一声就抛起来了 这把打的这个准劲儿 正拍到后脑勺上 啪一声 把鬼脸都打得直翻白眼 撒手扔刀摔倒在地 这两个人飘身 这两个人飘身跳下正聘 来到张兴进前 咔咔两刀 把他给杀疯了 善雅信一看来的是谁啊 这就是甲柳楼上磕头的好朋友 黄天虎 李成龙 就值得援兵到 再看黄天虎 李成龙 把掌中的军人一晃 绑身挑开 把善雅信 齐国远 李如辉 京城 牛盖 全给放下来 战雄信这个高兴了 活动活动四肢 问黄天虎李成龙 二位先帝 其他的弟兄可到了 军师说了 天亮以前 就拿下瓦岗山 好嘞 抄家伙 快就秦二哥 你想这几位 再加入战群 瓦岗军可够瘦的 本来对付一个秦穷 就够呛了 这一块里就展开 一阵火 今天报宅 让人看这凡 分子一声 表人 快 表一千人来 人多好干活 世界不大 瓦岗军开到了 把这座大厅 离八层外八层 包围个风雨不透 拼命地望临进宫 倒下一层 又上了一片 打死几个 又上了一堆 尽管秦雄 善雄信等人 扑了命 也闯不出 重围啊 时间长了 把这哥几个 累得是 徐徐带船 仰看就招架不住了 正在这千军一发的 紧急关头 南大墙 晃了两晃 忽悠 忽悠 最后呼噜一声 强倒了 从外边闯进一人 高声和寒 哥哥 别怕 我又回来了 秦雄一看是 傻兄弟 罗氏信 不知道是为什么 方才咱说了 圆角和尚 把罗氏信 骗到跨院 掉到陷阱之中 原来这个陷阱啊 井筒的身 两丈五 底下有五六尺身的 都是臭水 山上有些废水 得往外排 整个这时候下水道 既是机关埋伏 又往外排臭水 自从罗氏信 掉下去之后 他水性好 淹不着他 在这说他个儿也罢 此时四面光滑 他上不去 后来人用碾盘 把上的扣上 里边伸手不见五指 把罗氏信 憋得满头都是汗 沙英雄一看 这怎么办 最后他一手提枪 一只手在里 瞎滑了 不过黏了估计的 知道不是什么好玩意 这个味儿也受不了 罗氏信滑了来滑了去 发现底是活水 有水料 他用枪一剥了 发现有个铁壁子 哦 这水是从铁壁子漏下去的 不知通的什么地方 要这样的话 我就有可能出去 他用手一摸呀 这铁壁子 有鸭鸾突袭 一共有五六根 要晃旁人 没个出去 跟罗氏信两臂 一晃力大绝伦呢 他也是个机劲 两只大手把铁壁子抓住了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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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后 终于把铁条 叠弯了三颗 他用大铁枪再一撬 撬起几根铁条来 就这样 他顺着铁壁子下去了 底下是个大下水道 他顺着脏水爬呀走啊 一直离开出事地点 走出去三里多地 才从那出口爬出去 等见着新鲜空气了 傻英雄这个高兴劲就甭提了 先恶心了半天 吐了不少臭水 罗石心一想 这顶方都臭八百里 这滋味受不了 得找有干净水的地方 好好洗一洗 他拎着大铁枪 悬梦了半天 果然在后山找着块清水潭 蹦一头他跳进里头去 在里边洗了个干干净净 把衣服投了头 湿着的他又穿上 傻子找个地方 歇了一会儿 一琢磨 不对劲 我怎么能在这休息呢 我哥哥秦琼 正在那拼命呢 我要不去 他一个人人担事故 那可不得吃亏吗 想着这傻英雄站起来 拎着大铁枪 自来找秦琼 仗着他是飞毛腿 要换个别人 累也得累死 他东一头西一头 一边喊一边跑 哥哥 你在哪儿了 哥哥 这是瞎猫碰死耗子 他真就转回来 到了男的墙外头 他摘要人一听 又院里头大开了锅 他知道秦琼在这儿 但是傻英雄找大门找不着了 上又上不去 最后一想得了 我开个便门吧 他把那后背 靠到墙上 浑身用力 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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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吴噜 把墙给靠倒了 有一战五六一个大窝口 严沉过后 他拎着铁枪冲到院里 果然看见了秦琼 罗世新这人嘛 就爱打仗 而且不怕人多 越热闹越好 他一看这么多人交手 他可高兴了 哥哥 不要担心 我包远了 他把掌中的大铁枪轮开 往前一冲 就一溜糊涂了 大枪一撲了 就倒下一大片 他这一来 整个形势就改变了 秦琼 善雄信等人 嗜切大增 各个抖擞精神 不亚如 胡入狼群 瓦岗军可吃了大亏了 把宅让急得满头之冒汗 这这这这这 这怎么办 正在这时 一个暴时的楼楼梯 跑进来 都大家如可了不得了 金鸡岭 失手了 啊 怎么丢的 有一个小挫子 自称是山东义军的头领 他能力太大了 也不怎么从山底下爬到城顶上来呢 打算咱们的弟兄 开关落索 把山东的义军整个都放进来了 哎呀 宅让就知道 大势 你去 金鸡岭就是大门了 大门没了 你随便进了 在这时候的摘尔一听 就听见前山人寒马丝乱成一团 宅让心说得了 瓦岗山我不要了 三十六计走为上策 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 这口气我早晚再出 因此打了声胡哨 带着一部分弟兄 夺路而走 战斗还在进行 宅让顾不了这些了 他本想呢 进内宅接家眷 但是来不及了 到处都是山都的义军 宅让一看 孩子也不要 老娘媳妇也不能要 我一个人跑 这阵有人把宝马给他牵过来 他飞身上马 手踢钢叉 带着八百多人 赶奔金鸡岭 那个说金鸡岭失手了 他还上那干什么去 他不走那不行啊 就这一条出路 就得舍身冒险 杀个条血路 才能逃避 别的地方都不通 说到这 咱们再说徐茂公 秦琼走了之后 徐茂公一琢磨 王二哥去 恐怕凶多吉少啊 可以肯定 山雄信五个人 置居未回 是出了事儿了 我就不能等着了 他跟魏正魏的爷 商议了之后 做出决定 先派出 头鹿援兵 黄田湖李成龙 小白元侯军机 让黄田湖李成龙 爬进城去之后 赶奔中平大寨 前去给秦琼 山雄信打接应 没出事儿更好 出事儿你们帮忙 派小白元侯军机 爬进金基岭 开关落索 迎接义军进城 这三个人 在贾柳楼的弟兄当中来说 有特殊的能力 都会高里高去陆地飞城 特别是小白元侯军机 那轻功 站着一绝 哥萨领命之后走了 果然 在一个背景之处 爬到城上 黄田湖李成龙 赶奔中平大寨 救了山雄信 加入战团 那么侯军机呢 爬上城去之后 顺着马道 直接赶奔关城 你说守山这些楼楼兵 怎么能是他的对手呢 这侯军机也损点 一边走一边捡石头 大的不要 小的不要 全叫的一般旗 都像鸭子差不多 他兜了那么一百多块吧 见着楼楼兵之后 远的就用石头头 近的就用刀砍 这才杀散了守官的弟兄 占领了金基领 后来官门大开之后 徐茂公传写第二道令箭 让王国党谢英灯 领兵两千 开禁官聚之 占领金基领 同时徐茂公还传写第三支令箭 让程咬金游军达 领兵两千 搜捕瓦岗山的义军 程咬金这个买就甭批了 嘿 这回盖着我老程立功的机会来了 要想捞鱼就捞他大个的 他跟游军达 正往山里的搜索的 没想到迎面 正好遇上金钱报宅账 也该着程咬金露脸 这才要三斧子 定瓦岗 程咬金游军达 奉命搜山 也是冤家路窄 可巧正在这时候 金钱报宅让 令人赶到了 程咬金基看 对面来伙人 人数在七八百人 为首的这个主 头顶虎头巾 身穿虎皮砍尖 虎皮围裙 香牛皮的战绝 手中请着鸣光光 三股拖天岔 其他的人都围着他 好像重金彭月一般 就知道是个头子 他一拍游军达着肩膀 哎哟 我家 大鱼来了 该着咱们哥们露脸啊 你在旁边给我关笛料阵 看你四哥的 呃 呃 呃 程咬金 催开大肚子锅锅红 晃大肚子把去路挡住 他把草包肚子一片高声断吓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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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路 奔通 单说金钱豹宅让 茫茫似漏罗之鱼 积极如丧家之犬 呃 本来带着一千多人 边走边打 损伤了四五百人 现在身边广剩下六七百人 咱让心炉火焚啊 恨不能泪生双翅飞出瓦岗山 没想到在金钱岭前遇上了揭露的 抬头一看 呦 对面这个蓝大哥 可够吓人的啊 跳下马来摘盔卸甲 平顶身高 一战挂临 长得坚宽背后是膀胀腰粗 电脸珠眉 同窥铁甲 跨下大红马 掌中车轮大腹 声音洪亮 是威风凛凛 后面还有个黑脸的 给他助阵 在他们的时候 一扇都是山东的御军 到了现在啊 金钱豹宅让眼珠子都红了 管你是谁呢 挡我则所 顺我则生 想着这他把马催开 把托天叉抖了一抖 哗哗哗哗哗 对面来人 你是何人 招插 程耀金呢 倒来了稳当劲了 一不慌 二不忙 把大肚子郭郭红 往旁边一搏 躲过他这一叉 等等 小子 着急干什么呢 把话咱得说清楚了 你问我是谁 我还没等报名呢 你就动了家伙了 你得听听 我是谁 你是谁 有耳朵的人 有耳朵的人 就能听说过 我乃山东 沿州府东鄂县 班纠镇 小趴子村的人 姓程 叫程耀金 人数戳号 静街虎 听说过我的历史吗 我打死过严群 敦大牢被定成辞罪 后来交天大赦 把爷爷我射出来 之后我卖过耙子 砸过酒楼 认识了铁面判官邮郡他 六月二十三 在长野林小孤山 结果黄杠 四十八万两 威震山东 之后 在甲柳楼上 我们四十六友 煞雪威猛 我排行在第四位 樊山东 乍吉南 赫赫阳林 现在身为山东义军的 四头领 是 也 哦 再让了真听说过 心说闹了半天 这就是那个不怕腐的 城阳金 不管怎么说 咱们是仇敌 有什么好说的 再让 举插就策 老成吉波马又多个人 等等 你这人 你这人性子怎么这么急呢 你看我说了半天 我还不知道你是谁呢 你也得报通明性 某 瓦岗山大寨主 金钱报 宅让 师爷 哦 你就是宅让 哎呀 我说 姓宅的 你挺不够意思的 我五地 山雄信 拿你 织金 做当银子 不远千里 来投 我说 你这人 怎么把我们拒之门外 别看 我不知道山里 发生的事 我也能猜出 八九来 如果两家 谈得好 就不至于 到这种地步 可见 你这个人 人情不透 什么也不懂 你这叫搬砖 砸脚 樊巧 弄个桌 你简直是 敬酒 不吃吃罚酒啊 怎样 这这么办吧 跟我动手的人 都没有饭桶 另外我这人动手 这有点名堂 胡的八图 这么大可不行 哦 什么名堂 这么办吧 你要把我赢了的话 你想干什么 你干什么 我就把道路闪开 放你出山 倘若 你不是我的对手 你怎么办呢 这 姓成的 我宅让说话算数 如果你把我赢了 我就下马 投降 行啊 那你说话算数 大丈夫 饼天利便 一言为定 好嘞 现在咱们可以动手了 来了 两个人把马凑一开 两个人凑到一处 金钱报宅账 抖叉便自 这程耀金呢 又把老招拿出来了 一不躲 二不闪 把车轮大幅轮开了 呸脑袋 你扎你的 我劈你的 再让一看 这什么招这是 这不拼命吗 我扑一插 把你扎上 你咔嚓一扶子 把我也劈开了 有那个我自杀好不好 犯得上拼命吗 金钱报宅让没有办法 赶紧把大叉撤回 菊火烧天 望上招架 这下上了程耀金的当 再看老程 搬斧头献斧准 凡愣一个尖当枪石 小鬼踢呀 呸愣一声 正耿嗓咽喉就扎了 这招出手 那个快劲就甭提了 摘一让一看不好 哎呀 双脚点灯 往前伸 伸子往后一仰 使了一招金刚 铁板桥 这一下 把扶短躲过去了 可是能不能老躺着吗 他得起来 摘一让一使劲 挺身 刚坐起来 朝小金扶子又到了 逃你的耳朵 大斧子凭着奔脖子来的 这一让一看 我给妈呀 这人的招可太厉害了 哎 又往下一搓身 把这斧子给躲开了 他满一位 没事了 哪只程耀金 手腕子一翻 还有一招 手带脚 说什么斋让也躲不开 二伦公就听见 咔嚓一声 把五头金砍落 那幸亏斋让是马上的大将 不然脑瓜盖没了 尽管如此 斋让在马上坐立不稳 苦痛一声 是张落麻下 发手扔踏 朝小金催马过来 别动 把大斧子摁在脖子上 呵呵 活家 你服气不服气 说话算数 不算数 再让拔眼一闭 姓成的 你给我来个痛快吧 没那么便宜 打 活擒金钱报 山东的义军大获全胜 那么瓦钢军 可受不了了 群龙无首 大寨主被拿 二寨主命丧 三寨主下落不明 没有当家人 因此就乱了套 有的投降 有的逃跑 就有战斗力的 也不想再拼命了 因此让山东义军 打了个稀罗哗啦 七零八落 破晓之前 山东义军整个占领了 瓦钢山 光俘虏就抓了好几千人 徐茂公跟金琼 两人经过商议 对俘虏要格外的恩戴 不准难为他们 把他们击住在一起 只要放下刀枪 就给吃喝 瓦钢军一看 山东义军不错呀 没拿我们当犯人 因此颇受感动 都愿意倒戈投降 徐茂公大喜 时境中午 金基岭 白龙岭 各地的战事 全都结束了 瓦钢山又恢复了平静 只是换上山东义军的旗号 徐茂公传令 让善雄姓 赶紧赶奔金匹官 把贾云府柳州臣 以及老鹰的家眷 全接近瓦钢山 您说这么一大摊事 要想处理的话 一半是处理不完 一直就忙了三天 三天过后 一切恢复了正常 这一天 家柳楼的弟兄 在聚一听高座 吩咐刀斧手 把宅让给推上来了 宅让进屋一看 心里不是资本 几天前 还是自己的地盘 那把椅子 还是我坐的 没想到几天之后 整个情况都变了 我从大寨主 变成了阶下球 想到这把头一滴 立而不归 徐茂公去那个黑脸的 啪 把桌子一拍 宅让 你肯知罪 我们不远千里来头 拿你当了好朋友 我们以为 你们是义军 我们也是义军 我们都是打大随的 应当同心协力才对 没想到你这人太惰计了 你让圆角和尚 以及手下不明真相的债主 竟敢以无力相见 好玄伯 废了我几个弟兄的性命 瓦岗山 死了这么多的人 受了这么大的损失 七岁都在你的身上 左右 来啊 把他们推出去 斩 秦琼呢 就去红脸了 二爷赶紧站起来 满 刀下 李不仁 他跟徐茂公摇摇耳朵 徐茂公点点头 秦叔宝 劝身临坐 来到宅让进前 亲手把绑绳给解开了 宅主爷受惊了 请请请起 来啊 看座 这 宅让就愣了 一看这是真的 秦琼 你不恨我 哈哈哈哈 宅壮士 你我与完日无仇 近日无憾 虽然说交手了 但是情有可原啊 那是个误会 要没有圆角和尚 从中作梗 咱们怎么能变脸呢 我深知你跟我善无弊 交情莫逆啊 壮士啊 你不必蹲 请坐 拼我一言 宅让还真就坐下了 秦琼说 现在的瓦钢山 仍然是你的 我们话说出来 就这么办 我们来是客情 你愿意留 你就留 现在你反对 也不管 如果你不欢迎 我们合作的话 现在 我们就把队伍拉走 仍然把这堵山寨 故意还给你 你看怎么样 再让心说话 这是假话 有那个 你们不来好不好 这叫打一巴掌 给我个甜枣吃 可又一想 这就难得呀 人家是坐上课 我是接下求啊 人家上嘴唇 就碰下嘴唇 说杀我 像免个超重似的 何必跟我演戏呢 即使是假的 这也难得 因此宅让很受感动 冲着秦琼去抱拳 秦二爷 我感谢你 不过呢 瓦岗山已被你们占领了 我有什么脸面 再往回要 这就叫 有德者居之 无德者失之 我宅让全得了 我愿意双手奉献 我呢 另头他处 哎呀 不必不必 要那样 我们叫强兵夺主了 宅壮士 愿意跟我们合伙吗 如果愿意的话 你仍然是我们义军的头领 我们奉你为主 在你的帐下听用 不不不不 宅某有何德能 这是万万做不到的 这样吧 如果秦将军 各位英雄 愿意放我 那么我把东西收拾收拾 现在我就离开瓦岗 而正说这话呢 院里一阵骚乱 宅让不知怎么回事 甩脸一看 哟 有几十名山东的义军 保护着家眷来了 为首的正是他娘 后边是他妻子方氏 还有他九岁的儿子 七岁的女孩 这个父母儿女 扯心连肺 这可了不得 宅当一看眼泪就止不住 扑不到母亲的金钱 是双膝跪倒 喵闹 不孝的儿 使您受惊了 秦琼徐茂雍等人 全站起来让座 但说老太太 坐下之后 把宅让拉得进前 儿啊 哎 分别了几天 真是一言难尽 不过儿啊 你做得不对 既然你山二哥来了 愿意跟你合伙 跟你好言好语的沙漠 你就应当把人家收留 你为什么要把人家拒之门外 最可气的 你听了圆角和尚的话 还要跟人家动武 你这不是自讨无趣吗 怎么瓦岗山落的这部田地 其罪都在你一个人的身上啊 另外娘告诉你 别看山上打了仗 别看乱了好几天 咱们家平安无事 人家徐三爷 秦二爷 派下老兵老将 手把门听 连一草一木都没动啊 这不咱们家的人 全都来了吗 二说 要能听娘的话 赶紧你就投降归顺吧 是金钱报宅账时的大孝子啊 一看家属平安无事 老娘又有这种话 不能不听 宅账翻转身形 跪倒在秦雄和徐茂公 善与雄心的面前 连连成对 一天云彩这才算 徐茂公把宅账掌掺起来 大寨主 方才我们说了 我们就这么做 既然你不愿意当 头把金交椅大寨主 你也是头领之中的一个 那么赶紧请坐 有事 咱们共同商业 让老夫人到后宅休息吧 在这 秦雄的母亲 常耀金的母亲 也都到了 几个老太太 凑在一起 还真投缘 有说有笑 全都牵入内宅 徐茂公传令 山中义军变成瓦钢义军 从此之后更换旗号 要庆账三天 这三天可把大伙乐坏了 一切的目的全达到了 现在减点手下的人马 不到一万也差不多 宅让手下的人 听说是大寨主归降了 原来又跑的 又分盘回来了 因此这个队伍 是日渐扩大 附近三州两县的老百姓 贫苦的贫民 听说瓦钢义军 从长起舞 老百姓非常高兴 有的送牛羊 有的送米面 还有些穷弟兄 愿意到瓦钢入伙 徐茂公就宅成贾云府柳州臣 处理此事 这三天的工作 光接收的新义军 就不下一千五百多人 这形势是非常之好 但说这一天 弟兄们在居一听 正议论下一步的事 他们就料定了 山与未来 风满楼啊 这是暂时的平静 随朝绝不能善罢甘休 肯定极具兵力 攻打瓦钢山 咱们得做好充正的准备 大家正说着呢 突然之间就觉着 三摇地动 连着十五件巨翼 奔赃亭也摇了三摇 祸了三晃 墙皮脱落了挺大一片 可把程耀金吓坏了 我怎么了 天塌地炫了是怎么的 按现在来说 就是地瞻 古人呢 不懂这些科学到底 从一信这个角度上 瞎猜 可就在这时 后山有个暴式的 跑进居一分赃亭 暴 暴各位头领 白龙领下 他那个壁穴 望上直冒黑烟 不知是急兆 还是凶兆 哦 大家一听都愣了 徐茂公想了想 马上吩咐 把后边打扫打扫 我等前去观看 他带着秦雄 赛雄姓 宅让 程耀金等人 以及四十几位头领 赶奔白龙领 在白龙领 离着前山不到十里 他们顺着 盘山道 时间不大就到了 一看有不少的 楼楼兵 在这手把着 楼楼兵一看 头领来了 赶紧把道路闪开 用手一指 军事 您看 这就是地穴 徐茂公也加持小心 一看这这 洞里头不冒黑烟 地穴的血口 方圆能有一丈左右 黑咚咚 身不见底 在这个地穴的下边 隐约约 还传出阵阵的风声 叫人毛骨 属然啊 究竟这里面 是什么东西 不得而知 其他的头领 也看得清楚 看了一会儿 徐茂公命人 在这手把着 然后领人 回到巨翼分赃厅 大家就问 三哥 三弟 你看是吉兆 还是凶兆呢 无量偏踪 我也说不清楚 要想知道 怎么回事 我看非派个人下去 看可不可 大伙一平几土舌头 谁敢下去 谁知道有多深呢 那底下是什么东西 阴迟谁也没答言 这程小金呢 今天上的高兴 把椅子拉了拉 凑到徐茂公进前 三哥 方才弟兄说的对 也不知道是吉兆 还是凶兆 最好派人下去看看 你看派谁吧 四弟啊 我看大家都有些害怕 如果派到他头上 他要不去 怎么办呢 废话 你是军士 你是我们大家 推语的头领 你说话就是军令 他要不听 你不好用军法从事吗 对啊 还是我四弟明白 好 现在我就派一个人 不过这个人 必须福大命大 造的 还得有这种能力 能够随机应变 有胆有识 现在我就物色个人啊 徐茂公说的这儿 往寺外看看 打亮着每张脸 这儿大伙真有点贴心 吊胆 恐怕轮到自己头上 有些胆小的 把头低下来 徐茂公的眼光 转来转去 啪 落到身边 程耀金的脸上 四弟啊 我看你去 正合适 他问他 哎 我桑哥 开玩笑 刚才你说的那套词 我哪配 赶紧派别人吧 我老成可不行 徐茂公文庆 把脸望几沉 此地 方才你说过 我说话就是军令 违则按军法从事 你敢不听吗 问啊 程耀金你看倒霉不 谁让我一时高兴 得了得了 把自己给套在里边呢 有心不去 当众丢丑啊 程耀金最后 把牙关一咬 心一横站起来 三哥 既然这样 我老成就探探必学 我老成就说了 我老成就说了 这一天 我老成就认识了